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后亦残 于是上曰 天下方有吉 王孙宁可已让携 乃拜英卫大将军 赐金千 金 因乃炎元昂 鸾部诸明将贤士在家者敬之 所赐金 臣之郎武下 君利过 者领财 取位用 金无入家者 斗英手银阳 兼其照兵 七国兵已进破 封英卫为其侯 朱游氏 兵客真归为其侯 孝景时美朝一大事 调侯 为其侯 朱列侯莫敢于抗礼 孝景四年 立立太子 使为其侯为太子赴 孝景七年 立太子费 为其数真不能的 为其谢并 平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 朱宾客便是说之 莫能来 良人高岁乃说为其曰 能富贵将军者 上也 能亲将军者 太后也 经将军赴太子 太子费而不能争 争 不能的 又福能死 自饮谢并 雍赵女 平坚处而不朝 相提而论 是自明养主上之果 有如两宫氏将军 则妻子无类矣 为其侯然之 乃遂起 朝寝如故 桃侯免乡 窦太后树颜为其侯 孝景帝曰 太后其以为臣有爱 不相为其 为其 者 沾沾自喜而 多意 难以为乡 持重 遂不用 用剑灵侯为晚为臣相 武安侯田坟者 孝景后同母帝也 身掌灵 为其以为大将军后 方圣 坟为诸郎 为贵 往来恃久为其 贵其如子姓 即孝景婉杰 坟亦贵姓 为太中代夫 坟便有口 学盘于诸书 王太后贤之 孝景崩 即日太子吏 称至 所政府多有田坟宾客既家 坟 帝田圣 皆以太后帝 孝景后三年封坟为武安侯 圣为周阳侯 武安侯兴欲用试卫乡 背下宾客 敬名试家居者贵之 欲以轻为其诸将相 建元元 年 丞相晚并免 上亦致丞相 太尉 吉福说武安侯曰 为其贵久矣 天下事素归之 经将军初心 谓如谓其 吉尚以将军为丞相 必让谓其 谓其为丞相 将军必为太尉 太尉 丞相尊等尔 又有让贤名 武安侯乃为严太后封上 于是乃以为其侯为丞相 武安侯为太尉 吉福贺为其侯 应调曰 君侯滋性喜善及恶 方经善人欲君侯 故 至丞相 然君侯且及恶 恶人重 亦且毁君侯 君侯能相容 则性久 不能 今已毁去 以 为其不听 为其 武安俱好如数 推古赵宛为玉使大夫 王赃为郎中令 迎路申宫 预设名堂 令列侯救国 除官 以礼为福治 以兴太平 举世诸窦宗室无杰行者 除其属籍 十 诸外家为列侯 列侯多上公主 皆不欲救国 已故悔日治斗太后 太后好黄老之言 而 为其 武安 赵宛 王赃等 乌龙推如数 贬道家言 是以斗太后资不说为其等 及建元 二年 御使大夫赵宛请无奏事东宫 斗太后大怒 乃霸竹赵宛 王赃等 而免丞相 太 为 以博治侯许昌为臣相 武强侯庄清敌为御使大夫 为其 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虽不任职 以王太后顾 亲信 树言是多孝 天下力士趋势力者 皆去为其 归武安 武安日一痕 建元六年 斗太后崩 陈相昌 御使大夫轻敌做丧事不办 免 以武安侯焚为陈相 以大司农含安国为御使大夫 天下士郡诸侯欲亦赴武安 武安者 茂清 生贵胜 又以为诸侯王多长 尚初即位 赴于春秋 焚以肺腑未经 诗香 非痛者皆以礼屈之 天下不素 当事时 丞相入奏事 座与一日 所言皆听 简 人或其家至两千十 权宜主上 上乃曰 君处力以敬畏 无意欲处力 常请考工地 一宅 上怒曰 君和不遂取无库 事后乃退 常照客影 坐骑胸盖侯南乡 自作东 乡 以为汉乡尊 不可以胸故思饶 武安由此资交 致宅贾朱迪 田园极高于 而是买 郡献器物相属于道 前唐罗中谷 力屈瞻 后房妇女已百数 诸侯奉经预购马完好 不 可胜数 为其施斗太后 义书不用 无事 诸客稍稍自隐而代奥 为冠将军独不尸故 为其 日默默不得志 而独后遇冠将军 冠将军夫者 隐阴人也 夫妇张梦 常为隐阴侯阴设人 得姓 应尽之至两千十 故蒙冠世姓为冠梦 无处反时 隐阴侯冠何为将军 属太尉 请冠梦为校尉 夫以千人 与父聚 冠梦年老 隐阴侯强请之 御御不得意 故战长县间 遂死无君中 军法 父 子聚从军 有死士 得与丧归 冠夫不肯随丧归 奋约 远取吴王若将军头 以报复 知仇 于是冠夫被假持己 穆军中壮士所善缘从者数十人 急出闭门 莫赶前 独儿 人急从奴时数其持入吴君 至吴将挥下 所杀伤数十人 不得前 父持海 走入汉壁 皆亡其奴 独语义其归 夫身中大创食于 事有万斤良药 故得无死 夫创少抽 又妇 请将军曰 吴一枝无必中曲折 请妇王 将军壮一枝 孔王夫 乃言太尉 太尉乃 故止之 吴以破 贯夫以此名闻天下 隐阴侯颜之上 尚以夫为中郎将 数月 坐法去 后家居长安 长安中诸公莫扶称 之 孝景时 至代相 孝景崩 经上初即位 以为怀扬天下交 禁兵处 故喜夫为怀扬 太守 建元元年 入位太仆 二年 夫与常乐为为豆腐饮 轻重不得 夫醉 伯夫 斗太后昆帝也 上孔太后诸夫 喜为宴相 数岁 坐法去官 家居长安 贯夫为人 刚指使酒 不好面鱼 贵妻诸有事在己之右 不欲家里 必灵之 诸是在 己之左 月平贱 游易敬 与君 仇人广众 见宠下辈 事亦以此多知 夫不喜文学 郝任侠 已然诺 诸所与交通 无非豪杰大华 家累数千万 时刻日 数十百人 卑池田园 宗族宾客为全力 横于尹川 尹川儿乃歌之曰 尹水清 贯世 宁 尹 尹水浊 贯世族 贯夫家居虽父 然诗试 轻向试中宾客一衰 即为其侯失事 亦欲以贯夫引神披根 身平目之后弃之者 贯夫亦以为其儿通列侯宗室为名高 两人香味引重 其犹如父子然 香得欢圣 无厌 恨香之晚也 贯夫有福 过丞相 丞相从容约 无欲语重如过为其侯 会重如有福 贯夫曰 将军乃肯性灵旷为其侯 夫安敢以福未解 请与为其侯障聚 将军诞日早灵 五 安徐诺 贯夫聚与为其侯如所谓无安侯 为其与其夫人亦是牛酒 夜撒扫 早障聚至诞 平民 令门下后四 至日中 丞相不来 为其为贯夫曰 丞相其妄之灾 贯夫不 亦 曰 夫以福请 以往 乃驾 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戏许贯夫 书无亦往 即 夫至门 丞相上卧 于是夫入见 曰 将军昨日信许过为其 为其夫妻置据 自诞至 今 未敢尝试 五 安 恶谢曰 无昨日醉 忽妄语众如言 乃驾往 又徐行 贯夫 欲亦怒 即饮久憨 夫其五属丞相 丞相不起 夫从座上与亲之 为其乃福贯夫去 且 丞相 丞相 丞相醋饮至夜 即欢而去 丞相 常使吉福请 为其成南田 为其大望曰 老仆虽弃 将军虽贵 宁可以事夺乎 不许 贯夫闻 怒 骂吉福 吉福二 两人有戏 乃曼自豪谢 丞相曰 为其老且死 亦忍 且呆之 以而五安闻为其 贯夫时怒不语田 亦怒曰 为其子常杀人 焚 活之 焚是为其摸索不可 和爱树请田 且贯夫何语也 无不敢赴求田 五安由此大 愿贯夫 为其 圆光四年春 丞相言贯夫家在尹川 横胜 明苦之 请案 上曰 此丞相是 何 请 贯夫一持 丞相应是 未兼立 受淮南王金与语言 宾客居间 遂旨 俱解 下 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 友太后赵 赵列侯宗室皆往和 为其侯过贯夫 欲语据 夫谢曰 夫数已久失的过丞相 丞相经者又与夫有戏 为其曰 事已解 强 语据 饮酒憨 五安其未受 坐皆必习服 以为其侯未受 独顾人必习耳 于半熙熙 冠夫不悦 其行酒 至五安 五安熙熙曰 不能满伤 夫怒 应熙孝曰 将军贵 人也 属之 十五安不肯 行酒次至领辱侯 领辱侯方语 臣不识耳语 又不必习 夫 摩索发怒 乃骂领辱侯曰 身平毁臣不识不值一钱 今日长者未受 乃笑女儿贴涅耳 语 五安为贯夫曰 臣里聚东西宫未未 今重如陈将军 重如独部为李将军的呼 贯夫曰 今日斩头献凶 何之臣里呼 坐乃其更衣 稍稍去 为其侯去 挥贯夫 出 五安岁怒曰 此无交贯夫罪 乃令其留贯夫 贯夫欲出不得 及夫其未谢 按 贯夫向令谢 夫悦怒 不肯谢 五安乃辉其父夫至传舍 赵长使曰 今日赵宗事 有 赵 何冠夫骂坐不敬 戏居是 遂按其前世 潜力分曹主补诸冠氏之属 皆得弃是罪 为其侯大溃 为资使兵客请 莫能解 五安力皆为耳目 诸冠氏皆王毅 夫系 遂补 得告言五安应是 为其瑞身为救贯夫 夫人见为其曰 冠将军得罪丞相 与太后加五 宁可救邪 为其侯曰 侯自我得之 自我捐之 莫所恨 且终不令贯仲如毒死 应毒生 乃 逆其家 窃出上书 历赵入 据言冠夫罪宝是 不足诸 尚然之 似为其时 曰 冬 朝廷辩之 为其之东朝 慎推冠夫之善 言其罪宝的过 乃丞相以他事污罪之 五安又圣悔冠 夫所为恒字 罪逆不道 为其度不可奈何 应言成相短 五安曰 天下信而安乐无事 焚得为肺腑 所好音乐狗马田宅 焚所爱畅忧巧匠之属 不如为其 贯夫日夜昭俱天 下豪杰壮士与论义 富匪而心棒 不仰视天而腐化的 辟你两宫间 信天下有变 而欲 有大宫 臣乃不知为其等所为 于是上问朝臣 两人熟事 欲使代府寒安国曰 为其言冠夫妇死事 申何己持入不测之无君 申背数十创 名官三君 此天下壮士 非有大恶 真悲酒 不足引他过以诸也 为其言是也 丞相一言冠夫通奸华 清系名 家磊巨腕 横字隐川 伶俐宗事 清犯骨肉 此所谓 知大于本 竟大于骨 不折必批 丞相言一事 为民主才之 主角都为极暗示为其 内使政当时是为其 后不敢奸 对 与皆莫敢对 上怒内使曰 公平申诉言为其 五安长短 今日庭论 局去校园下 居 无病斩若树矣 击罢其入 上时太后 太后亦已使人后四 据已告太后 太后怒 不识 约 今我在也 而人皆及无地 令我百岁后 皆于肉之矣 且地您能为食人 邪 此特地在 及陆路 设百岁后 事属您有可信者乎 上谢约 据宗事外加 故 亭辩之 不然 此一玉力所绝尔 事时郎中令食剑位上别言两人士 五安以霸朝 出指车门 照韩玉使大夫载 怒曰 与长如共一老秃翁 何谓手术 两端 韩玉使两九位 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 夫为其毁君 君当免官解应受归 曰 臣已废服性的呆罪 故非其任 为其言皆是 如此 上必多君有让 不废君 为其毕 内溃 渡门炸蛇自杀 惊人毁君 君亦毁人 譬如甲树女子真言 何其无大体也 五安谢罪曰 真实即 不知出辞 于是上史玉使不则为其所言贯夫 颇不愁 欺瞒 何戏都司空 孝敬时 为其长寿 依照 曰 事有不便 以篇一论上 集系 贯夫最致足 是日籍 诸公莫敢赴名言于 上 为其乃使坤弟子上书言之 性的赴照件 书奏上 而按上书大行无一照 照书独葬 为其家 家成风 乃何为其缴先帝照 最当气室 五年十月 西论贯夫及家属 为其良 酒乃闻 闻即会 并费 不时欲死 或闻上无意杀为其 为其复食 致病 亦定不死已 乃有非语味 恶言闻上 故以十二月会论气是未成 其春 五安侯病 专呼服谢罪 使乌是鬼者是之 见为其 贯夫共守 欲杀之 静 死 紫田寺 袁硕三年 五安侯坐一丹于入宫 不敬 淮南王安某反决 至 王前朝 五安侯为太位 时寅王至霸上 为王曰 尚未有 太子 大王最贤 高祖孙 及公车宴价 非大王立当谁栽 淮南王大喜 后宜经财物 上自为其时不止五安 特为太后故儿 吉文淮南王金氏 上曰 使五安侯在者 足 以 太史公约 为其 五安皆以外欺众 贯夫用意识绝佳而明显 为其之举已无处 五 安之贵在日月之际 然为其臣不知时便 贯夫无数而不逊 两人相亦 乃成祸乱 五安 富贵而好权 悲久则望 献比两贤 乌乎哀哉 千怒吉人 命意不严 众树不载 敬备 恶言 乌乎哀哉哉 或所从来已 所引树赞 斗鹰 甜坟 势力相雄 贤以外欺 或是军功 贯夫自喜 饮仲其忠 义气悲酒 辟逆两宫 誓 竟不值 冤栽二宫 史记韩长如列传 御史大夫韩安国者 良成安人也 后喜虽扬 常受韩子 杂家说于邹田申所 誓良 孝王为钟代夫 无处反时 孝王使安国籍章与未将 汉无兵于东界 章与立战 安国持 众已故无不能过梁 无处已破 安国 章与明有此嫌 良孝王 景帝母帝 窦太后爱之 令得自寝至相 两千十 出入游戏 见于天子 天子闻之 心服善也 太后之地不善 乃怒良使者 伏见 暗则王所为 韩安国为良使 见大常公主而契约 和良王为人子之孝 为人臣之中 太后曾服审也 夫前日无 处 其 赵七国反时 自观以东接合从西乡 为良最轻位艰难 良王念太后 递在中 而诸侯扰乱 一言气数行下 贵宋臣等六人 将兵集却无处 无处已故兵不敢息 而猝 破王 良王之力也 经太后以小节颗里则望良王 良王父兄皆帝王 所见者大 故初称 必 入严谨 车其皆帝所赐也 急欲以差彼宪 驱持国中 以夸诸侯 令天下敬之太后 地爱之也 经良使来 折暗则之 良王恐 日夜替弃私目 不知所为 和良王之为子 孝 为臣中 而太后服序也 大常公主据已告太后 太后喜曰 为言之地 言之 帝心乃解 而免关谢太后曰 兄弟不能相较 乃为太后遗憂 惜见良使 后赐之 其后良王亦清欢 太后 常公主更赐安国可直迁于京 明游此险 劫于汉 其后安国作法抵罪 蒙玉立田甲辱安国 安国曰 死灰独不赴然乎 田甲曰 然及逆之 居无和 良内使缺 汉使使者拜安国为良内使 企图中为良千十 田甲 王走 安国曰 甲不就官 我灭儿宗 甲因肉坦谢 安国孝曰 可逆矣 宫等族 宇智乎 促善欲知 良内使之缺也 孝王兴的其人公孙悔 说之 欲请已为内使 窦太后文 乃赵王已 安国为内使 公孙悔 杨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义的事 恐汉大臣不听 乃因使人赐汉用事谋成 即杀故无相远昂 景帝遂闻鬼 圣等计划 乃遣时不鬼 圣 必得 汉使时被制良 相已下举国大所 跃于不得 内使安国文贵 圣逆孝王所 安国入见王而契约 主如 臣死 大王无良臣 故事纷纷致辞 金贵 圣不得 请辞赐死 王曰 何致辞 安国契数行下 曰 大王自度于皇帝 属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 孝王曰 福如也 安国曰 夫太上 临江亲父子之间 然而高帝曰 提三持见 取天下者正也 故太上皇中不得志士 居于丽阳 临江王 是长太子也 以一言过 废王临江 用公元式 促自杀中卫府 何者 至天下中不以私乱功 与曰 虽有亲父 安知其不卫乎 虽有亲兄 安知其不卫郎 金大王列在诸侯 悦一邪臣服说 犯上 静 饶民法 天子以太后顾 不忍制法于王 太后日夜替气 姓大王自改 而大王中不 觉悟 有如太后公车及宴架 大王上谁攀忽 与谓促 孝王气数行下 谢安国曰 无精出鬼 神 鬼 神自杀 汉史还报 梁氏皆的事 安国之力也 于世锦帝 太后 亦从安国 孝王促 贡王即位 安国做法师官 居家 建缘中 五安侯田坟位 汉太位 清贵用事 安国以五百金物移坟 焚言安国太后 天子亦素闻其贤 及赵已为北帝都位 千位大司农 敏月 东月相攻 安国及大型王辉 将 魏智月 月杀其王将 汉兵一霸 建缘六年 五安侯卫成相 安国卫玉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 天子下议 大型王辉 燕人也 数为边利 席之胡适 一曰 喊 与匈奴和亲 律不过数岁及父被曰 不如误许 新兵及之 安国曰 千里而战 兵 不获利 金匈奴赴戎马之族 怀禽兽之心 千禧秒拒 难得而至也 得其地不足以为广 有其众不足以为强 自上古不属为人 汉数千里真利 责任马罢 鲁以权至其弊 且 强弩之急 使不能穿鲁稿 冲锋之末 力不能飘红毛 飞出不尽 莫利衰也 及之不变 不如和亲 群臣义者多赴安国 于是尚许和亲 其明年 则元光元年 燕门马亦豪聂翁一 因大型王辉言上曰 匈奴出和亲 亲信 边 可又以利 因使聂翁一未兼 王辱匈奴 未丹于曰 无能斩马亦令臣立 以臣 将 才物可尽得 丹于爱信之 以为然 许聂翁一 聂翁一乃孩 诈斩死罪囚 献其 投马亦臣 是丹于使者未信 约 马亦常立已死 可及来 于是丹于川赛将十余万 其 入武州赛 当事时 汉服兵车骑财官二十余万 逆马亦旁古中 魏魏李广魏萧齐将军 太蒲公 孙赫魏轻车将军 大型王辉魏江屯将军 太中大夫李席魏财官将军 御使代府韩安国卫 护军将军 诸将皆属护军 约丹于入马亦而汉兵纵发 王辉 李席 李广别从代主及其 资重 于是丹于入汉长城武州赛 位置马亦百余里 行掠路 图见序幕于也 不见一人 丹于怪之 攻封岁的武州卫使 欲赐问卫使 卫使曰 汉兵数十万辅马亦下 丹于故卫左右曰 己为汉所迈 乃引兵孩 初赛 曰 吴的卫使 乃天也 命 卫使为天王 赛下传言丹于已隐去 汉兵追至赛 杜福吉 吉霸 王辉等兵三万 闻丹于不与汉河 杜王吉资重 必与丹于经兵战 汉兵士必败 则以便宜霸兵 皆无功 天子怒王辉不出击丹于资重 善引兵霸也 徽曰曰 始曰 辱入马亦臣 兵与丹于皆 而臣及其资重 可得力 经丹于闻 不治而孩 臣以三万人重不敌 适取辱而 臣 故之孩而展 然得完毕下世三万人 于是下徽庭位 庭位当徽斗饶 当斩 徽丝行迁 经丹相坟 坟不敢言上 而言于太后曰 王辉手造马义士 经不成而诸徽 侍卫匈奴 报仇也 上朝太后 太后以丹相言告上 上曰 守卫马义士者 辉也 故发天下兵 数十万 从其言 为此 且纵丹于不可得 辉所不及其资重 由颇可得 以为世代复兴 经不诸徽 无以谢天下 于是辉闻之 乃自杀 安国为人多大略 致足以当事取和 而出于中后焉 贪事于财 所推举皆连世 贤 于己者也 于两举胡遂 赃固 致他 皆天下明世 事亦以此称目之 为天子已为国弃 安国为玉士大夫四岁于 丞相田粉死 安国行丞相世 奉引舵车俭 天子亦志相遇 用安国 使使世之 简胜 乃更以平及侯薛则为丞相 安国并免数月 简月 尚赴以安 国为中卫 遂于 喜魏魏魏 车骑将军为清及匈奴 初上谷 破湖龙城 将军里广为匈奴所得 赴师之 公孙敖 大王簇 皆当斩 赎未数人 明年 匈奴大入边 杀辽西太守 即入燕门 所杀略数千 人 车骑将军为清及之 出燕门 未为安国为财官将军 屯于于阳 安国补身路 严凶 奴远去 及上书言方田坐时 请且罢军屯 罢军屯越于 匈奴大入上谷 于阳 安国必 乃有七百余人 出余战 不胜 赴入弊 匈奴鲁掠千余人 及续产而去 天子闻之 怒 史史则让安国 屠安国一东 屯右北平 事实匈奴鲁言当入东方 安国使魏御史大夫及护军 后烧赤书 下迁 而新信状将军魏清等有功 义贵 安 国既疏远 默默也 将屯右位匈奴所欺 师王多 甚自愧 信的罢归 乃亦东西屯 义 忽忽不乐 数月 并殴写词 安国以元朔二年中促 太史公约 于与胡遂定律力 官含常如之意 胡遂之身中引后 事之严良多长者 不需哉 胡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以以为汉乡 会遂促 不然 胡遂之内连行修 私局功 君子也 所引述赞 安国忠厚 初卫良疆 应是做法 免徒奇象 死灰更燃 身鲁诗房 推贤见重 慧经一磅 血气雾主 臣洁可量 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广着 隆西臣寄人也 其先曰理性 秦时未将 逐得厌太子丹者也 故怀礼 喜晨记 广家世事寿舍 孝文第十四年 匈奴大入宵官 而广义良家子从军及胡 勇 善其舍 杀手卢多 为汉中郎 广从地理蔡义卫郎 皆为武其常侍 至八百十 常从行 有所名献者官及格猛兽 而文帝曰 习乎 子不遇时 如令子当高地时 万户侯其 足道哉 及孝景出力 广为隆西兜卫 习为其郎将 无储君时 广为萧綦兜卫 从太位雅夫 及无储君 取其 显功名昌意下 以梁王受广将军应 还 赏步行 席为上古太守 凶 奴日以何战 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契约 李广才契 天下无双 自负其能 术与鲁敌 战 孔王之 于是乃席为上郡太守 后广转为边郡太守 席上郡 常为隆西 北帝 燕门 戴郡 云中太守 皆以立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 天子使中贵人从广乐习兵及匈奴 中贵人将其数十纵 见匈奴三人 与战 三人还设 伤中贵人 杀其其且尽 中贵人走广 广曰 势必设雕者也 广乃岁从百旗往持三人 三人往马步行 行数十里 广令其其张左右翼 而广身自设比 三人者 杀其二人 生得一人 果匈奴射雕者也 以赴之上马 望匈奴有数千骑 见广 以为右骑 皆经 上山城 广之百骑皆大孔 欲持海走 广曰 无去大军数十里 今如此以百骑走 匈奴追涉我立境 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佑 必不敢及我 广令诸其曰 前 前卫道匈奴臣二理所 指 令曰 接下马解安 其其曰 鲁 多且敬 及有及 奈何 广曰 比鲁以我为走 今皆解安一事不走 用歼其矣 于是胡其遂不敢及 有白马将出户骑兵 李广上马与时于其 射杀胡白马将 而父还志 其其中 节安 令氏皆纵马卧 逝时会目 胡兵中怪之 不敢及 夜半时 胡兵亦以为 汉有福君于旁玉夜取之 胡皆引兵而去 平淡 李广乃归其大军 大军不知广所知 故 服从 居久之 孝景东 武帝立 左右已为广名将也 于是广已上郡太守魏魏央魏魏魏 而 陈不时亦魏常乐魏魏 陈不时故与李广聚以边太守将军屯 即出几湖 而广行无不武行 陈 旧善水草屯 舍止 人人自辩 不及刀斗以自卫 莫府省约文书即是 然亦远赤后 为常遇害 陈不时正部驱航五营陈 即刀斗 势力至军不致名 军不得休息 然亦为 常遇害 不时曰 李广军即简易 然鲁醋犯之 无以敬也 而其士族亦亦乐 贤乐为 之死 我军虽烦扰 然鲁亦不得犯我 适时汉边郡李广 陈不时皆为名将 然凶奴为 李广之略 士族亦多乐从李广而苦陈不时 陈不时孝景时以术直见为太中代夫 为人连 仅于文法 后汉以马逸臣又丹于 使大军辅马逸旁古 而广为萧綦将军 领属护军将军 事实 丹于觉知 去 汉军皆无功 其后四岁 广以为魏魏将军 出燕门籍匈奴 匈奴兵多 破败广军 身的广 丹于素文广贤 令约 得李广必生致之 胡其的广 广时商饼 至广两马间 落而胜卧广 行时于礼 广相思 逆其旁有一胡而骑善马 广赞藤而上 胡而马 应推舵而 取其宫 编马难持数十里 赴得其余军 因隐而入赛 匈奴补折其 数百追之 广行取胡而公 射杀追其 已故得托 于是致汉 汉下广力 力当广所失亡 多 为鲁所生的 当斩 孰未数人 请知 家居数岁 广家与顾影英侯孙平也居蓝田南山中涉猎 长夜从一齐出 从人 田间影 还致霸凌亭 霸凌未醉 何止广 广其曰 顾李将军 未曰 金将军上 不得夜行 何乃故也 至广速亭下 居无和 匈奴入沙辽西太守 拜韩将军 后韩将 军喜右北平 于是天子乃照拜广位右北平太守 广即请霸凌未语句 致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 匈奴闻之 昊曰 汉之非将军 必知数岁 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列 见草中时 以为虎而设之 中时梅族 适之时也 应赴更设之 终不能赴 入时已 广所居郡文有虎 长字设之 及居右北平设虎 虎藤商广 广义竟设杀之 广连 得赏赐折分其挥下 隐时与世共之 中广之身 为两千十四十余年 家无余 才 中不严家产事 广为人长 原必 其善设意天性也 虽其子孙他人学者 莫能极广 广那口少言 与人居则化的魏军臣 设阔侠义影 专以设魏系 尽死 广之将兵 乏 绝之处 见水 士族不尽影 广不尽水 士族不尽时 广不尝时 宽幻不苛 事以此爱 乐为用 骑射 见狄疾 飞在数十步之内 肚不忠不发 发及应咸而道 用此 骑将兵 术困乳 骑射猛兽意味所伤云 居请之 石剑簇 于是上召广代剑位郎终领 元朔六年 广赴位后将军 从大将军 军出定乡 及匈奴 朱将多中手鲁律 以公位侯者 而广军无功 后二岁 广以郎终领 将四千齐出右北平 伯望侯张千将万齐与广聚 意道 新客树百里 匈奴左贤王将四万 齐为广 广军是皆孔 广乃使其子敢往持之 敢读语数十齐持 直冠胡齐 出齐左右而 还 告广曰 葫鲁一羽耳 君是乃安 广为还城外乡 胡及及之 使下如雨 汉兵 死者过半 汉使且尽 广乃令是池闷无发 而广深自以带黄设 骑皮匠 沙树人 葫芦翼 解 惠日暮 历世皆无人色 而广义气自如 义治君 军中自是福其永也 明日 复利 战 而伯旺侯军一致 匈奴军乃解去 汉军罢 福能追 适时广军即眉 罢归 汉法 伯旺侯留持后期 当死 蜀卫数人 广军公自如 无赏 初 广之从地理 蔡宇广惧是孝文帝 景帝时 蔡姬功劳至两千十 孝武帝时 至代 相 以袁硕五年为轻车江车 从大将军及右贤王 有功忠律 封为乐安侯 袁硕二年中 代公孙宏为丞相 蔡为人在下中 名声出广下甚远 然广不得决意 官不过九卿 而 蔡为列侯 位至三公 诸广之君立即士族获取封侯 广常与旺契王朔艳语 曰 自汉 及匈奴而广未常不在其中 而诸不孝位以下 才能不及中人 然以及胡军公取侯者数十 人 而广不为后人 然无尺寸之公义的封义者 何也 其无相不当侯谐 且顾命也 朔曰 将军自念 其常有所恨乎 广曰 无常为拢西手 枪常反 无诱而降 降 这八百余人 无诈而同日杀之 至今大恨读此儿 朔曰 或莫大于杀以降 此乃将 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 大将军 票其将军大出击匈奴 广述自寝行 天子以为老 扶许 两久乃 许之 以为前将军 世岁 元寿四年也 广即从大将军亲及匈奴 即出塞 亲补鲁之丹于所居 乃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广并 于幼将军军 出东道 东道少回远 而大军行水草少 其事不屯行 广自请约 臣补 为前将军 经大将军乃习令臣出东道 且臣解法而与匈奴战 经乃义得当丹于 臣元居 前 先死丹于 大将军亲意应受上戒 以为李广老 竖其 无令当丹于 恐不得所欲 而是时公孙敖兴师侯 为中将军从大将军 大将军亦欲使敖宇聚当丹于 故喜前将军 广 广时之之 故自辞于大将军 大将军不听 令常使封书与广之莫府 约 即义部 如书 广不屑大将军而起行 亦甚运怒而救部 引兵与幼将军时其和军出东道 军 王道 或师道 后大将军 大将军与丹于接战 丹于顿走 福能得而还 南绝目 御前 将军 又将军 广以见大将军 还入军 大将军史长史词 劳以广 应问广 时其师道 壮 轻遇上书报天子军曲折 广卫对 大将军史长史及则广之莫府对部 广曰 诸笑 为无罪 乃我自师道 无经自上部 至莫府 广卫其挥下曰 广结法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精信从大将军出接丹于兵 而大将军又喜广步行回远 而又迷失道 岂非天灾 且广年六十余以 终不能复对刀 弼之力 遂引刀自警 广军誓代府义军皆哭 百姓闻之 之与不知 无老状皆未垂涕 而广将军独下力 当死 蜀未数人 广子三人 约当户 娇 赶 魏郎 天子与含燕戏 燕少不逊 当户集燕 燕走 于是天子以为勇 当户早死 拜娇为代郡太守 皆先广死 当户有一父子明邻 广死军 十 赶从票其将军 广死明年 李蔡已成像座青孝锦元软的 当下立志 蔡易自杀 补 对狱 国除 李敢以校尉从票其将军及胡左贤王 立战 夺左贤王古旗 斩首多 刺绝 官内侯 十亿二百户 代广位郎中领 请之 愿大将军亲之恨其父 乃及伤大将军 大将军逆会之 居无和 敢从上拥 致甘权攻略 票其将军去病与亲友亲 射杀敢 去病 十方贵姓 尚会云陆处杀之 居遂于 去病死 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 爱信 敢男与有 宠于太子 然好力 李氏林持衰为矣 李林济壮 选为建章坚 坚诸其 善设 爱氏族 天子以为李氏是江 而始江八百 其 长身入匈奴二千余里 过居岩氏地形 魔所见鲁儿孩 拜位其兜卫 将丹阳处人武 千人 教舍九泉 张叶以屯为狐 数岁 天汉二年秋 二师将军李广立江三万其 几几凶奴又贤王于齐连天山 而始临江 其舍士步兵五千人出居沿北可千余里 欲以分凶奴兵 无令专走二师也 灵迹至其孩 而丹羽以兵八万为集邻军 邻军五千人 兵使寂静 誓死者过半 而所杀伤匈奴亿万余人 且隐且战 连斗八日 还未到居岩百余里 匈奴遮阙决道 临时乏而就兵不到 鲁 吉吉昭降陵 林曰 无面目报陛下 遂将匈奴 其兵敬眉 于王散的归汉者四百余人 丹羽既得陵 素闻其佳身 即战幼壮 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 汉文 族陵母妻子 自逝之后 李氏明白 而隆熙之逝居门下者皆用未持焉 太史公曰 传曰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位也 于度李将军圈圈如彼人 口不能道辞 即死之日 天下之语不知 皆未敬哀 必其忠实 心诚信于世代赴也 燕曰 逃离不严 下自晨曦 此言虽小 可以遇大也 所引数赞 原必善设 实负其能 解安阙敌 原阵催风 边郡履守 大军再从 失道剑斥 树其不疯 习栽名将 天下无双 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 其先祖下后世之苗一也 曰淳为 唐于以上有山戎 险云 昏舟 居于北瞒 随序目而转移 其处之所多则马 牛 羊 其其处则驼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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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尘锅驼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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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兵则刀缠 利 则进 不利则退 不休顿走 苟利所在 不知理矣 自君王以下 咸食处肉 依其匹格 被沾囚 壮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余 贵壮贱 贱老弱 父死 妻其后母 兄弟死 皆 取其妻其之 其俗有名不惠 而无性自 下道衰 而弓流失其技官 便于西戎 异于兵 其后三百有余岁 荣敌弓大王弹复 弹复王走其下 而兵仁兮从弹复而一焉 作周 其后百有余岁 周西博昌伐犬一世 后时有余年 武王伐咒而迎洛义 附居于封号 放竹戎 宜金 落之北 以时入贡 命约 荒浮 其后二百有余年 周到衰 而沐王伐犬戎 得四白狼 四白鹿已归 自逝之后 荒浮不至 于是周遂作辅行之辟 沐王之后二百有余年 周幽王用宠姬 四肢故 与 身侯有雀 身侯怒而与犬荣共攻杀周幽王于离山之下 遂取周之交祸 而居于京卫之间 清报中国 秦湘公救周 于是周平王去封号而东袭洛义 当事之时 秦湘公罚荣至其 始列为诸侯 事后六时有五年 而山荣月燕而罚其 其离公与战于其交 其后四十四 年 而山荣罚燕 燕告急于其 其还公北伐山荣 山荣走 其后二时有余年 而荣敌至 落邑 罚周湘王 湘王奔于阵之范义 初 周湘王遇罚阵 故取荣敌女位后 与荣敌兵 共罚阵 以而处敌后 敌后怨 而湘王后母约会后 有子子代 御立之 于是会后与敌 后 子代为内应 开荣敌 荣敌已故得入 破竹周湘王 而立子代为天子 于是荣敌或 居于露魂 东至于魏 倾道暴虐中国 中国吉之 故诗人歌之曰 荣敌适应 宝伐 县运 至于大园 出于蓬蓬 陈彼朔芳 周湘王继居外四年 乃史史告急于靖 靖文公出力 欲修罢业 乃新施法 竹荣敌 朱子代 营内周湘王 居于洛邑 当世之时 秦敬未强国 靖文公让荣敌 居于何西营 洛之间 昊曰赤敌 白敌 秦目公得由于 西荣八国 浮于秦 故自隆以西有年珠 滚荣 敌 荣之荣 齐 梁山 清 七之北有义渠 大力 乌氏 渠掩之荣 而靖北有灵狐 楼梵之荣 燕北有东湖 山荣 各分散居西谷 自有军长 往往而聚者百有余荣 然莫能向依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 靖到宫始未降和荣敌 荣敌朝靖 后百有余年 照相子于聚注 而破并带以灵狐河 其后既与寒魏共灭至伯 分敬的而有之 则照有代 巨注之北 为 有河西 上郡 以与荣界边 其后义渠之荣 铸成锅以自首 而秦烧蚕时 至于惠王 遂 八义渠二十五成 惠王即位 未进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秦昭王时 义渠荣王与宣太后乱 有二子 宣太后乍而杀义渠荣王于甘泉 遂起兵伐残义渠 于是秦有陋西 北地 上 郡 驻长城以巨湖 而照武陵王义便俗湖服 习其设 北破陵湖 楼帆 驻长城 自带 并因山下 至高雀未塞 而至云中 燕门 带郡 其后燕有贤将秦开 位置于湖 湖慎 幸之 归而席破走东湖 东湖却迁于里 与今可赐秦王秦武扬者 开之孙也 燕亦筑长 臣 自造扬至湘平 至上古 于扬 又北平 辽西 辽东郡 以巨湖 当世之时 官代战 国欺 而三国鞭于匈奴 其后赵江里牧时 匈奴不敢入赵边 后勤灭六国 而始皇帝时 蒙田将十万之众北极湖 西收河南地 因河未塞 驻四十四县城林河 喜事术已冲之 而通之道 自九元至云阳 因边山险禅西谷可善者致之 启灵桃至辽东万余里 又渡河 距阳山北甲中 当世之时 东湖强而越士圣 匈奴丹于约头曼 头曼不胜情 北喜 十余年而蒙田 死诸侯叛情 中国扰乱 诸秦所喜事 戍边者皆赴去 于是匈奴的宽 富烧渡河南与中 郭戒于顾塞 丹于有太子明茂顿 后有所爱恶事 申少子 而丹于玉废茂顿 而立少子 乃时茂顿 执于越士 茂顿既执于越士 而投曼即即越士 越士欲杀茂顿 茂顿到其善马 其之王 归 投曼以为壮 令将万其 茂顿乃作为鸣笛 习乐其其设 另曰 鸣笛所设而不惜 设者 斩之 行列鸟兽 有不设鸣笛所设者 者斩之 以而茂顿以鸣笛自设其善马 左右或不敢设者 茂顿力斩不设善马者 居请之 富以鸣笛自设其爱妻 左右或剖孔 不敢设 茂顿又复斩之 居请之 茂顿出列 以鸣笛设单于善马 左右皆设之 于是茂 顿之其左右皆可用 从其负单于投曼列 以鸣笛设投曼 其左右一皆随鸣笛而设杀单于 投曼 遂静诸其后母与帝及大臣不听从者 茂顿自立位单于 茂顿纪力 适时东湖强盛 闻茂顿杀父自立 乃时时未茂顿 遇得投曼时有千里马 茂顿问群臣 群臣皆曰千里马 匈奴宝马也 物语 茂顿曰 奈何与人邻国 而爱亦马乎 遂与之千里马 居请之 东湖以为茂顿未知 乃时时未茂顿 遇得单于 一二事 茂顿父问左右 左右皆怒曰 东湖无道 乃求二事 请及之 茂顿曰 奈何与人邻国爱亦女子乎 遂取所爱二事与东湖 东湖王玉一交 西青 与匈奴奸 中有戚的 莫居 千里里 各居其边未欧托 东湖史时未茂顿曰 匈奴所与我戒欧托 外戚的 匈奴非能致也 无欲有之 茂顿问群臣 群臣或曰 此戚的 与之亦可 物语亦可 于是茂顿大怒曰 帝者 国之本也 奈何与之 诸言与之者 皆斩之 茂顿上马 令国中有后者斩 遂东西及东湖 东湖初清茂顿 不畏背 及茂顿以兵制 及 大破灭东湖王 而鲁齐名人及蓄产 既归 西及走越士 南并楼梵 白阳河南亡 西复收秦 所使蒙田 所夺凶奴地者 与汉官顾河南塞 至朝 夫师 岁清燕 代 是 石汉兵与项羽相聚 中国霸于兵阁 以故茂顿的自强 空闲之势三十余万 自成为以至头漫千有余岁 十大十小 别散分离 尚以 其事传不可得而刺云 然 至茂顿而匈奴最强大 竟服从北宜 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其事传国官号 乃可得而济云 至左右贤王 左右古离王 左右大将 左右大兜卫 左右大当户 左右古兜侯 凶 奴魏贤曰 图齐 故常以太子为左图齐王 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 大者万其 小 者数千 凡二十四长 利昊曰 万其 朱大臣皆是官 忽掩是 蓝是 其后有须不是 此三姓其贵种也 朱左方王将居 东方 直上古以往者 东皆会合 朝鲜 右方王将居 西方 直上郡以西 皆月是 滴 腔 而丹于之亭 直带 云中 各有分地 竹水草以洗 而左右贤王 左右古离王最为大 左右古兜侯府阵 朱二十四长亿各自至千长 百长 十长 臂小王 臂小王 丰都为 当户 且渠之属 岁真月 朱长小会 丹于亭 辞 五月 大会龙臣 祭其先 天地 鬼神 秋 马肥 大会跌临 客笑人处祭 其法 拔任持者死 做盗者 末入其家 有罪 小者扎 大者死 欲久者 不过十日 异国之求 不过数人 而丹于朝出营 拜日之时生 戏拜月 其左 长左而北乡 日上误己 其送死 有官果经营依求 而无风数丧福 尽兴臣妾从死者 多至数千百人 举世而后心悦 越胜壮则攻战 越窥则退兵 其攻战 斩首鲁次亦之久 而所得鲁获 应以语之 得人以为奴婢 故其战 人人自卫去立 善未又兵以冒敌 故 其见敌则逐力 如鸟之急 其困败 则瓦解云散矣 战而浮于死者 尽得死者加财 后北浮魂宇 驱舍 丁陵 立坤 心离之国 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福 以冒断丹于 魏贤 适时汉出定中国 喜韩王姓于代 都马义 匈奴大功为马义 韩王姓将匈奴 匈奴 得姓 阴影兵难于巨注 攻太原 至近阳下 高地自将兵网集之 惠东大寒于雪 醋之 舵指者十二三 于是茂顿翔败走 又汉兵 汉兵逐籍茂顿 茂顿逆其精兵 见其雷弱 于是汉西兵 多步兵 三十二万 北逐之 高地先至平臣 步兵未尽到 茂顿纵精兵四 十万骑为高地于白灯 七日 汉兵中外不得相就享 匈奴骑 骑西方进白马 东方进青 芒马 北方进乌里马 南方进新马 高地乃使 时间后一二世 二世乃为茂顿约 两主 不相困 金的汉的 而丹于中非能居之也 且汉王亦有神 丹于查之 茂顿与韩王姓 之将望皇 赵立其 而皇 立兵又不来 以其与汉有谋 亦取恶事之言 乃解为之一角 于是高地令 是皆持满腹石外乡 从解脚直出 竟与大军和 而茂顿遂引兵而去 汉义 引兵而罢 使留静结和清之曰 事后韩王姓 为匈奴将 及赵立 王皇等数被曰 清道代 云中 居无几何 陈兮反 又与韩姓 和谋及代 汉使凡怪 网及之 赴拔代 燕门 云中 郡县 不出塞 事实匈奴 以汉将重网将 故茂顿长往来清道代帝 于是汉换之 高地乃使留静奉宗室 女公主魏丹 于二是 岁奉匈奴续增九米十物 各有数 约为昆帝已和清 茂顿乃少之 后燕王卢晚返 律其党数千人将匈奴 往来苦上古以东 高祖东 孝慧 吕太后时 汉出定 故匈奴已交 茂顿乃未 书已高后 网言 高后 玉吉之 朱江曰 以高地贤武 然尚困于平城 于是高后乃止 赴予匈奴和清 至孝文帝出力 赴修和清之事 其三年五月 匈奴又贤王入居河南的 清道上俊宝 塞满移 杀掠人民 于是孝文帝赵 陈相冠 因发车其八万五千 亿高奴 及有贤王 有贤 王走出赛 文帝姓太元 事实际北王返 文帝归 霸陈相及胡之兵 其明年 丹于遗憾书曰 天所利匈奴大丹于 敬问皇帝无恙 前时皇帝言和清史 称书义 何欢 汉边立清武又贤王 又贤王不请 听后义如侯南士等计 与汉立相聚 绝二主之曰 离兄弟之亲 皇帝让书再治 发始以书报 不来 汉时不治 汉以其故不 何 邻国不赴 经以小力之拜曰 故 伐又贤王 使之西求越是吉之 以天之福 立醋梁 马强立 以宜灭越士 竟斩杀将下之 定楼兰 乌孙 忽皆及其旁二十六国 皆已为 匈奴 诸隐公之名 并未一家 北周已定 原请兵修士族养马 除前世 父故曰 以安 编民 以应使故 使少者得成其常 老者安其处 世世平乐 未得皇帝之志也 故使郎 忠细于浅奉书请 献驮他一匹 骑马二匹 驾二四 皇帝及不欲匈奴竞赛 则且照立名 愿舍 使者至 及浅之 以六月中来至兴旺之地 书至 汉义及与何清熟辩 公清皆 约 丹于心破月事 陈胜 不可及 且得匈奴的 则鲁 非可居也 何清甚便 汉 许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 汉移匈奴书约 皇帝敬问匈奴大丹于无恙 使郎中细语浅一阵 书约 又贤王不寝 听后亦如侯南士等纪 绝二主之曰 离兄弟之亲 汉已故不合 邻国不赴 经以小利拜曰 顾罚又贤王时兮及岳士 尽定之 原请兵修士族养马 除钱 是 赴顾曰 以安鞭名 使少者得臣其长 老者安其处 事事平乐 正甚加之 此故 圣主之义也 汉宇匈奴约为兄弟 所以已丹于圣后 被约离兄弟之亲者 常在匈奴 然 又贤王室已在设前 丹于物身诛 丹于若称书义 明告诛力 使无赴约 有幸 竟如丹 于书 使者言丹于自将法国有功 胜苦兵士 扶袖掐起衣 袖掐长如 紧掐袍各衣 笔 鱼衣 黄金士巨带衣 黄金须披衣袖十匹 紧三十匹 赤提 绿增各四十匹 始终大 夫意 业者令兼仪丹于 后请之 冒顿死 子姬周立 号约老上丹于 老上姬周丹于出力 孝文皇帝父遣宗室女公主 为丹于二世 使患者宴人中行说复公 主 说不欲行 汉强使之 说约 必我行也 为汉患者 中行说济致 应降丹于 丹于圣亲信之 出 匈奴好汉 增序实物 中行说约 匈奴人重不能当汉之一俊 然所以强者 以 依实义 无养于汉也 经丹于便俗好汉物 汉物不过十二 则匈奴尽归于汉以 其得汉 增序 以持草集中 依库皆列弊 以事不如 沾求之完善也 得汉实物皆去之 以事不如 洞涝之便美也 于是说 教丹于 左右书记 以记刻其人 重处物 汉移丹于书 读以 尺一寸 此曰 皇帝 敬问匈奴大 丹于无恙 所移物 及言语 云云 中行说令 丹于 以汉书 以尺二寸 读 即应 封皆令 广大长 据奥 其词曰 天地 所生日 月 所 至匈奴大丹于 敬问汉皇帝 无恙 所以 一物言语 亦云云 汉史获言曰 匈奴俗贱老 中行说穷 汉史曰 而汉俗屯数 从军当发者 其老 亲其有不自脱 温厚肥美 以饥送饮食 行 术乎 汉史曰 然 中行说曰 匈奴明 以 战功未事 其老 若不能斗 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 盖以自卫守卫 如此父子各得酒香 宝 何以言匈奴亲老也 汉史曰 匈奴父子乃同穷奴而我 父死 妻其后母 兄弟 死 竟取其妻妻之 无官待之事 却庭之礼 中行说曰 匈奴之俗 仍食处肉 饮 其枝 依其皮 畜食草饮水 随时转移 故其极则人席其设 宽则人乐无事 其约竖清 一行也 君臣简易 一国之震由一身也 父子兄弟死 取其妻妻之 二种姓之师也 故匈奴虽乱 必立宗种 经中国 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 亲属一书则相杀 至乃一姓 皆 从此类 且礼义之弊 上下交愿望 而是巫之极 身立必屈 夫力跟桑以求衣食 助成 郭以自备 故其名吉 则不惜战功 缓则霸于作业 皆土士之人 故无多词 令迭迭而战 官顾何当 自逝之后 汉史欲辩论者 忠行说则曰 汉史无多言 故汉所书匈奴 增序明也 令其量中 必善美而己 以何以为言乎 且所给备善则以 不备 苦恶 则后秋熟 以 其持柔而驾色而 日夜教丹于后厉害处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 匈奴丹于十四万骑入朝 萧关 沙北帝都未养 鲁人民续产 盛多 岁至彭阳 使其兵入烧回中宫 后其至雍甘权 于是文帝以中卫周舍 郎中令章 五位将军 发车千臣 骑十万 军长安庞已被虎扣 而拜昌侯卢卿卫上郡将军 宁侯卫 卫北的将军 龙绿侯周 卫隆西将军 东阳侯张相如卫大将军 成侯董赤卫前将军 大发车骑网及湖 丹于留塞内月于乃去 汉竹出塞及海 不能有所杀 匈奴日已交 随 入边 杀掠人名旭产盛多 云中 辽东最盛 致带郡万余人 汉换之 乃史史仪匈奴书 丹于亦史当户报谢 赋言和轻史 孝文帝后二年 史史仪匈奴书曰 皇帝敬问匈奴大丹于无恙 史当户且居雕渠南 郎中寒聊一阵马二匹 已至 尽寿 先帝至长城以北 隐功之国 寿命丹于长城 以内 官代之事 正义至之 使万民根之涉猎衣食 父子无离 臣主相安 巨无暴逆 经文谢二民贪将其进取之力 被义绝约 望万民之命 离两主之欢 然其事已在前已 书约 二国已和亲 两主欢说 请兵修促养马 世事昌乐 细然根使 正圣家之 圣人者日心 改作根使 使老者得习 幼者得偿 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 正义丹于巨 由此道 顺天续名 世事相传 师之无穷 天下莫不贤辩 汉与匈奴邻国之敌 匈奴处 北的 韩 杀器早将 故照力 以丹于 熟涅 金箔 斯绪 驼物碎有数 经天下大安 万民兮兮 正义丹于 未知父母 正追念前世 薄悟细故 谋臣济师 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 正文 天不剖腹 得不偏载 正义丹于 皆捐网细故 巨岛大道 堕坏前恶 以图长久 使两国 知名若一家子 圆圆万民 下集于鳖 上集飞鸟 弃行会席如洞之类 莫不就安利而辟 为歹 故来者不止 天知道也 据去前世 正是陶鲁明 丹于无言张尼等 正文古之地 王 约分明而无时言 丹于留志 天下大安 和清之后 汉过不先 丹于其茶之 丹于既约和清 于是至诏玉使约 匈奴大丹于 以证书 丹和清已定 亡人不足以 义众广的 匈奴无入赛 汉无出赛 犯约折杀之 可以久轻 后无救 巨变 正义许之 其不告天下 使明知之 后四岁 老上姬周丹于死 子君臣立位丹于 纪立 孝文皇帝 赋予匈奴和清 而终 行说父是之 君臣丹于立四岁 匈奴父绝和清 大入上郡 云中各三万旗 所杀略慎重而去 于 是汉使三将军 军屯北的 带屯巨柱 赵屯飞虎口 原边亦各监守 以背虎口 又至三将军 军长安息系柳 为北极门 坝上以背虎 虎其入带巨柱边 风火通于甘泉 长安 数 月 汉兵至边 匈奴亦去远塞 汉兵亦霸 后岁于 孝文帝崩 孝景帝立 而赵王岁乃 应使人于匈奴 无处反 欲与赵和谋入边 汉为破赵 匈奴亦指 自逝之后 孝景帝父 与匈奴和亲 通关事 给宜匈奴 遣公主 如故曰 忠孝景时 使小入道边 无大寇 经帝即位 明和亲约束 后遇 通关事 饶给之 匈奴自丹于 以下皆清汉 往来长 臣下 汉使马亦下人 涅翁依奸兰兰出物与匈奴交 祥为卖马亦臣以诱丹于 丹于 丹于兴之 而贪 马亦财务 乃以十万其入五周赛 汉服兵三十余万马亦旁 御使代府 韩安国卫护军 虎 四将军以服丹于 丹于 寄入汉赛 位置马亦百余里 见处不也而无人目者 怪之 乃功 亭 是时燕门 卫使行脚 剑寇 保此亭 之汉兵谋 丹于的 欲杀之 卫使乃告丹于汉 兵所居 丹于大经约 无故移之 乃隐兵海 出约 无的卫使 天也 天使若言 以卫使为 天王 汉兵约 丹于入马亦而纵 丹于不治 以故汉兵无所得 汉将军 王辉不出代极胡资众 闻丹于海 兵多 不敢出 汉以辉本造兵谋而不尽 斩辉 自逝 之后 匈奴绝和亲 公当陆塞 往往入道于汉边 不可胜数 然匈奴贪 上乐观世 是 汉财物 汉义上观世 不绝以忠之 自马义军后五年之秋 汉十四将军各万其 及胡观世下 将军为清出上谷 至龙城 得胡守鲁七百人 公孙鹤出云中 无所得 公孙鹅出代骏 为胡所败七千余人 立广出 燕门 为胡所败 而匈奴深的广 广后的王归 汉求敖 广 敖 广 广 蔬 未数人 其东 匈奴树入道边 于阳游盛 汉使将军 韩安国屯于阳背湖 其明年秋 匈奴二万其入汉 沙辽西太守 略二千余人 胡又入败于阳太守 国军千余人 为汉将军安国 安国时千余其 亦且敬 慧燕就至 匈奴乃去 匈奴又入燕门 杀掠千余人 于是汉使将军 魏清江三万 其出燕门 里席出代骏 及胡 的手鲁数千人 其明年 魏清复出云中 以西至陋西 及 胡之楼凡 白阳王于河南 的胡首鲁数千 牛阳百于万 于是汉穗取河南的 祝朔方 复善故秦时蒙田所为塞 因何未故 汉义气上古之石 辟现造阳的 以与胡 世穗汉之源 朔二年也 其后东 匈奴君臣丹于死 君臣丹于帝左骨 黎王一致邪自立为丹于 攻破君臣丹于 太子于丹 于丹王将汉 汉丰于丹未设安侯 数月而死 一致邪丹于 祭吏 其下 匈奴数万 其入沙代骏 太守公友 略迁于人 其秋 匈奴又 入燕门 沙略迁于人 其明年 匈奴又 复复入戴郡 定乡 上郡 各三万骑 杀掠数千 人 匈奴又贤王 愿汉夺之河南的 而住朔方 数为寇 道边 急入河南 侵扰朔方 杀掠 立明其重 其明年春 汉已为 清卫大将军 将六将军 十余万人 出朔方 高阙及胡 又贤王 以为汉兵不能治 饮酒醉 汉兵出塞六七百里 也为幼贤王 幼贤王大惊 脱身逃走 朱京其王往随后去 汉的幼贤王 众男女万五千人 毕小王十余人 其秋 匈奴万其入沙 代骏都为朱英 略千余人 其明年春 汉父前大将军 魏清将六将军 兵十余万其 乃在出定 湘数百里 及匈奴 的首鲁前后 凡万九千余 及 而汉一王两将军 均三千余其 右将军 见得以身托 而前将 军西侯 赵姓兵不立 将匈奴 赵姓者 故胡小王 将汉 汉丰 魏西侯 以前将军 与右将 军并军分行 独遇丹瑜兵 顾静梅 丹瑜既得西侯 以为自赐王 用其解妻之 与谋汉 姓教丹瑜 一北掘墓 以右霸汉兵 剿急而取之 无尽赛 丹瑜从其继 其明年 胡其 万人入上谷 杀数百人 其明年春 汉使 票其将军 去并将 万骑出 龙溪 过燕之山 千余里 及匈奴 的虎首鲁 万八千余 及 破得修徒 王济天 惊人 其下 票其将军 赋予和其 侯数万骑出 龙溪 北帝尔 千里 及匈奴 过居炎 攻其连山 的虎首鲁 三万余人 毕小王 以下七十余人 事实凶 奴役来入带郡 燕门 杀掠数百人 汉使伯望侯及李将军 广出右北平 及匈奴 左贤王 左贤王为李将军 促可四千人 且尽 杀鲁役过当 惠伯望侯君救治 李将军的托 汉 师王数千人 和其侯后票其将军 其 及与伯望侯皆当死 赎未数人 祈秋 丹于怒魂邪王 修徒王 居西方为汉所杀戮数万人 欲赵诸之 魂邪王与修徒 王恐 谋将汉 汉使票其将军网迎之 魂邪王杀修徒王 并将其中将汉 凡四万余人 好十万 于是汉以得魂邪王 则隆西 北地 何西亦少狐寇 喜关东平民处所夺匈奴河 南 心情中以时之 而俭北的以西数促半 其明年 匈奴入右北平 定乡各数万骑 杀 略迁于人而去 其明年春 汉谋曰 西侯姓魏丹于祭 居沐北 以为汉兵不能治 乃宿马发十万 其 司从马凡十四万匹 良重不予焉 令大将军亲 票其将军去并中分军 大将军出顶 湘 票其将军出代 贤曰 掘墓及匈奴 丹于文之 远其滋重 以经兵呆于沐沐 与汉大 将军皆战一日 惠墓 大风起 汉兵纵左右 亦为丹于 丹于自渡战 不能如汉兵 丹于碎 独身羽状 其数百溃 汉为西北顿走 汉兵夜追不得 行斩补匈奴 守卢万九千级 北至田延 山照幸尘而海 丹于之顿走 其兵往往与汉兵 相乱而随丹于 丹于九步与其大众相的 其右谷离王 以为丹于死 乃自立位丹于 真丹于 负得其重 而右谷离王 乃去其丹于号 负位右谷离 王 汉票其将军之初 带二千余里 与左贤王接战 汉兵的狐首鲁凡 七万余及 左贤王将 接顿走 票其封于狼居须山 蝉孤眼 临汉海而海 事后匈奴远顿 而目难无王庭 汉渡和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往往通渠至田 官吏促 五六万人 烧蚕食 得皆匈奴一辈 初 汉两将军大出为丹于 所杀鲁八九万 而汉氏族悟故一数万 汉马死者十余万 匈奴虽病 远去 而汉义马少 无以赴往 匈奴用照姓之计 浅食于汉 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意 或言和亲 或言遂臣之 臣向常使任常曰 匈奴心破 困 已可食为 外臣 朝请于边 汉使任常于丹于 丹于闻场记 大怒 留之不浅 先是汉亦有所将 匈奴使者 丹于亦折留汉使相当 汉方复收士马 会票其将军去并死 于是汉九步北极 胡 数岁 医治邪丹于历十三年死 子乌为历位丹于 四岁 汉原顶三年也 乌为丹于 历 而汉天子使出寻郡县 其后汉方南诸两月 不及匈奴 匈奴亦不倾入边 乌为丹于历三年 汉已灭南月 潜顾泰普赫江万五千 其出九元二千余里 致福居井 而还 不见匈奴义人 汉又潜顾从彪侯赵破 奴万余其出令居数千里 致凶河水而还 亦 不见匈奴义人 誓时天子寻边 致硕方 勒兵十八万其已见五劫 而使郭吉封告丹于 郭吉祭致凶 奴 匈奴主客问所使 郭吉礼杯言好 曰 无见丹于而口言 丹于见吉 吉曰 南月望头已悬于汉北阙 经丹于吉前于汉战 天子自江兵呆边 丹于吉不能 吉南面儿 臣于汉 河土远走 王逆于墓北汉苦无水草之地 无味也 与促而丹于大怒 力斩主 客见者 而流郭吉不归 千知北海上 而丹于中不肯未扣于汉边 修养习士马 习涉猎 述使使于汉 好词甘言求请和亲 汉使王乌等亏匈奴 匈奴法 汉使非去劫而以默情其面者 不得入穷奴 王乌 北的 人 习狐俗 去其劫 勤念 得入穷奴 丹于爱之 详许甘言 未遣其太子入汉位之 以求和亲 汉使阳性于匈奴 适使汉东拔会和 朝鲜以为郡 而西至九泉郡以立绝湖与腔通之 路 汉又西通月市 大夏又以公主七乌孙王 以分匈奴西方支援国 又北义广田致贤 雷未塞 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 嗜碎 西侯信死 汉用侍者以匈奴为以弱 可成从也 阳性为人刚直屈强 素非贵臣 丹于不清 丹于欲照入 不肯去劫 丹于乃座穹庐外见 阳性 阳性既见丹于 说曰 吉欲和亲 以丹于太子位职于汉 丹于曰 非故曰 故曰 汉长浅翁主 给增序实物有品 以和亲 而匈奴亦不扰边 今乃欲反故 令无 太子位职 无己意 匈奴俗 见汉使非中贵人 其如先 以为欲说 则其辩 其少年 以为欲赐 则其弃 每汉使入匈奴 匈奴则报偿 汉留匈奴史 匈奴亦留汉史 必得 当乃肯治 阳性既归 汉使王乌 而丹于父以干言 欲多的汉财物 代为王乌约 无欲辱 汉见天子 面相约为兄弟 王乌归报汉 汉未丹于 驻底于长安 匈奴约 非得汉贵 人使 无不语成语 匈奴使其贵人 治汉 并汉语药 欲悦之 不幸而死 而汉使鹿 冲国配两千十应 寿往事 因诵其丧 后葬直数千金 曰此汉贵人也 丹于以为汉杀 无贵使者 乃流陆冲国不归 诸所言者 丹于特空代王乌 书无亦入汉及浅太子来职 于是匈奴数使其兵侵犯边 汉乃拜郭昌位拔胡将军 及着野猴豚朔方以东 背胡 陆冲 国流匈奴三岁 丹于死 乌为丹于立十岁而死 子乌师奴力为丹于 年少 好位而丹于 四岁原封六年也 自此之后 丹于亦西北 左方兵执云中 右方执九泉 顿皇郡 而丹于立 汉使两使者 一调丹于 一调又贤王 欲以乖其国 使者入匈奴 匈奴 西江至丹于 丹于怒而尽留汉使 汉使留匈奴者前后使于辈 而匈奴使来 汉义者留香 当 世岁 汉使二师将军广立西伐大碗 而令婴于将军熬住寿祥城 其东 匈奴大于雪 处多鸡寒死 而丹于年少 好杀伐 国人多不安 左大都为御杀丹于 使人间告汉曰 我御杀丹于将汉 汉远 急兵来迎我 我急发 出 汉文此言 故驻寿祥乡臣 由 以为远 其明年春 汉使着野猴破奴江 二万余 其出朔方西北 二千余里 其至郡基山而海 卓 野猴既至其而海 左大都为御发而绝 单于诸之 发左方兵及卓野 卓野猴行捕首鲁的 数千人 海 未至寿祥城四百里 匈奴兵八万其为之 卓野猴也自出求水 匈奴兼补 深得卓野猴 应及及其军 君中国纵卫护 为王卫渠 相与谋约 及诸孝位为王将军 而诸之 莫相劝归 君遂媚于匈奴 匈奴而单于大喜 遂遣其兵攻寿祥臣 不能下 乃寇入边而去 其明年 单于玉自攻寿祥臣 未至 并死 而单于立三岁而死 子年少 匈奴乃立其继父 巫为单于帝 幼贤王 许离狐为单于 是 岁太初三年也 许离狐单于立 和史光路徐自卫 初五元赛 数百里 远者千余里 铸成张列亭 至卢渠 而史游及将军 韩说 长平侯卫 抗屯其旁 使强弩都为陆伯多住居 岩则上 祈求 匈奴大入定乡 云中 杀掠数千人 败数两千十而去 行破坏光路所住陈列 亭章 又使又贤王入九泉 张业 掠数千人 惠人闻及旧 竟负师所得而去 世岁 而 师将军破大碗 斩其王而还 匈奴欲遮之 不能治 其东 欲攻受降臣 惠丹瑜病死 许离胡丹瑜立一岁死 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位且低侯卫丹瑜 汉记诸大碗 威震外国 天子亦遇遂困乎 乃下诏曰 高皇帝遗震平臣之忧 高 后时丹瑜书绝悖逆 习其乡功赴九世之仇 春秋打之 世岁太初四年也 且低侯丹瑜记立 竟归汉史之不降者 陆冲国等的归 丹瑜出力 恐汉习之 乃自 为 我儿子 安敢望汉天子 汉天子 我丈人行也 汉浅中郎将苏武后 毕露仪丹瑜 丹瑜一交 李胜巨 非汉所望也 其明年 浊野猴破奴的王归汉 其明年 汉史二师将军广力以三万其出九泉 即又贤王于天山 的狐首鲁万于吉儿 还 匈奴大为二师将军 姬不脱 汉兵悟故十六七 汉副使应于将军熬出西河 与强奴 都为惠捉屠山 无所得 又使其都为李陵将不齐五千人 出居沿北千余礼 与丹瑜会 何战 林所杀伤万余人 兵及时境 欲解归 匈奴为林 林将匈奴 其兵碎眉 得海者 四百人 丹瑜乃桂林 以其女妻之 后二岁 赴使二师将军将六万其 步兵十万 出朔方 强奴都为陆伯多将万余人 与二师会 游记将军说将不齐三万人 出五元 应于将军熬将万其步兵三万人 出雁门 匈奴闻 西远其类众鱼于五水北 而丹瑜以十万其呆水南 与二师将军接战 二师乃 解而隐归 与丹瑜连战十余日 二师闻其家以巫谷足灭 因并重将匈奴 得来海千人一 两人耳 游记说无所得 应于敖语 左贤王战 不利 隐归 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 严功多少 功不得于 有赵补太一令随旦 严二师将军加世足灭 使广力的将匈奴 太史公约 孔逝者春秋 隐环之间则章 致定哀之计则为 为其切当事之文而网头 忌讳之词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 唤其较义时之权 而误纳其说 以便偏指 不参比 即将律习中国广大 气愤 仁主应以决策 是以建功不深 姚虽贤 心事业不成 的 羽儿九州宁 且遇新圣统 为在责任将向灾 为在责任将向灾 所引述赞 险云 熏州 居于北边 既称下意 市井周篇 颇随序目 屡扰陈烟 原字冒盾 犹据控贤 虽空躺藏 未尽忠权 史记卫将军票齐列转 大将军卫清者 平阳人也 其父政绩 卫立 给侍平阳侯家 与侯妾卫 傲通 申亲 亲同母兄 卫长子 而姐卫子夫 自平阳公主家 的姓天子 故貌姓卫 卫世 自重卿 长子 更自长军 长军母号 为为傲 傲长女 为儒 似女少儿 似女为子夫 后子夫 南地部 广 接茂 为世 亲为侯家人 少时归其父 其父时牧羊 先母之子 皆奴处之 不以为兄弟数 清长 从入至甘泉居室 有意前途相亲曰 贵人也 官至封侯 清孝曰 仁奴之身 的 无痴 骂及足以 安得封侯 是乎 清壮 为侯家旗 从平阳主 建元二年春 清姐子夫的入宫信上 皇后 唐义大长 公主女也 无子 度 大长公主 闻为子夫信 有身 度之 乃使人不清 清时给世建章 为之名 大长公主 之求清 欲杀之 其有其郎 公孙敖 与壮士 网窜取之 已故得不死 上文 乃照清 为建章奸 世中 及同母昆帝贵 赏赐数日 贤类千金 如为太仆 公孙贺妻 少儿 顾与臣掌通 上召 贵掌 公孙敖 有此一贵 子夫 为夫人 亲 为大中 大夫 元光五年 亲 为车 其将军 及匈奴 出上谷 太仆 公孙贺 为轻 车 将军 出云中 大 中 大夫 公孙敖 为其将军 出代 郡 为 李广 为萧 其将军 出燕门 军各万旗 亲至龙城 斩首 鲁数百 其将军 敖王 七千旗 为为李广 为鲁所得 的托归 皆当斩 赎位 数人 贺益 无功 元朔 元年春 为夫人 有难 立位 皇后 其丘 亲 为车 其将军 出燕门 三万 其 击 奴 斩首 鲁数千人 明年 匈奴入杀辽西太守 鲁掠于阳二千余人 拜韩将军军 汉令 将军李席吉之 出代 令车骑将军 清出云中以西至高阙 岁掠河南的 至于隆西 捕首 鲁数千 处数十万 走白阳 楼梵王 岁以河南的 魏朔方郡 以三千八百户封清位 长平 侯 清孝位苏建有功 以千一百户封建位 平陵侯 使建逐朔方臣 清孝位张赐公有功 封位岸头侯 天子曰 匈奴逆天理 乱人伦 报长月老 以盗窃为物 行诈诸满夷 造谋疾兵 数为鞭害 顾兴师遣将 以真绝罪 尸不云呼 宝法险云 至于太原 出车 彭彭 陈比朔方 经车骑将军 清渡西河至高阙 祸首鲁二千三百级 车资续产 必收位鲁 以封位列侯 遂西定河南的 暗于西旧赛 绝子岭 梁北河 陶普尼 破福 离 斩清瑞之醋 补福听者三千七十亿级 直逊祸丑 驱马牛羊百有余万 全甲兵而孩 一封清三千户 其明年 匈奴入沙带 郡太守友 入掠燕门千余人 其明年 匈奴大 入带 定香 上郡 杀掠汉数千人 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 汉令车骑将军 清江三万骑 出高阙 魏魏苏建魏游吉将军 左内使李举魏强弩将军 太蒲公孙鹤魏骑将军 代香李菜魏轻车将军 接领鼠车骑将 军 据出朔方 大行李席 按头侯张次公魏将军 出右北平 贤吉匈奴 匈奴又贤王当 魏清等军 以为汉兵不能至此 饮罪 汉兵夜至 为右贤王 右贤王金 夜逃 独与其 爱妾一人撞其数百池 溃为北去 汉清其孝魏郭成等逐数百里 不及 得右贤必亡时余 人 众男女万五千余人 处数千百万 于是饮兵而孩 智塞 天子使使者 十大将军应 集军中拜车其将军 亲为大将军 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 大将军力号而归 天子曰 大 将军亲功律荣誓 师大劫 或匈奴王时 有余人 义封亲六千户 而封亲子抗位 以春侯 亲子不宜为 阴安侯 亲子登位 发前侯 亲顾谢约 臣信的呆罪行贤 赖陛下神灵 君大劫 皆诸孝未立战之功也 陛下信以一封成亲 成亲子在强宝中 未有勤劳 上性 列得封为三侯 非臣呆罪行贤 所以劝势立战之意也 抗等三人何感受风 天子曰 我非望诸孝未功也 经故且徒之 乃赵玉使曰 护军都为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及匈奴 常护军 副孝霍王 以千五百护风敖为何其猴 都为寒说从大将军出语魂 致匈奴又 贤王庭 魏徽夏博战或王 以千三百护风说为龙 侯 其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或王 以 千三百护风贺为南炮侯 清车将军李蔡在从大将军或王 以千六百护风蔡为乐安侯 孝 魏李朔 孝魏赵步渝 孝魏公孙荣奴 各三从大将军或王 以千三百护风朔为设止侯 以千三百护风不渝为随城侯 以千三百护风荣奴为从平侯 将军李举 李席及孝魏斗如 亦有功 四绝关内侯 十亿各三百护 其秋 匈奴入带 沙都为诸英 其明年春 大将军清出定香 和其侯敖魏中将军 太仆贺为左将军 西侯赵姓魏前 将军 魏魏苏建魏右将军 郎中令李广魏后将军 右内使李举魏强弩将军 贤属大将军 斩首数千吉儿孩 岳于 西复出定香吉匈奴 斩首鲁万余人 右将军建 前将军姓病 军三千于齐 独逢丹于兵 宇战一日于 汉兵且敬 前将军顾胡仁 将为西侯 见吉 匈奴又知 遂将其于齐可八百 未将丹于 右将军苏建敬王其军 独以身的王去 自归 大将军 大将军问其最正红 长石安 义郎周霸等 建当云和 霸曰 自大将军 初 未常斩皮将 金剑弃军 可斩一名将军之威 红 安曰 不然 兵法 小敌之 兼 大敌之情也 金剑以数千当丹于数万 力战一日于 世境 不敢有二心 自归 自归而斩之 世事后无反义也 不当斩 大将军曰 轻信得以肺腐呆 罪行贤 不患 无威 而霸说我以名威 甚施诚意 且使臣直虽当斩将 以臣之尊宠 而不敢自善专诸于 境外 而拒归天子 天子自才之 于是以见为人臣 不敢专权 不亦可忽 君力皆约 闪 遂求见一行在所 入塞罢兵 誓岁也 大将军姐子获去并年十八 信 为天子适中 善其设 再从大将军 受召 与壮士 为飘摇校尉 与清勇其八百执气 大军数百里富力 斩补手炉过当 于是天子约 飘摇校尉去并斩首 鲁二千二十八级 吉相国 当户 斩丹于大副刑 吉若侯产 申补 继父 罗姑比 在冠军 以千六百户封去并为冠军侯 上古太守好贤 四从大将军 补斩首 鲁二千余人 以千一百户封贤为重力侯 是岁 施两将军军 王熙侯 军功不多 故 大将军不亦封 又将军见智 天子不诛 设其罪 赎未数人 大将军祭孩 四千金 适时王夫人方姓于上 宁臣说大将军曰 将军所以功未胜 多 生十万户 三子皆为侯者 徒以皇后顾也 今王夫人姓儿宗族未富贵 原将军奉索 四千金为王夫人清授 大将军乃以五百金未授 天子闻之 问大将军 大将军以十言 上乃拜宁臣为东海都为 张千从大将军 以长矢大下 留匈奴终久 岛军 知善水草畜 军得以无稽可 因 前史绝国公 封迁伯望侯 冠军侯去并继侯三岁 元寿二年春 以冠军侯去并为 票齐将军 将万齐出隆兮 有 功 天子曰 票齐将军律荣是于乌吏 讨素仆 设胡奴 立武王国 资众人众设设者 扶取 计获丹于子 转战六日 过燕之山千有余里 和短兵 杀折兰王 斩卢狐王 朱 全甲 直魂邪王子及相国 都为 首鲁八千余及 收修图祭天惊人 一封去并两千户 旗下 票齐将军与和其侯 熬聚出北的 义道 博望侯张千 郎中令 李广 巨出右北平 义道 阶级匈奴 郎中令将四千旗先制 博望侯将万旗再后制 匈奴左贤王将数万旗 为郎中令 郎中令与战二日 死者过半 所杀亦过当 博望侯至 匈奴兵引去 博望侯 坐行流 当斩 蜀未数人 而票齐将军出北的 以岁深入 与和其侯师道 不相的 标 齐将军于居炎至齐连山 捕首鲁甚多 天子曰 票齐将军于居炎 遂过小月氏 攻其 连山 的囚徒王 以众将者二千五百人 斩首鲁三万二百级 或武王 武王母 丹余二 是 王子五十九人 相国 将军 当户 都为六十三人 施大律减十三 一封去并五千 户 四校尉 从至小月氏 爵左竖长 英吉斯马破奴 再从票齐将军 斩速扑王 补姬举王 千 齐将的王 王母各一人 王子以下四十亿人 补鲁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补鲁千四百人 以千五百户封破奴魏从标侯 校尉巨王高不时 从票齐将军补乎于图王王子以下十一 人 补鲁千七百六十八人 以千一百户封布时位移官侯 校尉扑多有功 封未回渠侯 和其喉鲁座行流不予票齐会 当展 赎未数人 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票齐 票齐 所将常选 然亦敢深入 常与壮齐先齐大军 军亦有天性 未尝困绝也 然而诸宿将长 坐流落不欲 由此票齐日以轻贵 比大将军 祈秋 丹于怒魂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 王数万人 以票齐之兵也 丹于怒 欲照 诸魂邪王 魂邪王与修图王等谋欲将汉 使人先要边 逝时大行礼席将成和尚 的魂邪 王使 及池传以闻 天子闻之 于是恐其以诈祥而席边 乃令票齐将军将兵网迎之 标 齐继度和 与魂邪王众相望 魂邪王疲将剑汉君而多遇不降者 颇顿去 票齐乃池入雨 魂邪王相见 斩其欲王者八千人 遂独遣魂邪王成传先一行在所 竟将其重度和降者 数万 号称十万 既至长安 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 风魂邪王万户 魂洛英侯 风 其必亡忽独尼魏下魔侯 英必魏回渠侯 秦黎魏和其侯 大蕩护同黎魏常乐侯 于是天 子家票齐之公约 票齐将军去并律师公凶奴西御王魂邪 王疾绝重蒙贤相奔 律乙君 梁阶时 并将控贤万有余人 朱耀汉 或守鲁八千余籍 将一国之王三十二人 战士部 离商 十万之重贤怀疾伏 仁宇之劳 元疾何赛 数鸡无患 性计永随矣 以千七百户 一封票齐将军 简隆西 北地 上郡树簇之伴 以宽天下之轴 居寝之 乃分喜将者边武郡故塞外 而皆在河南 因其故俗 为蜀国 其明年 凶 奴入右北平 定乡 杀掠汉千余人 其明年 天子与朱江一约 西侯赵姓 未丹于化祭 常以为汉兵 不能渡沐清流 今 大发士族 其势必的所欲 誓岁元寿四年也 元寿四年春 上令大将军卿 票齐将军去 并将各五万旗 步兵转者 种军数十万 而 赶力战深入之势 皆属票齐 票齐使未出定乡 当丹于 补鲁岩丹于东 乃更令票齐出代 郡 令大将军出定乡 郎中令位前将军 太仆位左将军 主角赵石齐为右将军 平阳侯 香位后将军 皆属大将军 兵及杜牧 人马凡五万旗 与票齐等 贤及匈奴丹于 赵姓位 丹于谋约 汉兵季度 穆人马罢 匈奴可作收鲁尔 乃兮远北其资重 皆已经兵呆 穆北 而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礼 建丹于冰城而呆 于是大将军令五缸车自还卫营 而纵五千骑网当匈奴 匈奴亦纵可万骑 惠日且入大风起杀力极面 两军不相见 汉一纵左右一绕丹于 丹于是汉兵多 而市马上强 战而匈奴不力 薄末 丹于碎成柳 壮七可属败 直冒汉为西北持去 时已婚 汉匈奴相分如 杀伤大当 汉军左孝补 鲁岩丹于未婚而去 汉军应发清其夜追之 大将军军应随其后 匈奴兵亦散走 持明 行二百余礼 不得丹于 颇不斩首鲁万余 及遂至田岩山照姓陈 得匈奴激宿时军 军 留一日而还 稀烧其成余宿已归 大将军之宇丹于慧也 而前将军广 右将军时其军别从东道 或施道 后及丹于 大将军隐孩过目南 乃得前将军 右将军 大将军欲使使归报 令常使不择前将军广 广自杀 右将军至 下历 蜀未数人 大将军军入赛 反斩补首鲁万九千级 适时匈奴众师 丹于十余日 又古离王文之 自立位丹于 丹于后得其重 又往乃去 丹于之号 票其将军一将五万骑 车重于大将军军等 而无疲将 西以礼杆等位大孝 当疲将 初代 右北平千余礼 直左方兵 所斩补公 以多大将军 军继孩 天子曰 票其将 军去并律师 攻将所获昏州之士 曰清姬 绝大墓 设获张渠 以诸笔车旗 转即左大 将 斩获旗鼓 立设离侯 继攻驴 或屯头王 韩王等三人 将军 向国 当户 都为 八十三人 封狼居须山 蝉鱼孤眼 登陵汉海 直鲁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施律简 十三 取石余敌 戳行疏远而良不绝 以五千八百户一封票其将军 右北平太守陆伯 多数票其将军 会与臣 不施其 从至桃渝山 斩首补鲁二千七百级 以千六百户风波 多位福利侯 北地都为行山从票其将军或王 以千二百户风山位一阳侯 故归一英纯王 附陆之 楼专望一级前阶从票其将军有功 以千三百户风附陆之位状侯 以千八百户风 一级前卫重力侯 从标侯破奴 昌武侯安基从票其有功 一封各三百户 校尉赶得旗鼓 为官内侯 十亿二百户 校尉自卫绝大数长 军力促为官 赏赐甚多 而大将军不得 一封 军力促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初赛 赛月官及司马凡十四万匹 而附入赛者不满三万匹 乃亦至大司马位 大将军 票其将军皆为大司马 定令 令票其将军置路与大将军等 自逝之后 大将 军轻日退 而票其日议贵 举大将军顾人门下多去 试票其 折得官决 为任安不肯 票其将军为人少言不屑 有气感认 天子常欲教之孙无兵法 对曰 顾方略何如 二 不治学古兵法 天子未至帝 令票其示之 对曰 匈奴未灭 无以加未也 由此上亦众爱之 燃少而适中 贵 不省事 其从军 天子未遣太官积数十胜 忌孩 重车于气凉肉 而是有机者 其在塞外 促乏梁 或不能自赠 而票其上穿玉塔居 是 多此类 大将军为人 仁善退让 以和柔自媚于上 然天下未有称也 票其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 元寿六年而促 天子道之 发属国玄甲军 臣自长安治 茂林 为种向其连山 誓之 并武于广的约景环侯 自善待侯 善少 自子侯 尚爱之 性其壮而降之 居六岁 元丰元年 善促 誓哀侯 无子 绝 果除 自票其将军死后 大将军长子 以春侯 抗做法师侯 后五岁 抗第二人 因安侯不宜 即发肝侯 登街做骤经师侯 师侯后二岁 冠军侯果除 其后四年 大将军青醋 世卫列 侯 自抗代位 长平侯 自大将军 为丹余之后 十四年而促 进步负籍匈奴者 以汉马哨 而方南诸两月 东伐朝鲜 吉腔 西南夷 已故九步伐湖 大将军以其的上平阳 长公主 故 长平侯 抗代侯 六岁 做法师侯 左方两大将军 及诸皮匠名 最大将军青 凡七出击匈奴 斩补手鲁五万余 及 一羽丹余战 收河南的 遂至朔 方郡 再一封 凡万一千八百户 封三子卫侯 侯千三百户 并支 万五千七百户 其 校尉皮匠 已从大将军侯者九人 其皮匠及校尉 已为将者十四人 为皮匠者曰 李广 自有 传 无传者曰 将军公孙赫 赫 义渠人 其先胡种 赫赴魂邪 景帝十位平屈侯 做法师侯 赫 五帝为太子十社人 五帝历八岁 以太徒为轻车将军 军马义 后四岁 以轻车将军 出云中 后五岁 以齐将军 从大将军有功 封为南炮侯 后一岁 以左将军 再从大将军 出定乡 无功 后四岁 以坐骤金师侯 后八岁 以拂举将军 出五元二千余礼 无功 后八岁 以太仆 为丞相 封阁一侯 贺七位将军 出击匈奴无大功 而在侯 为丞相 坐子近身 与杨时公主兼 为巫谷 足灭 无后 将军礼席 欲治人 市井帝 至五帝历八岁 为财官将军 军马义 后六岁 为将军 初代 后三岁 为将军 从大将军 出朔方 皆无功 凡三位将军 其后常位大行 将军公孙敖 一渠人 以狼式五帝 五帝历十二岁 为其将军 初代 王促七千人 当斩 赎位数人 后五岁 以孝位从大将军 有功 封位和其侯 后一岁 以中将军 从 大将军 再出定乡 无功 后二岁 以将军出北的 后票 齐齐 当斩 赎位数人 后二 岁 以孝位 从大将军 无功 后十四岁 以英渝将军 驻寿 秦秦 七岁 赎以英渝将军 在 出击匈奴 至于吴 王氏足多 下历 当斩 诈死 王居明显 五六岁 后发掘 父系 坐七位 巫谷 足 凡四位将军 出击匈奴 以侯 将军礼聚 云中人 市井帝 五帝历十七岁 以左内使为强弩将军 后一岁 父位 强弩将军 将军理财 臣继人也 是孝文帝 景帝 五帝 以清车将军 从大将军有功 封为乐 安侯 以为丞相 做法司 将军张次公 何东人 以孝位从 将军亲有功 封为暗头侯 其后太后崩 魏将军 军北军 后一岁 魏将军 从大将军 在魏将军 做法师侯 四公赴隆 清车五舍也 以善舍 景帝性静之也 将军苏健 杜灵人 以孝位从 魏将军亲 有功 魏平灵侯 以将军 驻朔方 后四岁 魏游吉将军 从大将军 出朔方 后一岁 以幼将军 再从大将军 出定乡 王熙侯 师君 当斩 赎位庶人 其后魏带 郡太守 簇 总在大游乡 将军赵姓 以匈奴 向国将 魏熙侯 武帝 武帝立十七岁 魏前将军 宇丹渝 战 拜 将 匈奴 将军 张谦 以史通 大下 还 魏孝魏 从大将军 有功 封魏 伯望侯 后三岁 魏江 君 出右 北平 师齐 当斩 赎 魏树人 其后史通 乌孙 魏大行 而促 种在 汉中 将军 赵 时齐 对 羽 人 也 武帝立二十二岁 以主爵 魏幼将军 从大将军 出定香 弥 师道 当斩 赎 魏树人 将军 曹香 以平阳侯 魏后将军 从大将军 出定香 香 曹参 孙也 将军 韩说 功高 侯树 孙也 以校 魏从大将军 有功 魏 魏龙儿侯 作咒 京师侯 原定六 年 以待赵 魏恒海将军 及冬月 有功 魏暗道侯 以太初三年 魏游籍将军 屯于五元外 列臣 魏光 陆勋 绝古 太子功 魏太子杀之 将军 郭昌 云中 人也 以校 魏从 大将军 原封四年 以太中 代赴魏 拔胡 将军 屯朔 方 还击昆明 无功 夺印 将军 巡致 太原 广无人 以玉剑 世中 魏校魏 数从大将军 以原封三年 魏 左将 军 及朝鲜 无功 以捕楼船 将军 作法 死 最票 其将军 去病 樊六 出 及 将军 斩捕首鲁十一万余 及 及魂邪王 以众将数万 遂开河西九泉之地 西方亦少狐口 四亦封 凡万五千亿百户 其效力有 公卫侯者凡六人 而后卫将军二人 将军陆伯多 平州人 以右北平太守 从票其将军有功 卫福离侯 票其死后 博多 以 魏魏福波将军 罚破南岳 一封 其后 作法 施侯 魏强弩兜位 屯居 岩 醋 将军 赵破奴 故九元人 常王 入匈奴 以而归汉 魏票其将军 司马 出北帝 十有功 封魏 从 标侯 作咒 金 施侯 后一岁 魏凶河将军 攻胡至凶河水 无功 后二岁 即 鲁楼兰王 赴封魏卓野侯 后六岁 魏俊姬将军 将二万其 及匈奴 左贤王 左贤王 宇战 兵八万其 为破奴 破奴身 魏魯所得 岁魅其君 居匈奴中 十岁 赴予其太子 安国王入 喊 后座巫谷 足 自卫世心 大将军 亲首封 其后之属 为武侯 凡二十四岁 而武侯 尽夺 魏是 吴魏侯 这 太史公约 苏建 与余约 无常 则大将军 至尊重 而天下之贤 大夫 吴称烟 原将军 官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 免之灾 大将军谢约 自卫其 武安之后宾客 天子长切齿 比亲父是大夫 招贤处不孝者 仍主之禀也 仍臣奉法尊职而已 何与招事 标 其亦放此亦 其为将如此 所引述赞 君子抱辩 贵贱何尝 清本奴鲁 呼声容行 解配黄疾 身上平阳 宠容思见 取乱一张 飘摇记种 再近边方 史记平经侯 主妇列传 丞相公孙宏者 其资川国 薛县人也 自济 少时未薛玉利 有罪 勉家平 慕世海 上 年四十余 乃学春秋杂说 养后母孝景 建元元年 天子初即位 招贤良文学之事 世时宏年六十 真以贤良为博士 史兄 奴 还抱 不合上议 上怒 以为不能 宏乃并免归 元光五年 有照真文学 资川国父 推上公孙宏 宏让谢国人曰 臣以长息应命 已不能罢归 原更推选 国人故推宏 宏至太常 太常令所真如是 各对策 百于人 红帝居下 策奏 天子酌 红对位 第一 赵入剑 壮帽胜利 拜卫博士 世时通西南 一道 智郡 八属民苦之 赵始红是之 还奏事 圣毁西南 一魔所用 尚不听 红为人 灰奇多文 常称以为人 主并不广大 人臣并不简洁 红为不备 食不重肉 后母死 扶桑三年 美朝会议 开成其端 令人主自责 不肯面折庭真 于是天子查其 行敦后 辩论有余 习闻法力士 而又愿是已如数 上大说之 二岁中 至左内使 红 奏事 有不可 不停辨之 常与主觉 都为极暗请监 极暗先发之 红推其后 天子常说 所言皆听 以此日亦轻贵 常与公卿约 亦至上前 皆被其约 以顺上指 极暗停截红 约 其人多诈 而无情时 使与臣等见此意 经皆被之 不忠 上问红 红谢约 夫知臣者已臣位忠 不知臣者已臣位不忠 尚然红言 左右姓臣美悔红 上亦后遇之 元朔三年 张欧勉 以红位遇使代夫 逝时通西南夷 东至沧海 北驻朔方之郡 红树建 以为霸毙中国 以奉无用之地 原霸之 于是天子乃使诸买成的南红至朔方之辩 发实测 红不得一 红乃谢约 山东彼人 不知其辩若是 原霸西南夷 沧海而专 凤朔方 尚乃许之 吉岸约 红位在三宫 凤禄甚多 然位不备 此诈也 尚问红 红谢约 有 之 夫九卿与成善者无过案 然今日亭劫红 成中红之病 夫以三宫位不备 成是诈欲 以调明 且成闻管仲乡齐 有三规 齿拟于君 还弓以霸 亦上见于君 燕音相紧攻 食不重肉 妾不依私 齐国亦志 此下彼于名 京成红位 为玉使大夫 而为不备 自久 清以下至于小丽 无差 尘如极暗言 且无极暗中 必下安得闻此言 天子以为谦让 寓意后知 醋以红位成相 风平惊喉 红为人意记 外宽内身 诸常与红有确者 虽想与善 应报其火 杀主赋眼 喜懂 众疏于郊西 皆红之利也 食一肉脱素之反 故人所善宾客 养衣时 红凤禄皆已给之 家谋所欲 事亦以此贤之 淮南 横山谋反 至党与方及 红并胜 自以为无功而丰 为至成相 以左民主田 辅国家 使人由臣子之道 经诸侯有叛逆之计 此皆宰相奉执不称 孔妾病死 无以赛 则 乃尚书约 成文天下之通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 约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妇 长 幼之序 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斥 人 勇 此三者天下之通德 所以行之者也 故约 例行近乎人 好问近乎智 知耻近乎勇 知此三者 则之所以自治 之所以自治 然后之所以治人 天下未有不能自治 而能治人者也 此百事不亦之道也 经陛下公行大 孝 建三王 建三王 建周道 兼文武 立贤与禄 量能受官 经承宏霸奴之职 吾汉马之劳 陛下过一拙承宏促武之中 封卫列侯 智卫三公 承宏行能不足以称 素有复兴之病 孔仙狗马田勾赫 终无以报德色泽 原归侯应 其海谷 必贤者路 天子报曰 谷 这上有功 又有德 守承上文 遭遇又武 未有意此者也 正肃习数姬 或臣尊位 俱布 能宁 为所与共畏智者 均一知之 盖君子善善恶恶 君若谨行 常在正宫 君不信离 双路之病 何样不已 乃尚书归侯 其海谷 是张震之不得也 今世少奸 君其审思虑 义精神 辅以医药 因此告牛九杂伯 居数月 病有抽 逝世 元寿二年 红病 竟已成像中 子渡四位平经侯 渡魏山阳太守十余岁 作法师侯 主父掩者 其林资人也 学长短纵横之术 晚乃学义 春秋 百家言 由其诸身兼 莫能后遇也 其诸如身相与排病 不容于其 家平 甲代无所得 乃北游宴 赵 中 山 皆莫能后遇 魏克盛困 孝武援光援年中 以为诸侯莫族有者 乃西入关 见魏将军 魏将军 术言上 上不照 滋用阀 留九 诸公兵客 多艳之 乃上书 却下 朝奏 目照 入剑 所言九世 其八世 魏律令 一世建阀 大匈奴 其词曰 陈文明主不恶切剑以博观 忠臣不敢必众诸以执剑 事故事无一策而功留万事 经 臣不敢隐忠必死一孝余悸 原陛下信舍而少查之 司马法曰 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平 望战必为 天下祭平 天子大凯 春搜秋显 诸侯春阵旅 秋至冰 所以不望战也 且夫怒者逆得也 冰者凶器也 真者 莫解也 古之人君一怒必浮尸流血 故圣王众行之 夫勿战胜穷武士者 未有不悔者也 习秦皇帝任战胜之威 蚕食天下 并吞战国 海内唯一 宫其三代 勿胜不休 御宫 匈奴 李斯健曰 不可 夫匈奴无成郭之居 伪姬之首 千禧秒聚 难得而至也 清 兵深入 粮食必绝 种粮以行 众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为力也 欲其名不可一而守也 圣必杀之 非名父母也 弥毙中国 快兴匈奴 非常侧也 秦皇帝不听 遂使蒙田 将兵攻狐 辟地千里 以何未尽 得故则鲁 不生无骨 然后发天下 丁难以守北河 宝 兵漏诗时 有余年 死者不可胜数 终不能于河而被 誓其人重不足 兵阁不被栽 其事 不可也 又使天下 非楚晚宿 起于皇 侯 狼邪赴海之郡 转疏北河 律三十中而至一 十 男子及根不足于良想 女子仿基不足于帷目 百姓迷毙 孤寡老弱 不能相养 道路 死者相望 盖天下使叛情也 极致高皇帝定天下 略得于边 闻匈奴 距于带骨之外 而欲及之 欲使臣静建约 不可 夫匈奴之信 受聚而鸟散 从之如薄影 今以陛下 盛德公匈奴 臣妾为之 高 帝不听 遂北至于带骨 果有平臣之为 高皇帝盖悔之圣 乃使流进 网节和亲之曰 然 后天下望干戈之事 故兵法曰 兴师十万 日费千金 夫勤长击 重报兵数十万人 虽 有父君杀 江系鲁丹于之宫 义士族以结怨深仇 不足以偿天下之费 夫上须服裤 下壁 百姓 甘心于外国 非完事也 夫匈奴难得而治 非一事也 行道清区 所以未业也 天性固然 上及于下英州 故服成都 勤受处之 不属为人 夫上不关于下英州之统 而下进士之师 此臣之所大忧 百姓之所疾苦也 且夫兵久则变身 事苦则律意 乃使 边境之名 避迷愁苦而有离心 将立相宜而外事 故魏陀 张涵得已成其司也 夫情正之 所以不行者 全分乎二子 此得失之效也 故周书曰 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用 缘 陛下详查之 少加义而熟绿烟 事实诏人徐乐 其人言安 据上书言是悟 各一事 徐乐曰 承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 不在于瓦解 古今一也 何谓土崩 情之末世事也 承舍 无千臣之尊 此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民族之后 无相取之欲 非有孔 莫 曾子之贤 陶诛 依顿之父也 然起穷相 奋及经 偏袒大呼 而天下从丰 此其故何也 由民困 而主不絮 下怨而尚不知 俗已乱而正不休 此三者成设之 所以未滋也 誓之未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 何谓瓦解 无 楚 其 赵之兵是也 七国谋畏大逆 好皆称 万臣之君 代甲数十万 微足以严其境内 才足以劝其市民 然不能惜让尺寸之地而生 为情于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 非全清于匹夫而兵 若于陈舍也 当世之时 先帝之德则畏 衰而安土勒俗之民众 故诸侯无境外之助 此之未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再瓦解 由是 观之 天下尘有土崩之事 虽不依穷处之事 或守恶而为海内 尘设事也 旷三境之君或 存乎 天下虽未有大志也 尘能无土崩之事 虽有强国进兵不得 炫种而身为情已 无 处 其 照事也 旷群臣百姓能为乱忽哉 此二体者 安为之民要也 贤主所留意而生 查也 兼着关东五谷不登 年岁未富 名多穷困 众之以边境之事 推述寻礼而观之 则 明且有不安其处者已 不安顾异动 异动者 土崩之事也 顾贤主独观万化之源 名于 安为之机 修之庙堂之上 而消未行之患 其要 其使天下无土崩之事而已 顾虽幼 强国进兵 陛下主走兽 射飞鸟 红游燕之幼 迎送自知观 及持诚之乐 自若也 经 石丝族之声不绝于耳 为仗之丝排忧 诸如之孝不乏于钱 而天下无素忧 明何必汤武 俗何必成康 虽然 臣妾已为陛下天然之圣 宽仁之姿 而臣以天下为物 则汤武之名 不难谋 而臣康之俗可复兴也 此二体者力 然后处尊安之时 扬明广欲于当世 清天 下而福四宜 于恩宜得位数是龙 南面父以赦妹而依王公 此必下之所福也 臣问图王 不臣 其必足以安 安 则陛下贺求而不得 何谓而不成 何真而不服忽哉 延安上书曰 承闻周有天下 其至三百余岁 承康其龙也 行错四十余年而不用 及其衰也 亦 三百余岁 故武伯更起 武伯者 长左天子心力除害 诸报敬邪 匡阵海内 以尊天子 武伯济眉 贤圣莫序 天子孤弱 号令不行 诸侯自行 强凌弱 众暴寡 田长篡旗 六清分进 并为战国 此名之始苦也 于是强国务功 若国备手 何从连横 持车及 古 借骤身己师 明魔所告诉 极致秦王 蚕食天下 并吞战国 称号约皇帝 主海内之阵 坏诸侯之臣 萧骑兵 诸以为忠惧 事不复用 源源黎明的免于战国 逢明天子 人人自以为根深 相使情 缓其刑罚 伯父脸 沈昼义 贵仁义 见权力 上读后 下智巧 便封义俗 化于海内 则事事必安宜 情步行事封而其固俗 为智巧权力者尽 读后忠信者退 法言正俊 产于者众 日文其美 亦广心意 欲似微海外 乃是蒙田将兵 以北宫湖 辟地静静 属 于北河 非楚晚宿 以随其后 又使未屠虽 江楼传之事 南宫百月 使尖路凿取运粮 深入 月 月人顿逃 旷日持久 粮食绝乏 月人急之 勤兵大败 勤乃使未 驼江簇已数月 当事时 勤获北购于湖 南挂于月 宿兵无用之地 静而不得退 行时于年 丁南备驾 丁女转书 苦不聊生 自经于道数 死者相忘 即秦皇帝崩 天下大叛 陈胜 吴广 举臣 武臣 张尔举兆 向梁举吴 田丹举齐 景居举营 周氏举位 韩广举宴 穷山 通古豪事并起 不可胜载也 然皆非公侯之后 非长官之力也 无尺寸之事 起驴相 杖极经 应时而皆动 不谋而俱起 不约而同会 攘长的静 至于霸王 时教使然也 秦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灭世绝四者 穷兵之祸也 故周氏之弱 秦师之强 不变之患 也 经玉昭南夷 朝夜郎 将枪伯 略为周 建成义 深入匈奴 凡其龙臣 义者美之 此人臣之力也 非天下之长策也 经中国无苟废之精 而外类于远方之辈 弥毙国家 非所以子民也 行无穷之欲 甘心快意 结怨于匈奴 非所以安边也 或结而不解 兵修而复起 敬者愁苦 远者惊害 非所以持久也 经天下断甲底剑 乔剑类贤 转书 运良 为剑修时 此天下之所共悠也 夫兵久而遍起 是凡而律身 经外郡之地 获几千 礼 列臣术时 行术壤智 旁邪诸侯 非公式之力也 上官其境之所以亡者 公式悲消 六清大圣也 下官情之所以灭者 严法克申 欲大无穷也 经骏首之权 非特六清之 众也 得几千里 非特驴相之之也 甲兵器械 非特及经之用也 以遭万事之变 则不 可称慧也 书奏天子 天子照见三人 为曰 功等皆安在 何相见之晚也 于世上乃拜主 赴眼 徐乐 言安慰郎中 数见 上书言是 照拜眼慰业者 千慰中代夫 一岁中四千 眼 言说上约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 强弱之行一致 经诸侯或连成数十 地方千里 缓则交涉意味淫乱 即则阻其强而何从已逆经师 经以法歌消之 则逆结蒙起 前日朝 错事也 经诸侯子弟或十数 而是四代曆 鱼虽骨肉 无尺寸的风 则仁孝之道不宣 原陛下令诸侯的推恩分子弟 以帝侯之 彼仁仁喜的所缘 尚以得失 十分齐国 不消 而稍若已 于世上从其迹 又说上约 茂陵出力 天下豪杰并肩之家 乱众之名 皆可喜茂陵 内时经师 外消奸华 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尚又从其迹 尊丽为皇后 即发燕王定国英事 盖眼有功焉 大臣皆为其口 鹿一类千金 人祸 说眼约 太狠以 主父约 臣结法游学四十余年 身不得岁 亲不以为子 昆帝 不收 宾客气我 我日久矣 且丈夫身不五顶时 死即五顶烹尔 无日目图远 故 道行报失之 眼圣严朔方的肥饶 外祖和 蒙田辰之以竹匈奴 内审转书述曹 广中国 灭胡之 笨也 上揽其说 下宫轻易 皆言不便 公孙宏曰 秦时长发三十万众驻北河 中部 可就 以而弃之 主父眼圣严其便 上进用主父祭 利朔方骏 元朔二年 主父严其王内营一行辟 上拜主父为其相 至其 便照昆帝宾客 散无 百经与之 述之曰 始无平时 昆帝不我衣时 宾客不我内门 今无相骑 诸君引我 或千里 无与诸君决以 无妇入眼之门 乃时人以王与解尖事动王 王以为终不得托 罪 恐笑燕王论死 乃自杀 有思以闻 主父始未不衣时 长游燕 赵 及其贵 发艳事 赵王恐其为国患 遇上书言其音 是 未言居中 不敢发 即为其相 出官 即使人上书 告言主父 掩受诸侯经 以故诸 侯子弟多以的疯者 及其王自杀 上文大怒 以为主父 劫其王令自杀 乃真下力志 主 父父受诸侯经 时不结王令自杀 上欲误诸 适时公孙宏 为御史大夫 乃言曰 其王 自杀无后 国除魏郡 入汉 主父眼本首恶 陛下不诸 主父眼 无以谢天下 乃遂足 主父眼 主父方贵 信时 宾客以千数 及其足死 无以人收者 唯独小孔车收藏之 天子后 文之 以为孔车长者也 太史公约 公孙宏行义 虽修 然义玉石 汉兴八十余年义 上芳香文学 昭俊义 义广如墨 宏卫举手 主父眼当路 诸公皆欲知 即明白身诸 是真言其恶 悲夫 太皇太后 照大司徒大司空 盖文治国之道 父明未始 父明之要 在于节俭 孝 经约 安上至名 莫善于礼 礼 与奢也宁俭 习这管仲相其还 霸诸侯 有酒 何依匡之功 而众尼未知不知理 以其奢太赤拟于君故也 下语悲公事 恶依福 厚胜 不循 由此言之 智之甚也 得优以 莫高于简 简化俗名 则尊卑之序的 而骨肉之 恩卿 真诵之缘习 思乃家己人族 行措之本也于 可不勿哉 夫三公者 百疗之律 万民之表也 未有数之表 而得驱隐者也 孔子不云呼 子律而正 孰敢不正 举 善而交不能则劝 为汉兴以来 古宫载成身行简约 清才众义 较然这名 未有若故 陈相平津 侯公孙宏者也 未在陈相而未不备 脱速之贩 不过一肉 故人所善宾客皆分 奉路已给之 无有所欲 陈内自客曰 而外从至 即暗截之 乃文于朝 此可谓简于制度 而可施行者也 得优则行 否则止 与内奢态而外 为鬼扶以 调须遇者书科 以并起骸骨 孝武皇帝及制曰 赏有功 有德 善善恶恶 君仪之之 其审思律 存精神 辅以 医药 四告治病 扭九杂伯 居树月 有抽 事事 至元寿二年 竟以善终于相位 夫之沉默若君 此其笑也 红子杜四诀 后卫山阳太守 做法师侯 夫表得张义 所以 律俗立化 圣王之志 不义之道也 其次红后子孙之次 当位后者绝官内侯 十亿三百户 真义公车 上明上书 正清凌拜烟 班固称曰 公孙红 博士 而宽皆以红剑之意 困于燕雀 远积阳史之间 非欲其时 焉能至此未乎 适时汉兴六十余载 海内一安 府库充实 而四夷卫兵 制度多阙 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伏集 使以蒲伦营眉身 见主妇而叹息 群臣木乡 一人并出 博士 适于除木 弘扬浊于甲树 未清奋于奴仆 日滴出于将鲁 思意囊时 板住犯牛之棚 一 汉之得人 于自未甚 儒雅则公孙红 董仲书 而宽 笃行则实践 实庆 直直则 吉安 博士 推贤则 韩安国 正当时 定令则赵宇 张汤 文章则司马迁 向如 华姬 则东方硕 梅高 应对则严柱 朱买臣 隶属则唐兜 落下红 邪律则李延年 运筹则 桑红阳 奉使则张迁 苏武 将帅则未清 或去病 受疑则或光 今日低 其余不可胜 即 是以新造工业 制度遗文 后世莫及 孝宣臣统 转修红业 亦讲论六 招玄貌 亦 而宵望之 梁秋贺 夏侯胜 为玄臣 严彭祖 尹根使已如树镜 刘相 王 以文 张显 将相则张安是 赵冲国 卫相 丙吉 于定国 杜延年 至名则皇霸 王臣 宫 岁 正宏 邵姓臣 寒颜寿 尹翁归 赵广汉之属 皆有功绩 剑术余后 类其名臣 亦 其次也 所引述赞 平经俱如 晚年时遇 外事宽简 内怀极度 宠被容绝 深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观时射度 深时五顶 死非十度 史记南岳列传 南岳望位 佗者 真定人也 姓赵氏 秦时已并天下 略定杨岳 至桂林 南海 相 郡 以辙喜名 与岳杂处十三岁 佗 秦时用为南海龙川岭 至二世时 南海未任削柄 且死 赵龙川令赵陀宇曰 文承圣等作乱 秦为吴道 天下苦之 项羽 刘继 承圣 吴广等周郡各共新军俱众 虎征天下 中国扰乱 为之所安 豪杰叛秦相利 南海辟 远 吴孔道 兵卿的至此 无欲兴兵决心道 自被 呆诸侯辩 会并胜 且翻于赴山险 祖南海 东袭数千里 颇有中国人相辅 此亿一周之主也 可以立国 郡中常立无足语 沿着 故照公告之 即被托书 行南海卫士 消死 托吉宜席告横浦 阳山 黄西关 约 道兵且治 即决道聚兵自首 应稍以法诸情所致常立 以其党为甲首 秦已破 灭 陀吉吉并贵陵 相郡 自立为南越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 为中国劳苦 故事陀福诸 汉十一年 浅路贾英利 陀为南越旺 与陀福通史 和吉百月 无畏南半换害 与长沙 接近 高后时 有私请进南越 官室铁器 陀曰 高帝立我 通史物 经高后听禅臣 别 亦满仪 隔绝弃物 此必长沙王继也 欲以中国 即灭南越而 并望之 自卫功也 于 世陀乃自尊 好为南越武帝 发兵功长沙鞭役 拜树献而去焉 高后遣将军龙律侯 网吉 之 惠蜀师 士族大义 兵不能于领 遂于 高后崩 即霸兵 陀因此以兵威鞭 财物 路以敏月 西欧 洛 一熟烟 东西万余里 乃成皇巫左道 称智 与中国谋 即孝文帝元年 出政府天下 始告诸侯四宜 从带来即位义 欲胜得焉 乃未妥清种 再甄定 至首义 遂时奉寺 照其从昆帝 尊官后赐宠之 照丞相成平等 举可识南越者 平言好至陆甲 先帝时习使南越 乃照甲已为太宗大夫 往时 应让陀自立位帝 曾 无一介之时抱着 陆甲至南越 王胜孔 为书谢 称曰 满一大长老夫 陈陀 前日高 后隔一南越 妾宜长沙王禅臣 又姚文高后 敬诸陀宗族 绝梢先人种 已故自弃 犯长 沙边境 且南方碑诗 蛮夷中间 其东敏月千人 众号称王 其西欧落落国 亦称王 老臣 妄妾帝号 辽以自渝 其敢以闻天王哉 乃顿首谢 原常未翻臣 奉贡职 于是乃下 令国中约 吴文两雄不具立 两贤不并是 皇帝 贤天子也 自今以后 去帝制皇屋 左道 陆甲还报 孝文帝大说 遂至孝景时 称臣 使人朝寝 然南越 其居国妾如故 昊明 其使天子 称王朝命如诸侯 至见元四年促 驼孙胡为南越望 此时敏月望引新兵及南越编义 胡使人尚书曰 两越聚位翻臣 无得善新兵相攻击 今敏月新兵清晨 臣不敢新兵 为天子照之 于是天子多南越 义首执曰 为新师 遣两将军往讨敏月 兵位于领 敏月望帝于善杀隐一将 于是罢 兵 天子使装助罔 寓意南越望 胡顿守约 天子乃为成兴兵讨敏月 死无以报得 遣太子应其入宿位 为助约 国心被扣 使者行矣 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 助去后 其大臣见胡约 汉兴兵诸颖 一行矣冻南越 且先望席言 是天子其无失礼 要 知不可以说好 与入见 入见则不得复归 亡国之事也 于是胡称并 竟不入见 后时 于岁 胡时并胜 太子应其请归 胡鸿 是魏文王 应其代吏 及葬 其先无地洗 应其其入宿位 在长安时 取涵丹辽氏女 申子心 即 即位 上书请立辽氏女 位后 心位四 汉术使使者风 欲其 欲其上乐善杀 申字字 举 入见要用汉法 笔内诸侯 故称并 遂不入见 遣子次攻入宿位 因其轰 是位明王 太子心代吏 其母位太后 太后自卫 为殷其积时 常与霸凌人 安国少计通 及殷其 轰后 元顶四年 汉时安国少计 网遇王 王太后已入朝 笔内诸侯 另辩世 见代府中军 等宣其辞 勇士 魏臣等府 其缺 魏魏陆伯多 将兵屯贵阳 呆时者 王年少 太后中国人 也 常与安国少计通 其始父思焉 国人颇知之 多不负太后 太后恐乱起 抑郁遗憾 魏 数劝王 及群臣求内属 即因识者上书 请笔内诸侯 三岁一昭 除边关 于是天子 许之 赐其丞相 吕家 盈印 即内使 中卫 太父印 于的自制 除其顾情 一行 用汉法 弊内诸侯 使者皆流 田辅之 王 王太后 赤字行装 重击 魏入朝聚 其相吕家 年常以 相三王 宗族官室 未常立者 七十余人 南境上望女 女境驾王子 兄弟宗室 及苍无情 王有怜 其居国中 慎重 愿人信之 多位耳目者 得众心 愿于王 王之上书 数见子王 王福听 有叛心 数称 并不见汉使者 使者皆助一家 侍卫能诸 王 王太后 一孔家等先事发 乃至久 借汉使者权 谋诸家等 使者皆东乡 太后南 乡 王北乡 乡家 大臣皆西乡 是坐影 家帝未将 将醋居宫外 九行 太后未家曰 南越内属 国之利也 而乡君苦不变者 何也 以激怒使者 使者胡怡相障 随 莫敢发 家见耳目非是 即起而出 太后怒 玉聪家以毛 王指太后 家岁出 分其地 兵就舍 称并 不肯见王 及使者 乃因与大臣作乱 王素 无意诸家 家之之 已故数月 不发 太后 有迎刑 国人不负 玉读诸家等 利又不能 天子 闻家不听 王 王 王太后 若孤不能治 使者切无绝 又以为王 王太后 以富汉 独履家未乱 不足以新兵 欲使装餐 以两千人往食 餐约 以好往 数人足以 以 五往 两千人无足以为也 死不可 天子罢餐也 家壮士顾忌北乡 韩千秋奋约 以 屈屈之月 又有王 太后应 独乡 吕家未害 元的勇士二百人 必斩家一报 于是天 子前千秋 与王太后 帝辽乐江 两千人往 入越境 吕家等乃岁返 下令国中约 王年少 太后 中国人也 又与使者乱 专域内属 竟持先望宝 契入县 天子以自媚 多从人 行至长安 鲁迈以为壮仆 取自脱衣时之力 无故造势设计 为万事律计之以 乃于 其帝江簇宫沙王 太后及汉使者 遣人告苍吾秦王 及其朱郡县 立明王 长南岳 妻子树阳 侯建德卫王 而韩千秋冰入 破树小异 其后月之开道给时 位置翻于四十里 月以兵 及千秋等 遂灭之 使人韩风 汉使者 节制赛上 好为曼辞谢罪 发兵首要害出 于是天 子曰 韩千秋虽无成功 义军风之官 风其子言年 为陈安侯 辽乐 其姐为王太后 首缘属汉 风其子广得为龙抗侯 乃下设曰 天子为诸侯力阵 西城不讨贼 今 吕家 建德等返 自立艳如 令罪人即将怀以南楼传十万师往讨之 远顶五年秋 魏魏陆伯多魏福波将军 出贵阳 下汇水 主角都魏阳蒲 魏楼传将军 出豫章 下横蒲 故归一月侯二人魏歌传 下立将军 出零零 或下离水 或底苍吾 使持一侯应八属罪人 八叶狼兵 下脏科将 贤惠翻语 远顶六年冬 楼传将军将惊促先线寻闪 或石门 得月传宿 应推而前 错月封 以数万人呆福波 福波将军将罪人 道远 会其后 与楼传会乃有千余人 遂俱进 楼 传居前 至藩于 建德 家皆成首 楼传自责便处 居东南面 福波居西北面 会目 楼传宫拜月人 纵火烧成 月素闻福波名 日目 不知其兵多少 福波乃未营 潜时者 招响者 四应 附纵令相招 楼传立宫烧敌 反驱而入福波营中 离旦 城中皆祥福波 吕家 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 以传西去 福波又应问所得将者贵人 以之旅 家所知 遣人追之 以其顾校尉司马苏洪的建德 风卫海长猴 月廊兜机的家 风卫林 彩猴 苍吾王赵光者 月望同姓 文汉兵志 即月接阳令定自定蜀汉 月跪林间居翁 遇欧 落蜀汉 接德卫侯 歌传 夏立将军兵及池义侯 所发夜郎兵位下 南月以平以 岁为九 郡 福波将军一封 楼传将军兵以现监卫江梁侯 自卫驮出王后 武士九十三岁而国王燕 太史公约 魏陀之王 本游人萧 遭汉出定 列位诸侯 龙律离师义 陀得以义交 欧洛乡公 南月洞窑 汉兵临近 因其入朝 其后王国 真字辽女 吕家小忠 令陀 武后 楼传从玉 戴奥师或 福波困穷 至绿月职 因祸未福 尘败之转 辟若揪末 索引树赞 中原路走 群雄末至 汉室西区 越泉南矣 陆甲乘说 为他去地 老后内朝 吕家郎历 君臣不邪 促从狡气 史记东月列传 敏月望无珠 及月东海王摇者 其先接月望 勾建之后也 姓周氏 秦以并天下 皆废 为君长 以其地位 敏中郡 及诸侯叛秦 吴诸 姚绿月归婆 扬令吴锐 所谓婆君者也 从诸侯灭秦 当世之时 向及主命 福旺 已故不复楚 汉及向及 吴诸 姚绿月人 吴 汉吴年 富吏吴诸 为敏月望 王敏中 故地 兜东也 孝慧三年 举高地 十月宫 曰 敏君瑶宫多 其名便父 乃立瑶 为东海王 兜东欧 世俗号 为东欧王 后蜀氏 至孝景三年 吴王必反 欲从敏月 敏月未肯行 独东欧从吴 及吴婆 东欧受汉购 杀吴王丹徒 以故皆的不诛 归国 吴王子子 居王走敏月 愿东欧杀其父 常劝敏月 及东欧 至建元三年 敏月发兵为 东欧 东欧 时境 困 且降 乃使人告及天子 天子问太魏填坟 坟队曰 阅人相攻 即 顾其常 幼数反复 不足以凡中国网救也 自秦时弃福属 于是中代福装住劫坟 曰 特换利福能救 得福能复 臣能 何故弃之 且请举先阳而弃之 何乃月也 经 小国以穷困来告及天子 天子福正 彼当安所告诉 又何以子万国乎 上曰 太魏 魏族羽迹 吾出即魏 不欲出虎服发兵郡国 乃遣庄祝以劫发兵会机 会机太守欲聚 不为发兵 祝乃战役司马 欲义指 遂发兵服海旧东欧 魏智 敏月引兵而去 东欧请 举国喜中国 乃兮举重来 触江淮之间 智建元六年 敏月及南月 南月守天子曰 不敢善发兵及而以闻 上遣大行王辉出 豫章 大农韩安国出会机 接位将军 兵卫于领 敏月望引发兵巨险 其地于善乃于乡 宗族谋曰 王以善发兵及南月 不请 故天子兵来诸 金汉兵重强 金吉姓胜之 后来亦多 终灭国而止 金沙王以谢天子 天子听 罢兵 故一国玩 不听 乃力战 不慎 吉王入海 接曰 闪 吉葱沙王 使使奉其投掷大行 大行曰 所为来者 诸王 金王投掷 谢罪 不战而云 立莫大焉 乃一天一岸兵 告大农军 而使使奉王 投持报天子 照罢两将兵 曰 隐等守恶 独无诸孙 咒军仇不予谋焉 乃使狼中将 历仇为月咒王 奉敏月先祭祀 于善以沙隐 微行于国 国民多属 且自立为王 咒王不能较其众持证 天子闻之 为于善不足复兴师 曰 于善术与隐谋乱 而后守诸隐 师的不劳 应立于善位 东月望 与咒王并处 至远顶五年 南越返 东月望于善尚书 请以促八千人 从楼传将军及吕家等 兵制 接阳 以海风波未解 步行 持两端 应使南越 及汉破番于 不治 是十楼传将军阳 朴使使尚书 原便引兵及东越 上约是足劳眷 不许 把兵 令朱孝屯玉张梅岭待命 原顶六年秋 于善文楼传请朱之 汉兵临近 且往 乃遂返 发兵拒汉道 号将军 邹立等位 吞汉将军 入白沙 武陵 梅岭 沙汉三孝位 适时汉使大农张臣 故山 周侯使江屯 伏赶吉 却就变处 皆作为懦珠 于善客 武帝 喜自立 乍其名 未妄言 天子浅横海将军 寒说出句章 伏海从东 方网 楼船将军 扬朴出武陵 中卫王温书出梅岭 月侯为歌船 下赖将军 出弱邪 白 沙 原封原年冬 闲入冬月 冬月速发兵巨险 使训北将军守武陵 拜楼船军树校尉 沙常立 楼船将军律前唐原中古 斩训北将军 魏玉而侯 自兵魏王 故月眼侯无阳前在汉 汉使归欲于善 于善福厅 及横海将军先至 月眼侯无阳以 其意七百人返 攻月军于汉阳 从剑城侯敖 与其律 从咒王居谷谋曰 于善守恶 解守无数 经汉兵至 众强 继杀于善 自归诸江 躺姓的托 乃遂巨杀于善 以其 众将横海将军 故封咒王居谷 为东城侯 万户 封建成侯 敖为开灵侯 封月眼侯无阳位 北诗侯 封横海将军说 为暗道侯 封横海笑 为辅为辽英侯 辅者 陈阳贡王子 故为海 常侯 做法师侯 旧从军无功 以宗室故侯 诸江皆无成功 莫封 东越江多军 汉兵 智 弃其军将 封卫无稀侯 于是天子曰 东越侠多祖 敏月汉 述反复 赵军力皆将其名喜处 将淮奸 东越的岁 须 太史公约 月虽满夷 其先其常有大功德于明哉 何其酒也 隶属代常为君王 举 建议称伯 然于善智大逆 灭国千众 其先描义咒王居古等 由上封卫万户侯 由此之悦 世世为公侯已 盖宇之鱼列也 所引述赞 勾剑之意 誓约无诸 寄习汉宠 石英勤鱼 邹 落魏信 闽中誓居 王瑶之力 原处东鱼 后四步道 自相诸除 史记朝鲜列传 朝鲜王满者 顾艳人也 自始权艳时常略 属真番 朝鲜 魏智力 驻张赛 勤灭艳 属辽东外角 汉兴 魏其远南守 赴修辽东 顾赛 致沛水未戒 属艳 艳王如晚返 入匈奴 满王命 拒挡千余人 追捷满一幅 而东走出赛 渡沛水 居秦顾空地上下张 烧艺鼠真番 朝鲜蛮夷 及顾艳 其亡命者亡之 都望显 会校会 高后十天下出定 辽东太守 及约满魏外臣 宝塞外蛮夷 吴使道鞭 诸蛮 宜君常欲入 见天子 悟得禁止 以文 尚许之 以顾门的兵威 财务轻将其旁小艺 真番 临屯皆来辅属 方数千里 传子至孙幼渠 所幼汉王人之多 幼未常入见 真番旁众国 遇上书见天子 幼庸恶 不通 元丰二年 汉史舍和乔玉幼渠 终不肯奉照 何去至界上 灵沛水 史遇刺沙颂 何者朝鲜必亡常 极度 迟入赛 遂归报天子曰 杀朝鲜江 尚未其名美 及不竭 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 朝鲜愿和 发兵席攻杀河 天子墓罪人 及朝鲜 祈秋 潜楼传将军 扬仆从 祈福渤海 兵五万人 左将军寻至出 辽东 讨幼渠 幼渠发兵巨险 左将军促阵多律辽东兵先纵 拜散 多海走 做法斩 楼传将军将其兵七千人先至王险 右驱成首 窥知楼传军少 即出尘及楼传 楼传军拜 散走 将军扬朴师其重 顿山中十余日 稍求收散促 复聚 左将军及朝鲜配水西军 未能破自前 天子为两将未有力 乃是为山英兵威网御右驱 右驱见使者顿首谢 原将 孔两 将诈沙尘 经见信节 请扶将 遣太子入谢 献马五千匹 即溃君粮 人众万鱼 持 兵 方度配水 使者及左将军 以其为便 为太子以伏将 以命人无持兵 太子亦遗使者 左将军炸杀之 遂不渡配水 赴隐归 山还报天子 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配水上军 乃前 至臣下 为其西北 楼传亦往会 居臣南 又取遂兼守 臣 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速适中 信 将燕带醋 汉 陈胜 君多交 楼传将其醋 入海 故已多拜 王 其先与右渠战 应汝王醋 醋皆孔 将心残 其为右渠 长池和节 左将军即即之 朝鲜大臣乃应兼使人 思约将楼传 往来言 尚未肯绝 左将军术与楼传其战 楼传语 即就其约 不会 左将军亦使人求奸细将下朝鲜 朝鲜不肯 心腹楼传 已故两将不相 能 左将军心意楼传前有失君罪 经与朝鲜思善而又不降 以其有反计 未敢发 天子 约将律不能 前十位山御将右渠 右渠 前太子 三十不能专决 与左将军即相误 促举 约 今两将为臣 又乖义 已故久不绝 使继南太守公孙岁枉枉之 有便宜得以从事 岁 至 左将军曰 朝鲜当下久矣 不下者有状 严楼传述其不惠 据以诉所义告税 约 今如此不取 孔为大害 非独楼传 又且与朝鲜共灭吴君 遂亦以为然 而以 劫召楼传将军入 左将军迎祭市 即命左将军挥下指 补楼传将军 并齐军 以报天子 天 自诸遂 左将军已并两军 及及及朝鲜 朝鲜乡路人 乡寒英 尼西乡参 将军王家相语 谋曰 史玉将楼传 楼传经执 独左将军并将 战一级 恐不能语 王又不肯降 英 浅 路人接王将汉 路人到死 原封三年下 尼西乡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将 王显成位下 顾右渠之大臣 臣四右反 赴公立 左将军十右渠子长将 乡路人之子最告 御其名 诸臣四 以顾遂定朝鲜 为四郡 封参位化清侯 英位敌居侯 浅位平周侯 常位己侯 最已赴死颇有功 为温阳侯 左将军争至 作真功相及 乖计 气势 楼传将军亦作兵制裂口 当呆左将军 善 先纵 诗王多 当诸 赎位数人 太史公约 又取复顾 国已绝四 设和乌公 为兵发首 楼传江峡 吉南离旧 会 诗番语 乃反见仪 循至真劳 与岁皆诛 两军俱辱 将绿莫侯以 所引述赞 未满燕人 朝显是王 王显至兜 路人作相 右取首插 设和尚 赵获自私 胡夷二江 山 岁伏法 纷云无壮 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军常以时数 夜郎最大 其西弥末之数以时数 颠最大 自颠以北军常以时 树 穷都最大 此皆追节 耕田 有异据 其外西自同诗以东 北至业余 名为习 坤 鸣 皆边发 随处千禧 无常处 无军常 地方可数千里 自习以东北 军常以时数 西 左兜最大 自左以东北 军常以时数 牙芒最大 其俗或是柱 或以喜 在蜀之西 自牙芒以东北 军常以时数 白马最大 皆滴泪也 此皆巴蜀西南 外满以也 史楚威王时 史将军庄敲 将冰巡江上 掠巴 前中以西 庄敲者 故处庄王苗一也 敲至滇池 方三百里 旁平地 肥饶数千里 以兵威定数处 欲归报 会情及夺楚八 前中郡 道塞不通 阴海 以其重亡滇 便服 从其俗 以常知 秦时常恶略通无耻 道 诸此国颇至利焉 十余岁 秦也 及汉兴 皆弃此国 而开蜀顾角 八蜀名 获妾出伤 下 取其佐马 伯瞳 牦牛 以此八蜀应付 建元六年 大行王辉 及冬月 冬月沙王 引以报 辉音宾威时 翻阳令唐 蒙峰指晓南月 南月时蒙蜀勾将 蒙问所从来 曰 到西北赃科 赃科江广树里 初翻于城下 蒙 归至长安 问属古人 古人曰 独属出勾将 多持窃出世夜郎 夜郎者 林赃科江 江广百渝部 足以行传 南月以财物一属夜郎 西至同师 然亦不能成事也 蒙乃上 书说上约 南月望黄屋左道 得东西万余里 名为外臣 十亿周主也 经以长沙 御 张网 水道多绝 难行 窃闻夜郎 所有精兵 可得十余万 扶传赃科江 出其不义 此 至悦义其也 臣以汉之强 八蜀之饶 通夜郎道 为智力 义甚 尚许之 乃拜蒙卫 郎中江 江千人 十众万余人 从八蜀座关入 遂见夜郎侯多同 蒙后赐 欲以威德 约为智力 使其子卫令 夜郎旁小义皆贪汉增博 以为汉道险 终不能有也 乃且听蒙 约 海报 乃以为兼卫郡 发八蜀促至道 自博道指脏科江 蜀人 司马相如意 言兮以穷 左可至郡 使相如以郎中将网欲 皆如南夷 未至亦都未 十余献 蜀数 当事时 八蜀四郡通西南夷道 树转相想 树岁 道不通 是霸恶离师死者胜众 西南夷幼树反 发兵心急 冒废无功 尚换之 使公孙洪往事问焉 还对 言其不便 及红卫玉使大夫 适时方驻朔方 以聚合竹湖 红英树言 西南夷害 可且罢 专利是匈奴 上罢西夷 独至南夷夜郎 两县亦都为 烧令兼卫自保救 及袁寿元年 博望侯张千使大厦来 言居大厦实践 蜀部 穷竹 杖 识问所从来 约 从东南申独国 可数千里 的属古人士 或闻穷西可二千里 有申独国 千英圣言 大厦在汉西南 目中国 换匈奴阁 其道 陈通蜀 申独国到汴境 有利无害 于是天子 乃令王然于 博石昌 吕月仁等 使间出西一西 只求生独国 至颠 颠王长腔乃流 未求道西十余备 遂于 皆必昆明 莫能通生独国 颠王与汉使者言曰 汉属与我大 及夜郎侯亦然 以道不通固 各自以为一周 主 不知汉广大 使者还 应圣言颠大国 足是亲父 天子住一焉 及至南岳反 上使持一侯 应兼卫发南移兵 且蓝军孔远行 庞国鲁其老弱 乃与其 重反 杀使者及兼卫太守 汉乃发巴蜀罪人 常及南岳者 八孝未及破之 慧月已破 汉八 孝未不下 及隐兵海 行诸投篮 投篮 长隔颠倒者也 以平投篮 岁平南移位 脏科郡 夜郎侯使以南岳 南岳已灭 慧海诸反者 夜郎岁入朝 尚以为夜郎王 南岳破后 及汉诸且兰 穷军 并杀左侯 衙盲皆正恐 请臣致力 乃以穷都未月 西郡 左都未沈黎郡 盲未问山郡 广汉西白马 未无都郡 上使王然于 以越破 及诸南以兵 威风 欲滇亡入朝 滇亡者 其重数万人 其旁东北游 劳晃 迷没 皆同性相扶 未肯听 劳晃 迷没 术侵犯使者 利促 元丰二年 天子发疤 蜀兵即灭 劳晃 迷没 以兵临颠 颠王使守善 以故扶诛 颠王离南西南夷 举国将 请致力入朝 于是以为一周郡 四颠王王应 赴长其名 西南夷军长以百数 独夜郎 颠兽王应 颠小义 最宠焉 太史公约 楚之先起有天路灾 在周魏文王师 封楚 及周之衰 得称五千里 秦 灭诸后 为楚苗义上有颠王 汉诸西南夷 国多灭义 为颠父为宠王 然南夷之端 简 勾将藩于 大下障 穷竹 西夷后俭 飘分二方 醋为七郡 索影树赞 西南外角 庄敲守通 汉英大下 乃命唐蒙 劳晃 迷没 异俗书粉 夜郎最大 穷 左称雄 极致郡县 万代推攻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者 属郡成都人也 自长青 少时好读书 学极见 故其清明之曰全子 相如既学 目令相如之为人 根名相如 以资为郎 是孝景帝 为武其尝试 非其好也 会景帝不好词赋 是时梁孝王来朝 从游说之事 其人周扬 怀因眉尘 无庄济夫子之 徒 相如见而说之 应并免 可有梁 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 相如得与诸生 游世居数岁 乃这子须之父 会梁孝王促 相如归 而家平 无以自业 素与林穷令王 及相善 及曰 长青久 幻游不遂 而来过我 于是相如网 舍都停 林穷令谋未恭敬 日网朝相如 相如出 上见之 后称并 始从者谢及 及寓意谨诉 林穷中多妇人 而卓王孙家同八百人 臣 正义数百人 二人乃相未曰 令有贵客 未聚召之 并召令 令既至 卓氏刻以百 数 至日中 夜司马长青 长青谢并不能往 林穷令不敢尝识 自往迎相如 相如不得 以 强往 一座近亲 久憨 林穷令前奏秦曰 切闻长青好之 原以自于 相如辞 谢 为古仪再行 适时 酌王孙有 与文君心寡 好因 故相如谋 与令相众 而以情心挑之 相如之林穷 从车骑 雍容兼雅慎兜 及隐酌事 弄情 文君 谢从互窥之 心悦而好 之 恐不得当也 记罢 相如乃使人 众次文君 试者通阴情 文君 叶王奔 相如 相如乃宇 持归成都 家居图四必利 酌王孙大怒曰 女志不才 我不忍杀 不分一前也 人 或为王孙 王孙中不听 文君 久之不乐 曰 长青帝 巨如林穷 从昆帝 甲代 游族未生 何至自苦如此 相如 与巨之林穷 竟卖骑车骑 买一酒舍孤酒 而令文君当炉 香 如生自者独鼻昆 与宝雍杂作 嫡气于世中 酌王孙文 而耻之 为渡门不出 昆帝诸宫 更为王孙曰 有一男两女 所不足者非才也 经文君 已施身于司马长青 长青顾眷游 虽平 其人才足一也 且又令克 独奈何相辱如此 卓王孙不得已 分与文君同百 人 千百万 及其价十一倍财物 文君乃与 相如归成都 买田宅 为妇人 居久之 属人阳得意为苟间 世上 尚独子须 妇而善之 曰 正独不得与此人同 诗哉 得意曰 臣义人 司马相如 自言为此父 上经 乃赵问相如 相如曰 有 是 然此乃诸侯之事 为族观也 请为天子游猎父 父臣奏之 上许 令上书给笔扎 相如以 子虚 虚言也 为储称 乌有先生 者 乌有此事也 为其难 摩世 公 者 摩世人也 明天子之意 故空及此三人为此 以推天子诸侯之愿有 其促张规 知于节俭 应以封建 奏之天子 天子大说 其词曰 处使子须始于其 其王息发境内之事 被车其之众 与使者出田 田霸 子虚过陀 乌有先生 而摩世公在焉 坐定 乌有先生问曰 今日田乐乎 子虚曰 乐 或多乎 曰 少 然则何乐 曰 仆乐其王之欲 夸仆以车其之众 而仆 对异云梦之事也 曰 可得闻乎 子虚曰 可 王驾车千尘 选途万骑 田于海滨 列促满泽 浮往弥山 掩兔林 鹿 涉迷脚林 物于炎谱 歌仙染伦 涉中或多 京而自攻 故魏蒲曰 处亦有平原 广泽游列之地 饶乐若此者乎 楚王之列何与寡人 扑下车对曰 成 楚国之彼人也 信的素未时有余年 时从出游 游于后援 懒于有无 然游未能变独也 又恶足以言 其外则折乎 其王曰 虽然 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扑对曰 唯唯 成文楚有七则 常见其一 未堵其余也 臣之所见 盖特其小 小这儿 明曰云梦 云梦者 方九百里 其中有山烟 其山则盘于浮玉 龙虫绿族 曾 严参丝 日月必亏 交错纠分 上前清云 霸池碑 下属江河 其土则单亲者 恶 词 黄白复 西壁金银 重色炫耀 照烂龙铃 其石则赤玉玫瑰 凌鸣昏吾 兼勒旋力 软 十五夫 其东则有惠谱恒蓝 指若舍甘 穷穷昌仆 江黎泥吾 诸这迫切 其南则有平 圆广则 灯将驼迷 暗眼谈慢 圆以大江 献以乌山 其高躁则身争孤暴力 缺杀清凡 其卑诗则身藏梁尖家 东墙雕湖 莲藕咕鲁 眼 轩欲 物居之 不可圣徒 其西则 有涌泉轻轻驰 积水推移 外发芙蓉 华 内隐巨石白沙 其中则有神龟焦驼 帽鳖 其北则有阴灵巨树 翩然玉章 贵焦木兰 玻璃珠阳 卢 隐利 菊又芬芳 其上则 有赤 菊柔 渊除孔鸾 藤远射干 其下则有白虎元豹 万言出岸 四象野兮 穷其慢 言 于是乃使专珠之轮 首歌此寿 楚王乃驾迅薄之寺 陈雕玉之鱼 迷于须之饶 瞻 叶明月之朱旗 剑干将之雄己 左乌豪之雕宫 右下扶之敬见 养子参臣 欠阿卫 欲 暗杰未书 吉林角兽 林琼琼 巨须 亦野马儿 陶图 陈宜峰儿 射游其 条 生期恋 动标志 心流停急 功不虚发 终必绝字 动 达叶 绝乎心细 祸若与寿 眼草弼地 于是楚王乃米皆陪回 翱翔荣语 懒呼英灵 观状世之暴怒 与猛兽之恐 巨 角兽 驱 单独 物之变态 于是镇女慢机 被阿兮 于助稿 高欠罗 垂雾湖 碧姬千咒 于许委屈 于 饶溪谷 盆盆飞飞 阳翼续消 飞欠垂少 浮雨衣迷 虾翠菜 下摩兰慧 尚浮雨盖 错翡翠之威蕊 谋绕玉随 飘呼呼呼 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乃香雨 辽于惠谱 盘山薄苏上荆堤 眼翡翠 射 灵 为增出 欠脚诗 一百股 廉价额 双枪下 玄鹤家 待而后发 由于清池 符文艺 杨桂艺 张翠维 剑羽盖 网 帽 吊子被 窗筋骨 吹明赖 绑人歌 声流喝 水虫害 波红沸 涌泉 其 奔阳慧 类石相及 狼狼数数 若雷霆之身 闻呼数百里之外 将席了者 及领骨 其封碎 车暗行 其旧队 喜呼盈盈 搬呼异役 于是处 王乃登阳云之台 薄呼无畏 但呼自持 少要之何惧而后欲之 不若大王终日迟臣而不 下于 鸾戈伦翠 自以为于 臣妾观之 其待不如 于是王莫然无以应谱也 乌有先声曰 是何言之过也 足下不远千里 来旷其国 王兮发境内之事 而被 车其之众 以出田 乃欲陆利致祸 以于左右也 何名为夸哉 问楚的之有无者 原文 大国之风裂 先声之余论也 经族下不称楚王之德后 而胜推云梦以为高 奢言赢乐而 显吃米 且为族下不取也 弼若所言 故非楚国之美也 有而言之 是张军之恶 无而 言之 是害族下之幸 张军之恶而伤思义 二者无亦可 而先声行之 必且轻于其而泪 于处矣 且其东主巨海 南有狼邪 观乎成山 舍乎之福 福伯谢 游梦诛 邪语速胜 魏灵 又以汤谷为戒 秋田乎清秋 放黄乎海外 吞若云梦者八九 其于胸中层不地戒 若乃替躺归尾 亦方疏类 争怪鸟兽 万端临翠 充任其中者 不可圣计 与不能明 气不能寄 然在诸侯之位 不敢言游戏之乐 怨幼之大 先声又剑客 是以王辞而不 父 何谓无用应栽 摩世公听然而孝曰 楚则诗以 其意未未得也 夫使诸侯纳贡者 非为财币 所 以树之也 风将化戒者 非为首欲 所以敬赢也 经其列位东藩 而外司速胜 捐国于 献 越海而田 其余亦故未可也 且二君之论 不污名君臣之义 而震诸侯之礼 图世真 游列之乐 怨幼之大 欲以奢侈相胜 荒淫相悦 此不可以扬名发育 而士族以贬君字 孙也 且夫其楚之事 又焉足道邪 君为赌夫 俱利也 独不闻天子之上 灵呼 左苍吾 又西极 丹水更其南 紫渊近其北 终时霸产 出入京卫 封号辽术 淤于尾蛇 金银呼其内 荡荡西八川分流 相悖而异态 东西南北 池雾往来 出乎骄 丘之雀 行呼周淤之谱 近呼桂林之中 过呼央莽之也 密呼魂流 顺阿尔下 父爱闪 之口 处穷时 鸡堆齐 肺呼暴怒 汹涌康熙 避薄密骨 避侧密质 横流逆折 转藤 撇裂 蓬壁沆� 穷龙云挠 穷龙云挠 湾扇焦力 于波趋翼 立立下赖 披言明雍 杨智佩 灵底祝贺 蝉着陨坠 战战隐隐 碰棒轰树 树树户户 斥急鼎沸 持波跳墨 鼓盘飘 急 忧远长怀 绩效无声 似乎永归 然后好咬黄样 安详徐怀 赫呼血血 东住大壶 演义悲驰 鱼是呼蛟龙嗤嗤 躲剑离 鱼路前托 鱼鱼屈纳 前其酌尾 震灵奋意 前处鱼身炎 鱼鳖幻身 万物众火 明月珠子 地利江迷 属石黄蹄 水域磊落 灵 灵烂烂 彩色闸干 从几乎其中 红狐肃宝 竹语 木 樊勿庸 消炉 浮乎其上 泛淫泛烂 随风淡淡 雨波摇荡 眼宝草主 煞叠今早 咀嚼 哦 于是呼 虫山龙 摧薇 森林巨木 斩岩村 九 涅 南山 岩 拖掩乙 嘴尾 齐 正熙通骨 简铲勾毒 憨雅豁下 傅林别道 外围 雷 秋须 影灵域 登降诗迷 悲驰笔至 眼容淫欲 散幻一路 停 千里 弥补备注 演乙律会 背乙江离 柔乙迷雾 杂乙流移 夫节旅 钻力沙 接车横蓝 本社干 慈江湘和 真诚若孙 先知皇历 讲著清凡 不惑洪泽 严漫太原 立米广言 应封批 米 土方杨烈 玉玉匪匪 相发月 想不写 别薄 于是乎周懒犯官 甜戏 杂物 茫茫恍惚 是之无端 茶之无涯 日出东找 入于西碑 其南则 龙东生长 永睡 月波 寿则 毛 毛 沈牛 主迷 赤手 环蹄 穷其向西 其北则 剩下寒冻烈的 射冰 接合 寿则 其灵角 逃突驼 穷穷驼席 快蹄驴螺 于是乎离宫别管 迷山跨骨 高廊四柱 重座驱隔 滑催必当 碾到洗鼠 不跳 周流 长途中速 宜于筑堂 内台增臣 炎要洞房 府咬秒而无见 仰攀老而门天 奔 心更于归踏 婉红托于筍轩 清求又流于东乡 向于婉禅于西青 淋于燕于监观 卧拳 之轮抱于南戎 李全勇于青室 通穿过忽中亭 磐石枕牙 青檐已清 琢厄杂谱 客销 真容 玫瑰碧玲 珊瑚丛申 美玉旁堂 斑文林 赤霞伯落 杂叉其间 垂随婉眼 何事出烟 于是呼噜局下熟 黄甘沉凑 琵琶烟室 亭 厚浦 影枣扬梅 樱桃 葡萄 尹夫 玉帝 他 荔枝 罗乎后宫 列乎北园 丘陵 夏平原 杨翠叶 雾子晶 八红华 秀朱容 黄黄护护 照耀巨叶 沙唐立珠 华半眼炉 流落须鱼 人平病驴 占檀目 蓝 玉章女真 长千任 大连报 夸条直唱 十叶虽帽 散立丛乙 连卷泪轨 催错拔 尾 坑狠狭落 垂条浮渝 落音翻喜 芬蓉消声 以拟从风 流利会兮 盖向金石之身 管月之音 拆持瓷提 炫环后宫 杂踏累极 背山远古 寻板下席 视之无端 揪之 无穷 于是悬原诉词 为绝非累 至条浊柔 见胡护鬼 七席乎其间 长笑哀鸣 偏翻 护经 妖桥之阁 眼见秒颠 于是乎于绝粮 藤书针 结垂条 戳西间 牢落路里 烂 蔓远迁 若此背者 数千百处 西游往来 攻速管设 刨除不喜 后攻不宜 百官被拒 于是乎背 秋射东 天子笑裂 陈露相 六玉球 托尼金 迷云旗 前皮轩 后道 由 孙叔奉佩 为公参臣 护从横行 出乎四孝之中 古岩部 纵了者 江河未驱 太 山魏鲁 车骑雷起 影天洞的 先后路离 离散别追 隐隐意义 园林流泽 云部与诗 身皮豹 伯柴狼 手熊皮 祖野阳 蒙赫苏 白虎 背兵文 跨野马 零三鱼 之围 下气力之底 银着腹险 月鹤利水 推飞连 弄解智 阁霞 阁霞 蝉猛事 圈咬鸟 射风使 剑部狗害 节斗陷脑 宫不须发 应声而道 于是呼尘于迷劫 陪回 翱翔网 来 逆步驱之进退 懒江绿之变态 然后静谈促节 调 远去 琉璃清晴 吕角兽 白鹿 节角兔 一赤电 宜光药 追怪物 出宇宙 弯凡若 满白雨 射游销 莉飞 去 则肉后发 先中命处 闲十分 亦亦谱 然后阳节而上伏 凌京风 莉害吕 陈虚无 与神聚 凌玄鹤 乱昆姬 求孔鸾 醋 灵 伏一鸟 烧凤凰 结冤除 眼交明 道静图丹 回车而还 招摇呼襄阳 将疾呼北红 绿呼直指 暗呼返乡 道静 图丹 回车而还 招摇呼襄阳 将疾呼北红 绿呼直指 暗呼返乡 绝食 立风轮 果 一雀 望露寒 下唐离 习以春 西池轩曲 卓一牛首 登龙台 演戏柳 官室代夫之 擒略 君寥者之所得获 图车之所凌厉 陈其之所柔弱 人民之所倒四 与其穷极卷 金诞设服 不被创刃而死者 妥妥即即 填坑满谷 眼凭迷世 于是呼游戏懈怠 至九呼浩天之台 张乐呼小亚之语 撞千石之中 立万石之举 剑翠华之旗 树林陀之谷 奏桃堂氏之舞 听阁天室之歌 千人唱 万人和 山陵味 之震动 穿鼓味之荡波 八鱼送菜 淮南鱼遮 闻成颠歌 足举地奏 心鼓叠起 坑枪 当砖 动心骇耳 金吾正位之身 韶获五相之乐 阴影暗眼之音 阴影缤纷 基础结封 排忧诸如 笛笛之唱 所以于耳目 而乐心意者 立弥烂漫于前 弥漫美色于后 若福清情密非之徒 绝疏离俗 娇也贤兜 量装客赤 便宣绰约 柔绕宣 魅染鸟 夜独简之余意 秒言意已虚消 边先别平 与世舒服 分香欧欲 酷裂疏 好耻灿烂 一笑帝落 长眉连涓 为帝轿渺 色寿魂语 心愚于策 于是九中月憨 天子茫然而思 似若有亡 曰 皆呼 此态奢耻 正义懒听于 于是九中月憨 天子茫然而思 似若有亡 曰 皆呼 此态奢耻 正义懒听于奸 无事弃日 顺天道以沙伐 时休息于此 恐后是迷离 遂往而不返 非所以为祭祀创业 垂筒也 于是乃解九霸裂 而令有思约 立刻以啃辟 稀为浓交 以善蒙力 颓墙 田茜 使山则知名的志焉 石碑池而误尽 须公官而误认 发仓领以正贫穷 补不足 续官寡 存孤独 初德号 审刑罚 改制度 义辐色 根正硕 与天下未始 于是立即日以其界 习朝一 陈法架 建华其 名玉鸾 游乎六亦之幼 误乎人 义之徒 懒观春秋之灵 设离手 兼奏于 一玄鹤 剑干七 载云赤 掩群雅 悲伐坛 乐乐虚 修荣乎李源 翱翔乎书朴 树亦道 放怪兽 登明堂 坐清庙 自群臣 走 得诗 四海之内 弥不受祸 于思之时 天下大说 相风而听 随流而化 溃然心道而 千亿 行错而不用 得龙乎三皇 攻陷于五帝 若此 顾列乃可喜也 若福中日暴露驰骋 劳神苦行 霸车马之用 玩士族之精 废福库之财 而无得 厚之恩 勿在独乐 不顾众数 妄国家之政 而贪至兔之祸 责任者不由也 从此观之 其处之事 岂不哀哉 地方不过千里 而幼居九百 是草木不得啃辟 而名魔所食也 夫以诸侯之戏 而乐万臣之所持 普恐百姓之辈 其有也 于是二子悄然改容 超若自施 群寻必席曰 彼人顾漏 不知忌讳 乃今日见教 谨闻命以 副奏 天子以为狼 摩世公言 天子上陵广大 山谷水全万物 乃子虚言 处云梦所有 慎重 持米过其时 且非一礼所上 故山取其要 归正道而论之 相如为狼数岁 会唐蒙始略通夜 狼西伯中 发巴鼠利促千人 俊又多为发转曹万余 人 用心法诸其取率 巴鼠名大惊恐 上文之 乃时相如则唐蒙 应预告巴鼠名 以非上 义 喜曰 告巴鼠太守 满宜自善不讨之日 久矣 时侵犯边境 劳氏大夫 陛下即位 存府天 下 即安中国 然后兴师出兵 北真凶奴 单于不害 交臂寿室 屈膝寝和 康居西域 众义寝朝 积首来想 宜师东指 敏月相诛 幼调藩于 太子入朝 难移之君 西伯 之长 长孝供执 不敢怠惰 严谨举重 勇勇然皆争归意 欲为臣妾 道理辽远 山川 祖身 不能自治 夫不顺者以诛 而为善者为赏 故遣中郎将往兵之 发巴蜀士名各五 百人 以奉必驳 为使者不然 弥有兵阁之事 战斗之患 经文其乃发君心志 经聚子弟 幽患长老 郡又善未转速运输 皆非陛下之一也 当行者或王陶自贼杀 亦非人臣之劫也 夫边郡之事 闻风举遂凡 皆设功而持 和兵而走 流汉相属 唯恐居后 处白刃 茂流史 亦不反顾 既不炫肿 人怀怒心 如报丝绸 比其乐死恶生 非鞭裂之名 而与巴蜀易主栽 既生律远 即国家之难 而乐静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福之风 昔归而 绝 未未通侯 居列东帝 忠则已显豪于后世 传土地于子孙 行事甚中敬 居位甚安 亦 名声失于无穷 攻略者而不灭 是以贤人君子 甘恼途中原 高叶润野草而不辞也 经奉必亦志难移 即自贼杀 或王桃底朱 生死无名 是未至于 此即父母 为天下 孝 人之度量相悦 岂不远哉 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 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律不谨也 寡连贤齿 而俗不偿后也 其背行路 不亦一呼 陛下幻使者 有私之若比 道不孝于名之如此 故遣信使小御百姓 以发促之事 应述 知以不忠死亡之罪 让三老孝帝 以不教会之果 方金田时 众凡百姓 以轻见尽献 恐 远所惜古山则之名 不辩文 习道 即下献道 使贤之陛下之意 唯无忽也 相如海报 唐蒙以略通夜郎 因通西南移道 发疤 蜀 广汉促 作者数万人 知 到二岁 到不成 士族多物故 废以俱万计 蜀名及汉用士者 多言其不便 事实穷着之 君常文 难以与汉通 得赏赐多 多欲援为内臣妾 请立 彼南移 天子问相如 相如曰 穷 左 忙者尽数 道义一通 秦时常通 为俊献 致汉心而罢 京臣赴通 为 致俊献 岳于南移 天子以为然 乃拜相如 为中郎将 见解往事 父使 王然于 胡冲 国 屡岳人持四圣之船 应巴蜀利 必勿以陆西仪 至蜀 蜀太守 以下交迎 宪令妇怒使 先驱 蜀人以为宠 于是 卓王孙 林穷珠公 皆因门下 现牛九 以交欢 卓王孙 溃然而叹 自已的使 女上司 马长青晚 而后分 与其女才 与男等同 司马长青便略定 西仪 穷 佐 芒 思余之君 皆请为内臣 除边关 关义赤 西至魅 若水 南至脏科 为脚 通 林关道 乔孙水 以通穷都 还报天子 天子大说 向如史时 蜀长老多言 通西南 以不畏用 为大臣 亦以为然 向如遇见 亦以见之 不敢 乃著书 即以属父老为辞 而己劫难之 以封天子 且应宣其使指 令百姓之天 子之义 其词曰 汉兴七时有八载 得冒存乎六世 威武分云 占恩汪位 群身数如 阳亦乎方外 于是乃命使息真 随流而嚷 封之所被 网不披靡 阴朝 匆忙 定卓存穷 略私于 举包满 结义还原 东乡将报 至于蜀兜 其老大夫 见身先生之徒 二时有七人 俨然造烟 辞弊 应尽曰 盖文天子之于 义 敌也 其义机迷误绝而已 惊霸三郡之事 通夜郎之徒 三年余资 而公不尽 士族牢 卷 万名不善 今又皆以西疑 百姓力驱 恐不能足业 此意使者之类也 且未左右患 之 且夫穷 左 西伯之于 中国并也 利年资多 不可记忆 忍者不倚得来 强者不倚 利并 义者其待不可忽 经歌其名 以父以敌 必所事 以事无用 彼人顾漏 不实所谓 实者曰 污谓此邪 必若所云 则是属不便福 而八不化俗也 于尚恶文若说 然 私事体大 故非观者之所谓也 于知行及 其祥不可得文以 请为大夫粗成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 然后有非常之功 非常者 故常之所以也 故曰非常之源 黎明俱焉 即真绝尘 天下燕如也 习这洪水泊出 泛滥演绎 名人登降以喜 亦而不安 下后是妻之 乃因洪水 绝江疏河 路沈善滋 东归之于海 而天下永宁 当思之情 岂为名哉 心烦于律儿 身轻其劳 功之无拔 夫不身毛 故修烈 显乎无穷 声称加乎于资 且夫贤君之见谓也 其特伟所握忧 居闻千俗 寻送席传 当事取说云耳栽 碧 将重论红意 创业垂统 为万事归 故持悟乎相容并包 而情思乎参天二帝 且失不云 忽 普天之下 莫非望土 绿土之兵 莫非望尘 是以六合之内 八方之外 尽寻 演绎 怀生之物 有不浸润于责者 贤君耻之 金峰江之内 关带之轮 贤货家旨 弥有 却已已 而以敌疏俗之国 辽绝一党之地 周瑜不通 人积罕至 正教卫家 流风有为 内之则犯意 清理于边境 外之则斜行横坐 放誓其上 君臣义卫 尊卑施叙 父兄部 孤 又孤为奴 戏类好弃 内乡而怨 曰 盖文中国有志人焉 得羊而恩朴 勿迷不得 其所 经毒何谓已己 举种丝目 若哭汗之妄语 利夫位之垂涕 旷乎上肾 又恶能 以 故北出师以讨强湖 南池时以翘静月 四面风德 二方之君灵 及养流 原的受好者 以意计 故乃官媚 若 脚脏科 漏灵山 梁孙源 创道德之徒 垂人义之统 江伯恩 广师 远辅长驾 史书替不必 祖生暗昧的要呼光明 以眼假兵于此 而习诸伐于彼 狭耳一体 中外提服 不亦康乎 夫诊明于沈溺 奉至尊之修德 反衰事之灵池 祭周 事之绝业 思乃天子之极物也 百姓虽劳 又恶可以以灾 且夫王室 顾未有不始于忧情 而终于意乐者也 然则受命之福 何在于此已 方 江曾泰山之风 家梁父之士 明和鸾 杨乐颂 上贤武 下登三 观者未读止 听者未 闻音 由焦明以祥乎辽阔 而罗者由是乎守则 悲夫 于是朱大夫 茫然丧其所怀来 而失觉 所以尽 溃然并称曰 允灾汉德 此彼人之所 原文也 百姓虽待 请以身先知 常望眯喜 因千言而辞弊 其后人有上书言 向如史实受经 诗官 居碎于 父赵未郎 向如口齿而善著书 常有消可及 宇卓是昏 饶于财 其尽是患 未常肯于公亲国 家之士 称并兼居 不目观觉 常从上至常阳烈 事实天子方好 自己雄志 持足野兽 相如上书见之 其词曰 臣文物有同类而疏能者 故立称乌惑 结言庆祭 勇其奔 于 臣之于 切以为人 臣有之 受益已然 经陛下好灵祖险 舍蒙兽 粗然寓意财之寿 害不存之地 犯属车 知清臣 于不及海源 人不暇失巧 虽有乌惑 逢蒙之计 利不得用 枯木朽诸 尽未害 以 是乎月起于谷下 而枪宜皆枕也 岂不待灾 虽万全无患 然本非天子之所以尽也 且夫倾道而后行 中路而后持 有时有闲觉之便 而旷舍乎 乎彭薅 持乎秋焚 前有 利受之乐而内无存便之意 其为祸也不亦难以 夫倾万臣之众不以为安 而乐出于万有 亦为之徒以为于 臣妾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于未蒙而智者 必为于无形 或顾多藏于隐为而发于人之所乎者也 顾炳 燕曰 家磊千金 坐步垂堂 此言虽小 可以遇大 臣缘陛下之留意信查 上善之 还过以春宫 相如奏赴以哀二世行诗也 其词曰 登碑至之长板息 奔入曾宫之 领取江之该周西 望南山之曾词 炎炎深山之 隆隆兮 通古 西憨 古裕 习以永世兮 住平 知广言 观 树之吻爱兮 懒 竹林之珍珍 东池土山兮 北街时赖 弥杰荣与兮 立调二世 池身不景兮 亡国诗意 信禅不悟兮 宗庙灭绝 乌乌哀哉 操行之不得兮 坟墓无惠而不休兮 魂无归而不 十 秒绝而不齐兮 弥九远而悦齐 金网狼而飞扬兮 十九天而永世 乌乌哀哉 相如拜卫笑文元令 天子记美子虚之事 相如见上好仙道 应曰 上灵之士卫族 每夜 尚有迷者 臣常为大人父 为旧 请聚而奏之 相如以为列仙之船 居山则奸 形容圣悦 此非帝王之仙一也 乃遂旧大人父 其词曰 是有大人兮 在于中州 宅弥万里兮 曾不足以少留 悲世俗之破爱兮 且轻举而 远游 垂降翻之宿尼兮 载云气而上浮 剑阁则之长甘兮 总光耀之彩毛 垂寻始以为 深兮 夜会兴而未少 吊至乔以眼见兮 又以你以招摇 懒战枪以为惊兮 迷屈红而未 愁 红窑窑以眩敏兮 飙风涌而云浮 驾应龙项鱼之 或略微利息 参赤痴青球之 滴流弯 岩 滴养妖桥 巨以骄傲兮 曲折龙穷 曲以连卷配爱 揪秀歌以以一息 放散盼暗香以禅言 蝶多亚侠荣以为利息 绸谋眼俭处蛇 以良以 揪了教傲踏 以宗路兮 灭蒙涌跃疼而狂 魏 力萨会兮标志殿过兮 焕然雾除 豁然云霄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 与真人呼相求 护折窈窕以右转兮 恒力飞拳以震东 西真 凌羽而选之兮 不沉重神于遥光 使武帝先倒兮 反太一而从凌羊 左宣明而右寒 西 前路离而后树黄 思真北桥而异县门西 属其博史上方 助容金而碧玉西 轻分弃而 后行 屯于车其万臣西 足云盖而树华其 使沟芒其江行西 无欲往湖南西 唐瑶于崇山西 过于顺于九夷 分战占其插错西 杂踏交隔以方池 骚扰 从其 香芬如西 旁壁央闸洒以淋漓 钻罗列巨从以龙绒西 眼漫流浪潭以六离 进入 世之 烹淋玉绿西 洞出鬼谷之 磊为 遍懒八红而观似荒西 窃渡九江而月无河 金银岩 火而浮若水西 杭绝浮竹而流沙 眼熙总及泛滥水兮兮 使灵蛙骨色而无缝移 时弱 爱爱将魂浊西 照平一珠风薄而行雨诗 希望昆仑之闸物晃呼吸 直径持呼三维 排昌 何而入地宫西 宰遇女儿与之规 疏狼风而遥及西 抗乌藤而意志 低 阴山祥已淤屈 西 无乃惊目睹西王母 然白首 宰圣而血处西 义姓有三足乌 知识 必长生若此而 不死西 虽既万事不足以喜 车妾来西 绝道不周 会时幽兜 呼吸沆瀉 朝霞西 举之阴西 击击穢华 先轻 寻而高纵西 分红涌而上力 灌裂缺之道锦西 涉风龙之庞佩 持游道而修降西 勿移 勿而远世 破区中之爱陕西 书节出乎北营 一吞其于玄阙西 亦先驱于寒门 下真容 而无的西 上辽阔而无天 是绚绵而无见西 听场恍而无闻 尘虚无而上甲西 超无有 而独存 相如祭奏大人之诵 天子大说 飘飘有凌云之气 似游天地之间矣 相如祭并免 家居茂林 天子曰 司马相如并胜 可往从西取其书 若不然 后 诗之矣 是所终往 而相如已死 家无书 问其妻 对曰 常清故未常有书也 诗 诗诸书 人又取去 即空居 常清未死时 未一卷书 约有识者来求书 奏之 无他书 其一杂书 言封禅士 奏所终 终奏其书 天子一知 其书曰 依上古之初照 字号穷熙声名 立传列辟 以气于情 绿耳者种武 替听者风声 分轮微蕊 阴灭而不撑者 不可胜数也 续昭下 崇昊氏 略可盗者 七十有二君 网若 疏而不昌 仇逆师而能存 轩辕之前 狭哉渺呼 奇祥不可得闻也 五三六经载集之传 为剑可观也 书曰 元首名哉 古宫良哉 因思以谈 君莫胜于唐窑 沉莫贤于后继 后继创业于唐 宫 流发基于西荣 文王改至 元周至龙 大行月臣 而后灵仪衰为 千载无声 岂不善始 善终哉 然无一端 圣所犹于前 锦衣教于后耳 顾鬼姬一亿 亦尊也 占恩蒙永 亦 丰也 现度者名 亦则也 垂筒里顺 亦记也 是亦夜龙于 宝儿重观于二后 窥绝所 元 中都忧促 未有书游绝机 可考于经者也 然由聂良父 登泰山 见显豪 师尊名 大汉之德 逢永源泉 悟数蔓延 庞破四赛 云夫雾散 上唱九该 下宿八山 怀生之 内瞻如静润 邪气横流 五节飘逝 耳闪游圆 穹阔永末 手恶淹没 暗昧昭折 昆虫 凯则 回首面内 然后又 揍鱼之真群 脚迷鹿之怪兽 欠亦金六岁于袍 西双贡抵之 寿 或周虞 征收归于其 昭翠 黄尘龙于找 鬼神皆领雨 兵于监管 其物觉鬼 替躺穷 便 青灾 福瑞 真姿 有以为薄 不敢到风禅 盖周月 于允航 修之以辽 为夫思之为 福也 以登戒秋 不亦怒忽 静让之道 其何爽语 于是大司马静曰 陛下人欲群身 亦真不慧 诸夏乐贡 百蛮直至 得谋网出 功无与二 修裂家洽 福瑞众变 其应少至 不特创建 义者泰山 梁父设谈场望性 盖号以旷荣 上帝垂恩处置 将已建成 陛下谦让而浮发也 妾三神之欢 缺亡道之疑 群臣虞焉 或为且天位之暗 真福故不可辞 若然辞之 是泰山梅记 而梁父梅姬也 亦各病时而容 贤记事而屈 说者上 赫称于后 而云七十二君呼 夫修得以西服 奉服 以行事 不畏敬月 故圣王福替 而修礼的旨 夜款天神 乐公中月 以章至尊 书审 得 发浩荣 受后福 以敬黎明也 惶惶哉思事 天下之壮观 王者之辟业 不可贬也 原陛下全知 而后因砸见 身仙身之略数 使祸药日月之末光绝颜 以斩采措施 尤奸 正列其意 孝赤绝闻 做春秋一役 将袭旧六为妻 殊之无穷 彼万世的鸡清流 扬为 波 非阴生 藤茂石 前圣之所以 永保红明而常未 称守者用此 以命长顾 悉奏其意而懒 焉 于是天子佩然改荣 曰 于乎 正其事哉 乃千丝回律 总公卿之意 寻风禅 知事 师大则之薄 广福瑞之父 乃作颂曰 自我天父 云之游游 甘露时雨 绝壤可游 滋液甚露 何身不欲 加自我天父 云之游游 甘露时雨 绝壤可游 滋液甚露 何身不欲 加古六岁 我色何序 非为雨之 又润则之 非为如之 泛夫或之 万物兮兮 怀而目思 明山非为雨之 又润则之 非为如之 泛夫或之 万物兮兮 怀而目思 明山显位 望君之来 君乎 君乎 侯不卖哉 斑斑之寿 乐我君佑 白至黑章 其已可 明明目目 君子之斑斑之寿 乐我君佑 白至黑章 其已可 明明目目 君子之能 盖文其身 经观其来 绝图弥宗 天睿之 真 滋意于顺 于是以兴 啄啄之灵 有彼灵志 梦东十月 君祖交四 持我君余 第一响志 三啄啄之灵 有彼灵志 梦东十月 君祖交四 持我君余 第一响志 三代之前 盖魏常有 婉婉黄龙 心得而生 彩色炫耀 黄柄回黄 正阳显见 于传载之 云寿命所成 绝之有张 不必尊尊 一类托玉 玉以风鸾 绝之有张 不必尊尊 一类托玉 玉 以风鸾 披义观之 天人之祭以交 上下相发允达 圣王之德 兢兢亦亦也 故曰 心必律 衰 安必思为 是以汤武至尊严 不施素之 顺在甲典 故审觉以 此之谓也 司马相如祭促五岁 天子使祭厚土 八年而岁 先礼中月 丰于泰山 至梁父缠肃然 相如他所者 若以平陵侯书 与五公子相难 草木书偏不彩 彩其由这 公亲者云 太史公约 春秋推荐至影 一本影之一线 大雅言王公大人 而得带离数 小雅基小 己知得失 其留即上 所以言虽外书 其何得意也 相如虽多虚词 神烂说 然其要归隐之 皆见 此与诗之风 见何以 杨雄以为迷力之父 劝百风 以由驰骋正位之身 屈中而走 亚 不以窥乎 余彩其语可论者 这余篇 所引述赞 相如纵旦 且滋着势 其学无方 其才足矣 子虚过渣 上林飞驰 四马还穷 百经献祭 习栽风禅 一文卓尔 史记淮南横山列传 淮南丽王长者 高祖少子也 其母顾赵王张敖美人 高祖八年 从东元过赵 赵王 献之美人 丽王母的姓燕 有生 赵王敖府赶内宫 为助外宫而舍之 籍贯高等谋反驳 人士发觉 并怠至王 尽收补王母兄弟 美人 戏之和内 丽王母一戏 告丽曰 的姓 上 有生 丽以文上 上方怒赵王 为礼丽王母 丽王母帝赵监鹰辟 羊猴言 吕后 吕 后度 符肯白 辟羊猴不强真 即丽王母以身丽王 会 即自杀 丽奉丽王一上 上会 令旅后母之 而葬丽王母 真定 真定 丽王母之家在焉 赴世现也 高祖十一年月 淮南王情不反 丽子常为淮南王 王情不顾地 凡四郡 上自将兵 即灭部 丽王岁即位 丽王早师母 长妇旅后 孝慧 旅后时已故德性无患害 而长心 怨辟羊猴 福感发 即孝文帝出即位 淮南王自以为最轻 交减 数不奉法 上以轻骨 长宽设之 三年 入朝 圣痕 从上入院又列 与上同车 肠胃上 大胸 丽王有 财力 丽能扛顶 乃王请辟羊猴 辟羊猴出见之 即自秀铁锥锥 追辟羊猴 令从者未尽警 之 丽王乃迟走鹊下 肉坦谢约 臣母不当做赵氏 其实辟羊猴 力能得之 吕后 福真 罪义也 赵王如义子母无罪 吕后杀之 辟羊猴 福真 罪二也 吕后王朱吕 欲以为 刘氏 辟羊猴 福真 罪三也 臣警卫天下诸贼 臣辟羊猴 报母之仇 警服却下请罪 孝文商其至 为亲雇 扶至 涉立王 当事时 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 接但立王 立王以 此归国义交字 不用汉法 出入称警弊 称至 自卫法令 拟于天子 六年 令男子但等七十人 与吉普侯柴武太子齐谋 以局车四十胜反骨口 令人失敏 岳 匈奴 逝绝 至之 使使召淮南王 淮南王至长安 陈相陈张仓 典克陈逢敬 行御史大夫 是宗正陈邑 庭位陈赫 被盗贼中位陈福 媚死言 淮南王常废先帝法 不听天子召 居处无度 为皇屋盖成鱼 出入拟于天子 善为法令 不用汉法 己所致力 以其郎中春卫成相 据收汉诸侯人 己有罪王者 匿 居 为至家世 赐其财物 绝路填宅 绝获至官内侯 奉以两千十 所不当的 寓以有位 代福旦 事武开章等七十人 与吉普侯太子齐谋反 寓以为宗庙设计 使开章应告长 与谋使敏月及匈奴发骑兵 开章之淮南建长 常述宇作与饮食 为家世取负 以两千十 奉奉之 开章使人告诞 以炎之王 春使使报诞等 立决之 使长安慰其等 网不开章 常逆不语 与故中为奸计谋 杀以闭口 为官果依清 藏之肥灵异 慢力曰 不知安载 又详俱土 竖表其上 曰 开章死 埋此下 即常生自贼 杀无罪者一人 另立论 杀无罪者六人 为亡命弃是罪诈 捕命者已除罪 善罪人 罪人无告和 戏至沉淡冲以上 十四人 赦免罪人 死罪十八人 陈旦冲以下五十八人 四人绝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 前日常病 陛下忧苦之 使使者赐书 早福 常不欲受赐 不肯见败使者 南海明处炉 将戒中者返 淮南利促及之 陛下以淮南明贫苦 浅识者赐常伯五千匹 以赐利促劳苦 这 常不欲受赐 慢言曰 无劳苦者 南海明王之上书 献毙皇帝 济善凡其书 不已 闻 历请赵致计 常不浅 慢言曰 寄病 春又请常 缘入见 常怒曰 女欲离我自 富汗 常当弃士 臣请论如法 至曰 正不忍至法于王 其与猎侯两千十以 陈仓 陈静 陈义 陈福 陈贺妹死言 陈景与猎侯历两千十 陈英等四十三人以 接曰 常不奉法度 不听天子诏 乃因剧图党籍谋反者 后仰亡命 欲以有位 臣 等议论如法 至曰 正不忍至法于王 其设常死罪 废物忘 陈仓等妹死言 常有大死罪 陛下不忍至法 信设 废物忘 陈请处属俊 言道穷 由 遣其子母从居 县位住盖家世 接领时给心菜 盐齿吹石器 习入 陈等妹死请 请不 告天下 至曰 既时常给肉日无精 九二斗 令故美人才人的信者十人从居 他可 尽诸所欲谋者 于是乃遣淮南王 载以资车 令献以赐船 事时元岸见上曰 上 速交淮南王 辅慰至言复乡 以故致辞 且淮南王为人刚 惊报催折之 乘孔促逢物漏 并死 陛下为有杀地之名 乃何 上曰 无特苦之耳 惊父之 现传淮南王者皆 不敢发车封 淮南王乃为侍者曰 谁为乃功勇者 无安能勇 无以交顾不闻无过至此 人生一世间 安能意义如此 乃不实死 至雍 雍令发疯 以死闻 上哭甚悲 为 原岸曰 无不听公言 促亡怀南王 岸曰 不可奈何 原陛下自宽 上曰 未知奈何 岸曰 独斩丞相 欲使以谢天下乃可 上及令丞相 欲使歹考诸献传 宋淮南王不发疯愧 侍者皆弃誓 乃以列侯 葬淮南王于雍 手中三十户 孝文八年 上连淮南王 淮南王有子四人 皆七八岁 乃丰子安慰 傅林侯 子伯伟 安阳侯 子四位杨州侯 子两位东城侯 孝文十二年 明有座歌 哥怀南立王曰 一尺步 尚可逢 一斗素 尚可冲 兄弟 二人不能相容 尚文之 乃探曰 姚顺放竹骨肉 周公沙管菜 天下称神 何者 不以私害功 天下起以我 为贪怀南王的邪 乃喜陈阳王 往淮南故地 而追尊是淮南王 为立王 至原父如诸侯仪 孝文十六年 喜淮南王 喜父故陈阳 尚连淮南立王 废法不轨 自始诗国早死 乃立 其三子 赴灵侯安慰淮南王 安阳侯 博位横山王 扬州侯 次位卢江王 皆赴得立王时的 参分之 东城侯良前轰 吴后也 孝敬三年 吴楚七国反 吴时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发兵应之 其相约 大王必欲 发兵应吴 成员为江 王乃属相兵 淮南乡以江兵 应成首 不听王而为汉 汉义使 驱城侯江兵 秦旧淮南 淮南已故得完 吴时者至 卢江 卢江王福应 而往来始月 吴时者 至恒山 恒山王坚守吴二兴 孝敬四年 吴楚已破 恒山王朝 尚已为真姓 乃劳苦之 曰 南方悲失 喜恒山王 王济北 所以 之 吉鸿 岁次世为真王 卢江王边月 树使使相交 顾喜为恒山王 王江北 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慰人好读书古情 不喜意列构马时辰 意欲以行应得 抚循百姓 流欲天下 时时愿望立王死 时欲叛逆 未有因也 吉建元二年 淮南王入朝 宿善五安侯 五 安侯十位太尉 乃逆王霸上 与王与约 方经上 吴太子 大王清高皇帝孙 行仁义 天下莫不闻 吉宫车一日宴假 非大王当谁立者 淮南王大喜 后以五安侯经财物 应结宾客 抚循百姓 未叛逆事 建元六年 惠心建 淮南王心怪之 或说王曰 先 吴君起时 惠心出长树尺 燃上流血千里 今惠心长敬天 天下兵当大起 王兴以为 尚吴太子 天下有变 诸侯并争 寓意至器械攻占拒 基金前路 以郡国诸侯 由是其才 朱便是为方略者 妄作妖言 产于王 王喜 多次金钱 而谋反资深 淮南王有女灵 慧 有口辩 王爱玲 常多与金钱 为忠雄长安 约结上左右 元 朔三年 上次淮南王几丈 不朝 淮南王王后徒 王爱兴之 王后申太子迁 迁取王皇 太后外孙修成君女魏妃 王谋未反拒 为太子妃之 而内泄氏 乃与太子谋 令诈福爱 三月不同席 王乃祥为怒太子 必太子始于妃痛 那三月太子终不禁非 非求去 王乃 尚书谢归去之 王后徒 太子千吉女灵的爱姓王 善国权 清夺明田宅 望智系人 元朔五年 太子学用剑 自以为人莫及 闻郎中雷被巧 乃赵语系 被一再辞让 物中太子 太子怒 被恐 此时有欲从军者 折亦经施 被及缘分及匈奴 太子千数恶辈 于王 王使郎中令赤免 欲已尽后 被遂王至长安 尚书自明 照下其是庭位 河南 河南至 歹淮南太子 王 王后继欲无浅太子 遂发兵返 继犹豫 时余日未定 会有 赵 集训太子 当事时 淮南乡怒受春城 留太子逮不浅 何不进 王已请乡 乡服听 王使人上书告乡 事下庭位置 踪连王 王使人后四汉公卿 公卿请逮捕至王 王恐 事发 太子千谋约 汉使及歹王 王令人依未誓一 使己居亭中 王旁有非誓 则刺 杀之 臣义使人刺杀淮南中尉 乃举兵 未晚 事实上不许公卿请 而遣汉中尉 红吉 训焰王 王闻汉使来 吉如太子谋记 汉中尉至 王是其颜色和 训王以赤雷被适而 王自渡无和 不发 中尉还 以文 公卿至者曰 淮南王安拥恶愤 及匈奴者雷被等 废革明照 当弃是 赵扶许 公卿请废勿望 赵扶许 公卿请销五宪 赵销二宪 使 中尉红设淮南王罪 法以削帝 中尉入淮南界 宣言设王 王出文汉公卿请诸之 为之 得削得 文汉使来 恐其不知 乃与太子谋次之如前计 及中尉至 及赫王 王以故步 发 其后自商曰 无行仁义渐销 甚迟之 燃淮南王靴的之后 其为反谋益胜 诸 使道从长安来 慰望妖言 言尚无难 汉不至 及喜 及言汉停至 有难 王怒 以为 望言 非也 王日夜雨 五倍 左无等岸于地图 不属兵所从入 王曰 尚无太子 公车及燕驾 庭臣必真交东王 不及常山王 诸侯并真 无可以无被忽 且无高祖孙 轻行仁义 陛下遇我后 无能忍之 万事之后 无您能北面 臣氏树子乎 王坐东宫 赵五倍语谋 约 将军上 被怅然约 尚宽赦大王 王富安得此 王国之语乎 臣文子须见吴王 吴王不用 乃约 陈经见迷路由孤苏之台也 金陈义 见宫终身荆棘 陋瞻一也 王怒 戏五倍父母 求之三月 赴赵约 将军许寡人呼 被曰 不 直来为大王化尔 陈文聪者听于无声 明者见于未行 故圣人万举万 权 习文王移动而攻险于千世 列位三代 此所谓因天心移动作者也 故海内不齐而随 此千岁之可见者 夫百年之情 尽是之无处 一族已欲国家之存亡以 臣不敢闭子虚 知诸 原大王无畏无王之听 习情觉圣人之道 杀术氏 凡诗书 契礼义 上诈力 任 刑罚 转赴海之宿至知西河 当事之时 男子疾根不足于遭 女子仿击不足于盖刑 浅蒙田筑长城 东西数千里 报冰漏诗长数十万 死者不可胜数 僵尸千里 流血请母 百姓历劫 欲未乱者十家而武 又使徐浮入海 求神义务 还未尾慈约 臣见海中大 神 言曰 辱西皇之使邪 臣达曰 然 辱贺求 曰 缘请延年亦受药 神曰 辱秦王之礼宝 得官而不得取 即从臣东南至蓬来山 见之臣公雀 有 使者铜色而龙行 光上照天 于是臣在拜问约 一鹤姿以宪 海神约 以令明南 子若震女 于百宫之事 即得之矣 秦皇帝大说 遣震男女三千人 资之五谷种种百 宫而行 虚浮的平原广泽 只亡不来 于是百姓悲痛相思 欲未乱者十家而流 又是位 驼于五岭宫百岳 未驼之中国劳籍 只亡不来 使人上书 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 以为 士族一补 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于是百姓离心瓦解 欲未乱者十家而期 客位高皇帝 曰 时可已 高皇帝曰 呆之 圣人当起东南间 不一年 成圣吴广发矣 高 皇使于丰沛 一唱天下不齐而回应者 不可胜数也 此所谓倒霞后间 殷勤之王而动者也 百姓缘之 若汉之妄语 故起于行臣之中而立位天子 功高三王 得传无穷 京大王 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意也 独步观尽事之无处乎 夫吴王赐号为流氏祭久 父不朝 王死 郡之众 地方数千里 内住萧桶已为前 东主海水已为盐 上取江陵墓已为船 亦传之 在当中国数十辆车 国父民众 行诸欲经伯禄诸侯宗士大臣 独斗士不语 既定谋臣 举兵而息 破于大梁 败于胡傅 奔走而东 至于丹徒 月人情之 生死绝似 为天下 孝 夫以无岳之众 不能成功者何 沉溺天道而不知时也 方经大王之兵 众不能十分无处 之一 天下安宁有万倍于情之时 原大王从臣之计 大王不从臣之计 经见大王是必不 臣而与先谢也 臣文为子过故国而悲 于是做麦秀之歌 是痛咒之不用王子比干也 古 孟子曰 咒贵为天子 死曾不若匹夫 是咒先自觉于天下久矣 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 京臣亦怯悲大王弃千臣之君 并且赐绝命之书 为群臣先 死于东宫也 于是弃愿 劫而不扬 替满匡而横流 集起 力接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 最长 王福爱 王 王后 太子皆不以为子凶术 不害有子贱 财 高有气 常愿望太子不审其父 又愿时诸侯皆得分子地为侯 而淮南独二子 亦为太子 贱父独不得为侯 贱因结交 欲告拜太子 以其父代之 太子之之 恕不细而绑吃贱 贱 贱之太子之谋 欲杀汉中卫 即使所善寿春庄旨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 独要苦 于口利于病 忠言逆于尔利于行 经淮南王孙贱 才能高 淮南王王后徒 徒子太子谦 长吉害贱 贱父不害无罪 善恕不细 欲杀之 经贱在 可真问 拒之淮南应是 书 闻 尚以其事下庭位 庭位下河南志 事时顾辟阳侯孙沈清善丞相公孙宏 愿淮南立王 杀其大父 乃生够淮南事于红 红乃宜淮南有叛逆计谋 深穷至其欲 河南志见 此隐 淮南太子及党羽 淮南王患之 愈发 问武被曰 汉庭治乱 武被曰 天下治 王义不说 为武被曰 公何以言天下治也 被曰 被窃官朝廷之政 君臣之义 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 长幼之序 皆得其礼 尚之举措尊骨之道 风俗既纲位有所缺 也 重装富甲 周流天下 道无不通 故交易之道衡 南越兵符 枪薄入县 东欧入将 广长于 开朔方 匈奴折斥商议 师缘不振 虽为几股太平之时 然由未至也 王 怒 被泄死罪 王又未被曰 山东即有兵 汉必使大将军将而至山东 公以为大将军 何如人也 被曰 被所善者皇义 从大将军即匈奴 还 告被曰 大将军遇事大 夫有礼 于士族有恩 众皆乐为之用 其上下山若非 才感绝人 被以为才能如此 树江席兵 为义当也 即业者曹梁使长安来 严大将军号令名 当敌勇敢 常为士族先 修舍 穿井卫通 须士族尽得水 乃感应 军霸 促尽一度和 乃度 皇太后所赐金 薄 竟以赐军力 虽古名将福过也 王莫然 淮南王渐渐以争治 恐国应是且决 欲发 被诱以为难 乃父问被曰 公以为吾 新兵是邪非也 被曰 以为非也 吾王致富贵也 举世不当 生死单途 投足异处 子孙无一类 承闻无王悔之甚 元王熟律之 无畏无王之所悔 王曰 男子之所 思这一言耳 且无何之反 汉将一日过成高者四十余人 经我令楼缓先要成高之口 周 背下隐穿兵塞换员 依却知道成定发南洋兵守无关 河南太守独有洛阳尔 何足忧 然此北上有林静官 河东 上党与河内 赵国 人言曰 绝成高之口 天下不通 据 三川之险 昭山东之兵 举世如此 公以为何如 被曰 臣见其货 未见其福也 王曰 左吾 赵贤 诸交如皆以为有福 十事九成 公读以为有或无福 何也 被曰 大王之群臣尽信素能使众者 皆前戏赵玉 于无可用者 王曰 承圣 无 广无立锥之地 千人之巨 起于大则 奋必大呼而天下响应 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 今无国虽小 然而圣兵者可得十余万 非执事数之众 凿及今也 公何以言有或无福 被曰 亡者情味无道 残贼天下 新万臣之驾 做阿房之功 收太半之父 发驴 左之术 腹不宁子 胸不遍地 正科行俊 天下傲然若骄 明皆引领而望 清耳而听 悲昊仰天 寇心而怨上 故承圣大呼 天下回应 当今陛下灵至天下 亦其海内 犯爱 真术 不得失会 口虽未言 身即雷霆 令虽未出 化持如神 心有所怀 微动万里 下之应上 有影响也 而大将军才能不特张涵 杨雄也 大王以承圣 吴广玉之 被以 为过矣 王曰 苟如公言 不可侥幸邪 被曰 被有余记 王曰 奈何 被曰 当今诸侯无一心 百姓无怨气 朔方之郡田地广 水草莓 名喜者不足以时 其地 陈之余记 可为为 陈相 御史请书 喜郡国豪 杰任辖 及有奈罪以上 设令除其罪 产五十万以上者 皆喜其家属 朔方之郡 一发甲醋 及其会日 又为为 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赵 御书 诸侯太子姓臣 如此则明怨 诸侯聚 即使便五岁而说之 唐可侥幸时 得一呼 王曰 此可也 虽然 无以为不致若此 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 做皇帝 喜 丞相 御史 大将军 军力 中两千十 都官令 陈应 及旁靖郡太守 都未应 汉使节法官 欲如五倍计 使人伪得罪而惜 是大将军 陈相 一日发兵 使人即刺杀 大将军轻 而说陈相下之 如发蒙耳 王欲发国中兵 孔其相 两千十不听 王乃与五倍谋 先杀相 两千十 为师火攻 忠 相 两千十救火 至即杀之 既未决 又欲令人 依求道 依 持与袭 从东方来 呼 曰 南越兵入戒 欲应已发兵 乃是人至如江 会机未求道 未发 王问 吴被曰 吴具兵西乡 诸侯必有应我者 及吴应 奈何 被曰 南收横山 以及如江 有寻阳 之传 守下智之臣 解九江之谱 绝玉章之口 强弩林江 而守 以静南郡之下 东收江 都 会机 南通静越 驱强江淮间 有可得严岁月之首 王曰 善 无以一词 即 则走越尔 于是庭位 以王孙建 此连淮南 王太子千文 尚浅庭位兼应拜淮南中尉 逮捕太子 至 淮南 淮南王文 与太子谋赵相 两千十 欲杀而发兵 赵相 相至 内使已出未解 中尉曰 承受赵始 不得见王 王念读杀相 而内使中尉不来 无以也 即霸相 王 犹豫 即未决 太子念所作者 谋刺汉中尉 所与谋者已死 以为口诀 乃为王曰 群 成可用者皆前夕 今无足与举世者 王已非时发 恐无功 成员会逮 王已偷欲修 及许太子 太子及自警 不输 五倍自义力 应告与淮南王谋反 反宗基据如此 立因补太子 王后 为王公 尽求补王 所与谋反宾客 在国中者 所得反据以文 上 下宫亲至 所连引于淮南王 谋反列侯 两千十豪 结数千人 皆以罪轻重受诸 横山王赐 淮南王帝也 当作收 有私请代补横山王 天子曰 诸侯各以其国为本 不当相作 与诸侯王列侯会议 成像诸侯义 赵王彭祖 列侯承让等四十三人议 皆约 淮南王 安慎大逆无道 谋反明白 当服诸 焦西王陈端一约 淮南王安废法行邪 怀诈尾 心 以乱天下 迎获百姓 背叛宗庙 望作妖言 春秋曰 成无疆 疆而诸 安罪重 于疆 谋反行已定 陈端所见其书结印图 吉他逆无道 试验明白 盛大逆无道 当服其法 而论国力二百十以上几笔者 宗氏尽姓陈不在法中者 不能相交 当皆免官销爵位是 五 无的换位力 其非力 他属死金二金八两 以张承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无敢负有邪辟背叛之意 陈相红 廷尉汤等以文 天子始宗正以伏结至王 魏智怀 南王安自警杀 王后图 太子千诸所欲谋反者皆足 天子以武被雅慈多隐汉之美 欲悟 诸 廷尉汤曰 被守卫王化反谋 被罪无赦 遂诸被 国初卫九将军 横山王赐 王后成书身子三人 长男爽位太子 赐男孝 赐女无才 又积徐来身子 男女四人 美人绝积身子二人 横山王 淮南王兄弟相择望礼节 兼不相能 横山王闻 淮南王作为叛逆反惧 一心结兵客已应之 孔魏所病 元光六年 横山王入朝 其业者为庆有方述 遇上书是天子 王怒 故和庆死罪 强绑扶之 横山内史以为非是 却其欲 王使人上书告内史 内史至 阎王不值 王有 树青夺人田 坏人种以为田 有私请 歹至横山王 天子不许 为智力二百十以上 横山 王以此会 与西慈 张广昌谋 求能为兵法后兴契者 日夜从荣王密谋反世 王后陈书死 立徐来为王后 绝姬巨姓 两人相度 绝姬乃恶 王后徐来于太子曰 徐来史必古道杀太子母 太子心愿徐来 徐来凶至横山 太子与尹 已认刺伤王后 凶 王后怨怒 术毁恶太子于王 太子女帝五彩 嫁弃归 与奴奸 又与克奸 太子术 让五彩 五彩怒 不与太子通 王后 王后闻之 即善欲五彩 五彩即中凶孝少少师母 父王后 王后已既爱之 与共悔太子 王已故树及吃太子 元朔四年中 仍有贼伤王后甲母者 王宜太子使人伤之 吃太子 后王病 太子时称病不适 孝 王后 五彩恶太子 太子时不病 自言病 有喜色 王大怒 欲废太子 立其帝孝 王后之王绝废太子 又欲并废孝 王后有侍者 善无 王姓之 王后欲令侍者 与孝乱以污之 欲并废兄弟儿 立其子广代太子 太子爽之之 念后属恶己摩以时 欲于乱以止其口 王后隐太子前 魏寿应聚王后谷 求与王后卧 王后怒 以告王 王乃赵 欲妇而吃之 太子之王常 欲费吉利其帝孝 乃为王曰 孝与王御者兼 五彩与奴兼 王强食 请上书 及被 王去 王使人指之 莫能尽 乃自驾追捕太子 太子望恶言 王谢系太子宫中 孝日义 亲信 王其孝才能 乃配之王应 昊曰将军 令居外宅 多给金钱 招致宾客 宾客来 这 为之淮南 恒山有匿迹 日夜从容劝之 王乃使孝克 将兜人救贺 陈喜坐棚车足使 客天子喜 将向君利应 王日夜囚壮世如周秋等 树称隐无处反时计划 已约束 恒 山王非敢孝 淮南王求及天子魏 为淮南起并起国 以为淮南以西 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 知 望如是 袁硕五年秋 恒山王当朝 过淮南 淮南王乃昆帝宇 除钱却 约束反拒 恒山王 即尚书谢病 尚赐书不朝 袁硕六年中 恒山王使人尚书 请费太子爽 立孝位太子 爽文 即使所善白银之长 安尚书 言孝座棚车足使 与王玉者间 欲以拜孝 白银至长安 未及尚书 立不赢 以淮南士戏 王文爽使白银上书 孔颜国英士 及尚书反告太子爽 所谓不道弃是罪事 是夏沛俊志 元年冬 有司公卿夏沛俊求补所 于淮南谋反者未得 得臣喜于恒山王子孝 家 立和孝首逆喜 孝以为臣喜亚树与王继谋反 恐其发之 文律先自告除其罪 又疑 太子使白银上书发其事 即先自告 告所于谋反者就贺 臣喜等 庭尉至宴 公卿请贷 补衡山王致之 天子曰 物补 浅中未安 大行习及问王 王具以秦十对 立皆为 王公而守之 中未大行孩 以文 公卿请遣宗正 大行与佩俊杂志王 王文 即自警杀 孝先自告反 除其罪 座与王玉必奸 弃世 王后徐来 一座古沙前 王后陈书 及太子 爽作王告不孝 皆弃世 朱与恒山王 谋反者皆足 国初为恒山郡 太史公约 诗之所谓 荣敌世英 经书世成 幸灾世炎也 淮南 恒山清为骨肉 江土千里 列为诸侯 不勿尊藩成 只以臣府天子 而专邪邪辟之计 谋畏叛逆 仁父 子在王国 各不忠其身 为天下孝 此非独王过也 亦其俗宝 臣下见迷世然也 夫经 楚飘永清汉 好作乱 乃自古迹之矣 所引述赞 淮南多恒 举世非正 天子宽人 骑过不耕 见车之祸 斗速成勇 王安好学 女灵作凶 兄弟不合 倾国与命 史记巡礼列传 太史公约 法令所以倒明也 刑罚所以禁监也 文武不备 良民居然身修者 官位 曾乱也 奉之巡礼 亦可以为至 何必危言灾 孙书熬者 处之处事也 于秋香尽之于 处庄王 以字代也 三月未处香 施教祷明 上下和和 世俗甚美 正缓尽止 力无奸邪 盗贼不起 秋冬则劝明山彩 春夏已睡 各得其所便 明皆乐其身 庄王以为必清 更以小为大 百姓不便 皆去其夜 事令言之相约 事乱明末 安其处 此行不定 相约 如此即和请乎 事令约 三月请 相约 把 无经令之父已 后五日 朝 相言之王约 前日更必 以为清 经事令来言约 事乱明末 安其处 此行之不定 臣请遂令 父如故 王许之 下令三日 而是父如故 处明俗好 毕车 王以为毕车 不便马 欲下令 使高之 相约 令树下 名不知所从 不可 王必欲高车 臣请教 屡里 使高其困 臣车者皆君子 君子不能树下车 王 许之 居半岁 明熙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明从其化 敬者事而孝之 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故三得香而不喜 知其才 自得之也 三去香而不悔 知非己知罪也 自颤者 正知列代夫也 正昭君之时 以所爱徐治未相 国乱 上下不清 父子不 和 大公子其言之君 以子禅未相 未相一年 数子不细侠 斑白不提窃 童子不离叛 二年 事不欲甲 三年 门不夜观 道不时宜 四年 田戚不归 五年 事无齿急 丧其不令而至 至正二十六年而死 丁壮豪哭 老人而提 曰 子产去我死乎 名将 安归 公仪修者 鲁博士也 以高地位鲁相 奉法巡礼 摩索变根 百官自正 史实录者 不得与下明真理 受大者不得取笑 刻有一相于者 相不受 刻曰 闻君事于 宜君于 何故不受也 相曰 以 事于 故不受也 经未相 能自己于 经受于而免 谁付给我于者 无故不受也 实如而美 把其远魁而弃之 见其家之不好 而急出其家父 凡其机 云 玉令农 是公女安所愁其或乎 实赦者 楚昭王相也 兼职连阵 摩索阿比 行献 道有杀人者 相追之 乃其父 也 纵其父而还自戏焉 使人言之王曰 杀人者 臣之父也 夫以父立正 不孝也 非法纵罪 非忠也 臣罪当死 王曰 追而不及 不当服罪 子其治事已 实赦 曰 不思其父 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 非忠臣也 王设其罪 尚会也 扶诸而死 臣 执也 遂不受令 自闻而死 离离者 敬文公之理也 过听杀人 自居当死 文公曰 官有贵贱 法有轻重 下吏有过 非子之罪也 离离曰 臣居官未尝 不予力让位 受禄未多 不予下分 吏 经过听杀人 负其罪下吏 非所闻也 死不受令 文公曰 子则自以为有罪 寡人亦有罪邪 礼离曰 礼有法 施行则行 施死则死 公以臣能听为决仪 故事 为例 经过听杀人 罪当死 遂不受令 福建而死 太史公曰 孙叔熬出一言 尹是父 自产病死 正名豪哭 公以子见好不 而家父竹 食涉纵父而死 储昭名利 礼离过沙 而福建 静闻以正国法 所引述赞 奉之寻礼 为正之先 续人体国 粮食树焉 书孙 正产 自习称贤 拔魁一利 赦父非 礼离福建 为法而然 史记及正列传 吉案自常如 濮阳人也 其先有宠于古智卫君 至案七世 侍卫清代夫 案已赴任 孝景十位太子洗马 以装剑淡 孝景帝崩 太子即位 案卫业者 冬月相供 上史案 往事之 不智 智吾而还 报曰 月人相供 故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始 何内 失火 延烧千余家 上史案 往事之 还报曰 家人失火 无比延烧 不足优也 成果 河南 河南平人 商水 汉万瑜家 或父子相识 臣景以便宜 持节发 河南仓宿 以正平民 臣请归节 扶脚制之罪 上贤而是之 千位营阳令 按此卫令 并归田里 上文 乃 照拜卫中代夫 以树切剑 不得久留内 千位东海太守 按学皇老之言 至关理名 好 清静 则诚实而人之 其智 则大智而已 不科小 按多病 卧归河内不出 岁于 东 海大智 称之 上文 照以为主角都位 列于九卿 智悟在无谓而已 红大体 不居文 法 安慰人性拒 少礼 面者 不能容人之过 何己者善待之 不何己者不能忍见 是 亦以此不复焉 然好学 游侠 任气节 内行修邪 好之见 竖范主之颜色 长目腹薄 原昂之为人也 善贯夫 正当时即宗正流气 亦以数之见 不得久居位 当世时 太后第五安侯坟位 臣相 终两千十来拜 夜 坟不畏礼 然按见坟位 常拜 常依之 天子方昭文学 如者 上曰无欲云云 按对曰 陛下内多欲 而外师人 亦 奈何 欲笑唐 于之 智乎 上莫然 怒 变色 而霸朝 公卿皆为暗聚 上退 为左右 曰 审 以 即暗之杠也 群臣霍述案 暗曰 天子至公卿 府必知臣 宁令从于 臣义 献主 于不亦乎 且已在其位 纵爱身 奈辱朝廷和 暗多病 并且满三月 上常次告者数 中不月 最后病 庄诸位 请告 上曰 即 暗和如人哉 诸曰 使暗任职居官 无以于人 然至其府少住 守城身间 招之不 来 挥之不去 虽自未奔御 亦不能夺之以 上曰 然 古有设计之臣 智如暗 敬 之以 大将军 亲世中 上聚策 而是之 臣向红艳见 上或时不关 智如暗见 上不关不见 也 上常坐五帐中 暗前奏事 上不关 望奖案 闭帐中 使人可骑奏 其见尽理如此 张汤方已更定律令 并未庭位 按述职责 汤于上前 曰 公为正卿 上不能 先帝之 公业 下不能亦天下之邪心 安国复明 使灵与空虚 二者无一焉 非苦就行 放昔酒 公 何乃取高皇帝 曰述 数分更之为 公以此无种意 按时与汤论意 汤便常在文身小科 按抗力守高不能驱 奋发骂约 天下为刀比例 不可以为公卿 果然 毕汤也 令天 下众足而立 侧目而适宜 逝时 汉方真凶奴 招怀四宜 按物少逝 陈上奸 长眼与胡和清 无起兵 上方 相如数 尊公孙宏 即逝亦多 利明巧弄 尚分别文法 汤等数奏绝艳以性 而按常会 如 面处红等图怀诈 是至以阿仁主取容 而刀比例专身闻巧地 献人于罪 使不得反其 真 以甚为功 上欲亦贵红 汤 红 汤身心极暗 为天子亦不说也 欲诸之以事 红 魏丞相 乃言上曰 幼内使 借不忠多贵人宗室 南智 非宿众臣不能认 请喜按魏佑 内使 魏佑内使数岁 官室不费 大将军倾记一尊 结魏皇后 然按语抗礼 人或说按曰 自天子玉群臣下大将军 大将军尊重一贵 君不可以不败 按曰 夫以大将军有一刻 反不中邪 大将 君文 月贤按 术请问国家朝廷所疑 欲按过于平身 淮南王谋反 但按 曰 好之见 首截死意 难或以非 智如说成像红 如发懵 正落尔 天子祭述真凶奴有功 按之言亦不用 使按列为九卿 而公孙红 张汤为小吏 吉红 汤烧义贵 与按同位 按又非毁红 汤等 以而红至成像 风位侯 汤至御史大夫 故按时成像 使皆与按同列 或遵用过 之 按扁心 不能无少望 见上 前言曰 陛下用群臣如鸡心耳 后来者居上 上 莫然 有间按罢 上曰 人果不可以无学 观案之言也日益胜 居无合 匈奴魂邪王帅重来将 汉发车二万胜 现官无前 从明是马 明或逆马 马不拒 上怒 欲斩长安令 按约 长安令无罪 独斩案 明乃肯出马 且匈奴叛其 主而降汉 汉徐以献四传之 何致令天下骚动 霸毙中国而以示 以敌之人乎 尚莫然 及魂邪志 古人与侍者 作当死者五百余人 按请间 见高门 约夫凶奴公当路 赛 绝和亲 中国新兵诸之 死伤者不可胜计 而废以巨万百数 臣于以为陛下的胡人 皆以为奴必以赐 从君死侍者家 所掳获 应与之 以谢天下之苦 塞百姓之心 经纵 不能 魂邪律数万之众来将 须府库赏赐 发良名誓养 辟若奉交子 于民安之事买偿 安中物而闻立神 以为拦出财物 于边关乎 陛下纵不能的匈奴之姿 以谢天下 又以为闻杀 无知者五百余人 是所谓 必其业而伤其之 者也 臣妾为陛下不取也 尚漠然 不 许 约 无久不闻及案之言 今又父望发矣 后赎月 按做小法 会赦免官 于是 暗影于田园 居数年 会更五诛前 明多到诛前 处得游慎 尚以为怀扬 处得知交 乃照拜案 为怀扬太守 暗幅邪不受印 照树强语 然后奉照 照照建案 案未尚弃曰 臣自已 为田勾赫 不复见陛下 不亦陛下 复收用之 臣常有狗马病 力不能认郡士 臣缘为忠 狼 出入静踏 不过时宜 臣之缘也 上曰 君保怀扬邪 无经赵君已 故怀扬立 名不相的 无图的君之众 沃而治之 暗计辞行 过大行礼席 曰 暗契居郡 不 得与朝廷一也 然欲使 大夫张汤志 足以聚见 诈足以是非 误巧宁之语 便述之词 非 肯正为天下言 专阿主义 主义所不欲 因而悔之 主义所欲 因而欲之 好心事 五 文法 内怀诈以欲主心 外邪贼力以为微重 功列九卿 不早言之 功语之巨受其路矣 席味汤 终不敢言 暗居郡如故志 怀扬正清 后张汤果拜 上文暗语席言 底席 罪 令暗以诸侯相置居怀扬 七岁而醋 醋后 尚以暗故 观其帝及人至九卿 子及眼至诸侯相 暗姑姐子司马安 亦少于暗 魏太子喜马 安文身巧善患 观四至九卿 以河南太守促 昆帝以安故 同时至两千十 这十人 濮阳断红使侍盖侯姓 姓任聚集 聚集亦在至九卿 然为人士者皆言但吉案 出其下 正当使者 自装 成人也 其先正军常为向吉江 吉死 以而属汉 高祖令诸故相 吉成名吉 正军独不奉赵 赵敬拜明吉者为大夫 而逐郑军 郑军死孝闻时 郑庄已任侠自喜 脱张与余 身闻两处之间 孝景时 为太子设人 每五日喜目 常至一马安诸交 存诸故人 请谢宾客 夜已继日 至其名诞 常恐不便 装好黄老 之言 其目长者如孔不见 年少观宝 燃其游之交接 其大复行 天下有名之事也 五帝 立 装烧千位 卤中位 济南太守 江都香 至九清位 又内使 以五安侯位 其实义 贬至 位詹士 千位大农令 装位太使 借门下 克制 吴贵 见吴流门者 执兵主之礼 以其贵下人 庄连 又不至其产业 养奉赐以给诸公 燃其溃疑人 不过算气时 美朝 后上之间 所谓 常不言天下之长者 其推古事及官属成史 成有谓其言之也 常隐以为贤于己 为常名 立 与官属言 若恐伤之 文人之善言 敬之上 为恐后 山东是诸公 以此西然称镇庄 镇庄始事绝合 自请制行 无日 上约 吴文 镇庄行 千里不积粮 请制行者 何也 然镇庄在朝 长驱和成义 不敢胜影当否 即晚节 汉真匈奴 朝四夷 天下 废多 才用一溃 庄任人 宾客 为大农旧人 多不负 司马安 为怀扬太守 发其事 庄已 此献罪 赎未数人 请知 守长矢 尚已为老 以庄未辱难太守 数岁 以官簇 镇庄 及按时列 为九卿 连 内行修协 此两人中费 加平 宾客 易落 及居俊 促后 家无余资财 庄兄弟子 孙已庄固 至两千十六七人焉 太史公约 夫以及 镇之贤 有事则宾客 十倍 无事则否 旷众人呼 下归敌公有 言 使敌公未庭位 宾客填门 即废 门外可设阅罗 敌公父未庭位 宾客欲网 敌公 乃人属其门约 一死一生 乃之交情 一平一父 乃之交态 一贵一剑 交情乃剑 即 正义云 悲夫 所引述赞 河南角至 自古称贤 淮南卧礼 天子拂烟 积兴兴探 抗执月间 正装推逝 天下昔然 交道势力 敌公创瞻 史记如林列传 太史公约 于独公令 置于广利学官之路 未尝不费书而探也 约 接乎 福州市 衰而官居坐 幽利维尔 李月坏 诸侯自行 正有强国 故孔子敏王 路费而邪道心 于是 论赐诗书 修其李月 誓其文韶 三月不知肉味 自卫反鲁 然后乐阵 雅宋各得其所 誓以魂浊莫能用 誓以众尼干 七十于君魔所欲 曰 狗有用我者 其悦而以以 西 寿霍林 曰 无道穷以 故应史记坐春秋 以当王法 其词为而止伯 后世学者多禄 焉 自孔子促后 七十子之徒散由诸侯 大者为师父亲相 小者有教士大夫 或隐而不 简 故子禄居为 紫章居臣 但台子与居储 紫下居西河 紫共忠于其 如天子方 短 干目 无起 秦华黎之属 皆授业于紫下之轮 为王者诗 适时读魏文侯好学 后灵池 以至于始皇 天下并争于战国 诺树即处焉 燃其鲁之间 学者独不费也 于威 宣之 既 孟子 寻清之列 贤尊夫子之夜而润色之 以学显于当世 即至秦之济世 焚诗书 坑树世 六从此缺焉 陈舍之王也 而鲁诸如池孔世之 礼器网归陈王 于是孔甲为陈舍博世 醋与社俱死 陈舍起匹夫 屈瓦和世树 寻月以 王储 不满半岁 静灭亡 其事至为浅 然而静生 先生之屠父孔子 李弃 网为职位 臣者 和 也 以秦焚其夜 积怨而发奋于成王也 即高皇帝诸相及 举兵为鲁 鲁中诸如上 讲诵习礼乐 贤歌之音不绝 岂非圣人之 一话 好礼乐之国哉 故孔子在成 曰 归语归语 无党之小字狂简 斐然成章 不知 所以才知 夫其鲁之间于文学 自古以来 其天性也 故汉兴 然后诸如使得修其经 讲习大赦相隐之礼 书孙通作汉礼仪 因为太长 诸生弟子共定者 贤卫选手 于 是溃然探兴于学 然上有干戈 平定四海 亦为霞皇详续之事也 孝慧 吕厚实 公卿 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实颇真用 然孝文帝本好行名之言 即至孝景 不认如者 而斗 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故诸博士 俱观呆问 未有尽者 即经上即位 赵婉 王脏之属 名如学 而上亦相知 于是招方正 贤良文学之事 自 是之后 言诗于鲁则申培宫 于其则缘故申 于燕则涵太父 言上书自己难服申 言礼 自鲁高堂申 言亦自资川田申 言春秋于其鲁自胡吾申 于赵自董仲书 即斗太后崩 武安侯田坟 为陈相 处黄老 行名百家之言 言文学如者数百人 而公孙宏以春秋白衣 为天子三公 封以平经侯 天下之学 是弥然相封以 公孙宏为学官 道道之欲至 乃请曰 陈相欲使言 至曰 盖文岛名以礼 封之 以乐 婚姻者居污之大轮也 经理费勒崩 正盛闽焉 顾祥言天下方正 博文之事 前 登诸朝 其领理官劝学 讲义恰文心理 以为天下先 太常义 与博士弟子 重乡理之 话 以广闲才焉 谨语太常赃 博士平等一约 文三代之道 乡里有教 下约笑 应 约续 周约祥 其劝善也 显之朝廷 其臣恶也 家之刑罚 故教化之行也 见守善自 经诗史 由内及外 经陛下招至德 开大名 配天帝 本人伦 劝学修理 重化立贤 以风四方 太平之源也 古着政教 未恰 不备其理 请因旧官而兴焉 为博士官至弟子 五十人 负其身 太常则明年十八以上 一状端正者 补博士弟子 郡国县道 亦有好文 学 进常上 宿政教 顺乡理 出入不备所闻者 令乡长城上 属所两千十 两千十警察 可者 当语记邪 亦太长 得授业如弟子 一岁皆 则是 能通以以上 补文学 掌顾缺 其高地 可以为狼中者 太常 及奏 及有秀才 亦等 者 以明文 其步是 学若下才 及不能 通一 则罢之 而请诸 不称 者罚 陈锦 按照书 律令下者 明天人 分纪 通古经之矣 文章 尔雅 训词深厚 恩师 甚美 小力 浅文 不能揪 轩 无以名 不欲下 智力 赐智 掌顾 以文学 理义 为官 千留志 请选择 旗帜 比二百十以上 吉利百十通 以以上 补左右 内使 大型促使 比百十以下 补俊太守促使 接各二人 边俊一人 先用诵多者 若 不足 乃则掌顾补中 两千十属 文学掌顾补俊 俊 北元 请者 公令 托如律令 制约 可 自此以来 则公卿代夫 势力 兵兵多文学 之事以 升功者 鲁人也 高祖过鲁 升功以弟子 从师入见 高祖于鲁南宫 吕太后时 升功 游学长安 与刘颖同师 以而隐为除王 令升功赴其太子物 物不好学 即升功 即王 隐促 务力为除王 须迷升功 升功 此之 归鲁 退居家教 终生不出门 赴谢绝宾客 独王命照之乃王 弟子自远方至授业者百余人 升功读以诗经 未训以教 无传 以者 则却不传 蓝灵王 赃继寿师 以示孝景帝 为太子少妇 免去 经上初即位 赃乃上书 宿为上 泪迁 一岁中 为郎中令 即代赵 晚一常寿师 升功 晚为御史 大夫 晚 赃请天子 御立 明堂以朝诸侯 不能救其事 乃言师 升功 于是天子使使数博家必安车四马银升功 弟 子二人成谣传从 智 见天子 天子问智乱之事 升功时以八十余 老 对曰 未智 这不再多言 故立行何如尔 是时天子方好文词 见升功对 莫然 然以朝智 则以 为太中大夫 舍卢底 义明堂氏 太皇斗太后好老子言 不说如数 得赵晚 王赃之过 已让上 上应费明堂氏 静下赵晚 王赃力 后皆自杀 升功一级免已归 数年促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 孔安国至林怀太守 周霸至郊西内使 下宽至陈阳内使 等 鲁次至东海太守 兰陵谋生至长沙内使 徐掩未交西中尉 邹人阙门庆继未交东内使 其至官名皆有连结 称其好学 学官弟子行虽不备 而至于大夫 郎中 掌故已百数 言诗虽书 多本于升功 清和王太父缘故身者 其人也 以至师 孝景时 卫博士 与黄生争论 景地前 黄生 曰 汤武非受命 乃是也 缘故身曰 不然 夫节奏虐乱 天下之心 皆归汤武 汤武与天下之心 而诸节奏 节奏之名 不畏之始 而归汤武 汤武不得已而立 非受命 为何 黄生曰 观虽必 必加于守 吕虽心 必关于足 何者 上下之分也 经节奏虽 师道 然君上也 汤武虽甚 臣下也 夫主有诗行 臣下不能正言 匡过以尊天子 反应 过而诸之 代力见南面 非是而何也 缘故身曰 必若所云 是高地带情及天子之 为 非邪 于是井帝曰 食肉不食马干 不畏不知畏 言学者无言汤 无受命 不畏 于 岁罢 事后学者莫敢明受命 放杀者 逗太后好老子书 照缘故身问老子书 故曰 此事家人掩耳 太后怒曰 安 得司空臣但疏忽 乃使故入圈 此时 井帝之太后怒而 故直言无罪 乃甲故立兵 下圈 此时 正终其心 疑赐 使应手而道 太后莫然 无以赴罪 罢之 居请之 井帝已故 魏连之 拜魏清和王太父 酒之 并免 经上初即位 父以贤良真故 诸于如多即悔故 曰 故老 罢归之 师故以酒识 于以 故之真也 薛人公孙宏一真 侧目而是故 故曰 公孙子 物正学以言 无屈 学以阿世 自是之后 其言师皆本 缘故身也 诸其人以师显贵 皆故之弟子也 寒生者 宴人也 孝文帝十位博士 景帝十位 常山王太父 寒生推师之意 而为内外 传述万言 其语破语其鲁兼书 然其归义也 淮南奔生受之 自是之后 而宴照兼言师 这由韩申 韩申孙商未经上博士 扶生者 己男人也 故为秦博士 孝文帝十 欲求能至上书者 天下无有 乃文福 申能至 欲照之 适时扶生年九十余 老 不能行 于是乃照太常 使掌顾朝措罔寿之 秦时焚书 扶生必藏之 其后兵大起 流亡 汉定 扶生求其书 王术十篇 读得二十 九篇 即以教于其鲁之间 学者由是 颇能言上书 朱山东大师 吴布社上书 以教义 扶生教 济南章 生即欧阳生 欧阳生 教千尘而宽 而宽 即通上书 以文学应俊举 博士授业 授业恐安国 而宽平无自用 常为弟子兜养 及时时间行雍令 以给衣食 行长待经 只习则送习之 以示帝赐 补庭卫食 适时张汤芳相学 以为奏艳怨 以古 法义决一大欲 而爱性宽 宽为人温良 有连志 自持 而善著书 书奏 敏于文 口 不能发明也 汤已为长者 树称御之 即汤为御史大夫 以而宽为愿 建之天子 天子 建问 说之 张汤死后六年 而宽为治御史大夫 九年而以观促 宽在三公位 以和良 诚意从容的久 然无有所匡见 于观 观属一知 不畏尽力 张申亦为博士 而福申孙 以至上书真 不能明也 自此之后 鲁州罢 孔安国 洛阳贾家 颇能言上书是 孔是有古文上书 而安国 以经文读之 应以起其家 一书的诗余篇 盖上书资多于是以 诸学者多言理 而鲁高唐生最本 理顾自孔子时 而其经不具 极致秦焚书 书散王 一多 于经独有是理 高唐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荣 孝文第十 徐生以荣为理官大夫 传子至孙颜 徐湘 相 其天 资善为荣 不能通理经 言颇能 为善也 相以荣为汉 理官大夫 至广陵内史 言及徐 是弟子公户满意 还身 单次 皆常为汉 理官大夫 而霞秋 萧愤以理 为怀扬太守 事后 能言理 为荣者 由徐世焰 自鲁商渠受益孔子 孔子促 商渠转意 六世至其人田河 自子庄 而汉心 田河 传东武人王童子重 子重传资川人阳和 何以义 袁光源年珍 官至钟大夫 其人吉末 臣以义至臣阳相 广川人孟诞以义为太子门大夫 鲁人周霸 举人横胡 林姿人主赴眼 皆以义至两千十 然要言义者本于阳和之家 董众书 广川人也 以至春秋 孝景时卫博士 下为讲诵 弟子传以九次向授业 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董众书 不关于舍缘 其今如此 进退荣指 非礼不行 学士皆师尊 知 经上即位 未将都想 以春秋灾一知 便推阴阳所以错行 故求与必诸阳 众诸阴 七至于反事 行之一国 未尝不得所欲 忠费为忠大夫 居舍 这灾意之计 事实辽东 高庙哉 主父眼疾之 取其书奏之天子 天子赵诸身 是其书 有刺激 董众书弟子吕布 书布之其师书 以为下渝 于是下董众书立 当死 照射之 于是董众书竟不敢负严灾 义 董众书为人连职 事实方外 攘似疑 公孙红至春秋不如董众书 而红西事用事 为 至公亲 董众书以红位从于 红吉之乃言上曰 读董众书可使相谋西王 焦西王 素文董众书有行 亦善待之 董众书恐酒获罪 即免居家 智促 终不智产业 以修学 著书为是 故汉兴至于武士之间 为董众书名为名于春秋 其传功阳士也 胡无声 其人也 孝景时为博士 以老规教授 其之言春秋者多寿胡无声 公孙红 亦颇受烟 辖秋将身为古梁春秋 自公孙红的用 长吉笔其意 促用董众书 众书弟子岁者 兰陵主大 广川英中 温吕布书 主大至良相 布书至常史 迟节 始觉怀难欲 于诸侯善专断 布报 以春秋之意证之 天子皆以为是 弟子通者 至于 命大夫 为狼 业者 掌雇者 以百数 而董众书子及孙皆以学至大观 所引述赞 孔氏之衰 经书续乱 严诸六学 史字严罕 折令立官 四方枪万 屈台坏壁 疏离之官 转意言诗 云征雾散 新化至理 红游客赞 史记库立列传 孔子曰 导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有耻且格 老是称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 法令滋章 盗贼多有 太史公曰 信哉誓言也 法令者智之巨 而非智智清酌之缘也 习天下之往常密已然 兼伟蒙起 其己也 上下相顿 置于不振 当事之时 立志若救火扬废 非五件严库 恶能胜其任 而愉快乎 言道德者 逆其之以 顾曰 听诵 无由人也 必也是无颂乎 下世闻道大笑之 非虚言也 汉兴 破孤而未还 浊雕而未谱 网漏于吞舟之鱼 而立志真真 不至于奸 黎明爱安 由是观之 再彼不再辞 高后时 库立独有侯丰 克立宗室 轻辱功臣 屡是以拜 遂侯丰之家 孝敬时 朝措以克申婆用 束缚其资 而欺国之乱 发怒于措 措措以背露 其后有志兜 宁臣之 属 志兜者 洋人也 以狼是孝文帝 孝敬时 都为忠郎将 赶之剑 面折大臣于朝 常从入上陵 甲姬如策 也志促入策 上目都 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 就甲姬 都扶上前 约 王一姬 父一姬 尽 天下所少 宁甲姬等乎 陛下纵自清 乃宗庙太后和 上海 志义去 太后闻之 四兜金百金 由此众志兜 济南贤士 宗人三百余家 豪华 两千石莫能志 于是景帝乃拜 都为济南太守 志则 足灭贤士 守恶 于皆古力 居遂于 郡中不时宜 旁时于郡守卫 都如大福 都为人勇 有气力 宫廉 不发私书 问姨摩所受 请记摩所听 常自称曰 以 被亲而逝 申故当奉旨死 节官下 终不顾妻子 以 至都千位中位 丞相调侯至贵俱也 而都依丞相 事实名谱 为罪自重 而都独仙 严酷 至刑法 不必贵 为妻猎宗事件都侧目而是 昊曰 苍鹰 临江王争议中位府对部 临江王御的刀笔为书卸上 而都尽力不语 为其侯使人以 监与临江王 临江王既为书卸上 应自杀 斗太后文之 怒 以为法中斗 都免归家 孝景帝乃史史 持结拜都为燕门太守 而变道之官 得以便宜从事 匈奴素文至都结 居 边 为引兵去 静至都死不尽燕门 匈奴至为偶人向至都 令其持射莫能中 见但如此 匈奴换之 斗太后乃静中 都以汉法 景帝约 都忠臣 欲试之 斗太后约 灵 江王独妃忠臣邪 于是遂斩至都 宁臣者 让人也 以狼夜者是景帝 好气 为人小利 必灵其常利 为人上 操下 如树诗心 华贼任威 烧千至己难都为 而至都为首 使千属都为 皆不入府 应立夜首 如县令 其位至都如此 及尘网 直灵都出其上 都素闻其身 于是善欲 与结欢 九 知 至都死 后长安左右 宗士多报犯法 于是上诏宁 成为中卫 其至孝 至都 其怜浮如 然宗士豪杰皆 人人坠恐 五帝即位 喜位内室 外妻多悔臣之短 抵罪昆钱 世时九卿 罪死即死 少背刑 而臣即刑 自以为不复收 于是解脱 乍客传出官归家 称曰 事不至两千十 甲步 至千万 安可彼人忽 乃是代买杯 田千余请 甲平民 亦史数千家 数年 会设 至 产数千金 魏任侠 持历长短 初从数时期 其始名微重于郡守 周扬有者 其父赵监以淮南王 救父侯周扬 故应姓周扬氏 由以宗家认为郎 士孝 闻及景帝 景帝时 由魏郡守 五帝即魏 立志上寻谨慎 然游居两千十中 最为报库 交字 所爱者 恼法活之 所增者 屈法诛灭之 所居郡 必以其豪 魏守 事都魏如 令 魏都魏 毕临太守 夺之志 宇吉安聚魏志 司马安之文恶 聚在两千十列 同车 魏常赶军应服 由后魏和东都魏 使与其守 圣徒公争权 相告严罪 圣徒公当底罪 亦不受刑 自 杀 而有气势 自宁臣 周扬游之后 士义多 明巧法 大抵立之志 类多臣 有等以 赵御者 台人 一座 使部中兜官 用连魏令使 士太魏雅夫 雅夫魏臣相 与魏臣 相使 府中皆称其连平 然雅夫夫任 曰 吉之羽无害 然闻生 不可以居大夫 经上时 与一刀比利基劳 烧千位玉使 尚以为能 至太宗大夫 与张汤论定诸律令 作剑之 立传的香奸司 用法一刻 盖自此时 张汤者 度人也 其父为长安城 出 汤为而守舍 孩儿属盗肉 其父怒 吃汤 汤绝枯的盗属 及鱼肉 和鼠掠制 传原书 殉居论报 并取鼠鱼肉 聚欲折堂下 其父 见之 视其文词如老玉吏 大经 遂史书语 赴死后 汤为长安吏 久之 周阳侯使魏诸清时 长系长安 汤亲身为之 及出魏侯 带雨汤交 便见汤贵人 汤给室内使 为您成愿 以汤为无害 严大府 调为茂林味 至方中 武安侯为丞相 真汤为使 实见严知天子 补玉使 使暗示 至臣皇后古玉 深境 党雨 于世上以为能 烧迁至太宗大夫 与赵雨 共定诸律令 物在申闻 居守直之力 以而赵雨 千位中位 喜位少福 而张汤为庭位 两人交欢 而凶事宇 宇为人连聚 为 历以来 舍无时刻 公卿向造请雨 宇中不报谢 物在觉知 有宾客之请 孤立行一亿而 以 见文法折取 亦不复案 求官属阴罪 汤为人多诈 武智以御人 始位小吏 甘梅 与长安妇甲田甲 渔翁书之属交思 吉列九卿 收接天下名士大夫 己心内虽不合 燃阳福木之 事实上芳香文学 汤爵大御 御父古义 乃请博士弟子至上书 春秋补庭位使 庭 以法 奏宴仪式 必欲先为上分别其缘 上所事 受而这厌觉法庭位 协令养主之名 奏事极浅 汤应谢 相上义所辩 必饮正 兼 愿使贤者 曰 故为臣义 如上则臣 臣服用 于底于此 最常事 即奏事 上善之 曰 陈飞之为此奏 乃正 奸 愿使某位之 其欲建立 阳人之善 必人之过如此 所至及上义所欲罪 与奸使生货者 及上义所欲事 与奸使清平者 所至及豪 必武文巧地 及下护雷若 使口言 虽文 至法 上财查 于是往往是汤所言 汤至于大力 内行休也 通宾客饮食 于故人子弟 为立即贫困地 调户之由后 其造请诸公 不必寒暑 是以汤虽文身意 既不专平 然的 此身欲 而客身力多位找牙用者 依于文学之事 成像红树称其美 吉至淮南 横山 江都返玉 皆穷根本 严柱及五倍 尚玉是之 汤真曰 五倍本化返谋 而柱清信出 入境踏找牙城 乃骄司诸侯如此 扶诸 后不可置 于是尚可论之 其至欲所排大臣 自卫公 多此类 于是汤义尊认 千位玉史大夫 会魂邪等将 汉大兴兵伐匈奴 山东水汉 平民流洗 接养给县官 县官空虚 于 誓臣上指 请造白金及五诛前 龙天下掩帖 排富商大甲 初告明令 租豪墙并肩之家 五文巧地已复发 汤美朝奏事 与国家用 日宴 天子望时 丞相取充位 天下事皆 绝于汤 百姓不安其身 骚动 县官所兴 未获其力 兼力并轻鱼 于是痛神以罪 则 自公轻以下 至于庶人 贤指汤 汤肠病 天子至自是病 其龙贵如此 匈奴来请和亲 群臣亦上前 博士敌山曰 和亲辩 尚问其辩 山曰 兵者 凶器 未亦树动 高地域罚匈奴 大困平臣 乃岁结和亲 校会 高厚实 天下安乐 及校文地域是匈奴 北边骁然苦兵以 校警时 无处欺国反 警地往来两攻坚 寒兴者 数月 无处已破 尽警地不严兵 天下赴时 经自陛下举兵及匈奴 中国已空虚 编民 大困平 由此观之 不如何清 上问汤 汤曰 此于如 无知 狄山曰 尘故 于中 若遇使大夫汤乃炸中 若汤汁至淮南 将都 以身闻痛底诸侯 别疏骨肉 使翻 尘不自安 尘故之汤汁为炸中 于世上作色约 无始身居一郡 能无始卤入道乎 约 不能 约 居一线 对约 不能 赴约 居一丈间 三字度辩 穷且下历 曰 能 于世上浅山成章 智悦于 匈奴斩山头而去 自逝以后 群臣 震慑 汤之客田甲 虽古人 有闲操 使汤味小历时 与前通 及汤味大历 甲所以则汤 行义过失 亦有烈士风 汤味欲使大夫七岁 百 河东人 李文常语 汤有阙 以而未欲使忠臣 慧 述从中文书 是有可以伤汤者 不能 卫帝 汤有所爱 使鲁叶居 知汤不平 使人上非辩告 文间誓 誓下汤 汤智论沙文 而 汤心之叶居 未知 上问曰 言辩是 纵姬安起 汤祥经曰 此代文故人愿 愿之 也 居并卧履理主人 汤自往事及 为夜居魔族 赵国以野驻为夜 王术送铁官室 汤长牌 赵王 赵王求汤应事 夜居长按赵王 赵王愿之 并上书告 汤 大臣也 使夜居有 并 汤智为魔族 以与谓大监 世下庭尾 夜居病死 是连齐帝 帝系导官 汤义智 他求导官 见夜居帝 欲应未知 而祥不审 夜居帝扶之 愿汤 使人上书告汤与夜居 谋 共辩告李文 世下简宣 宣长与汤有阙 即得此事 穷尽其事 未奏也 惠人有道 发孝文元一前 丞相清嫡朝 与汤曰俱谢 至前 汤念读丞相以四十行员 当谢 汤无 欲也 不谢 丞相谢 上始欲始案其事 汤欲至其文 丞相见之 丞相换之 三常始皆海 汤 欲献之 始常始朱买成 惠姬人也 读春秋 庄注使人眼买成 买成以处辞语 诸巨姓 是忠 为太宗大夫 用试 而汤乃味小吏 贵福使买成等钱 以而汤味亭味 至淮南欲 排 己庄注 买成 故兴旺 及汤味 御史 大夫 买成以慧 鸡首为主角 都位 列于九卿 数年 做法背 守长始 见汤 汤坐床上 臣始欲买成 福为礼 买成 处事 申愿 常欲死之 王朝 其人也 以术至 又内始 编通 学长短 刚报强人也 关在至己南向 故皆居汤 又 以而失关 守长始 驱体于汤 汤树行 陈向事 知词三长始宿贵 常灵折之 以故 三长始和谋约 使汤约与君谢 以而卖君 经欲和君 以宗妙事 此欲代君而 无知汤 应是 实力不按汤 佐田信等 曰汤且欲奏请 信哲先知之 居物致父 与汤分之 即 他兼事 誓词婆文 尚问汤曰 无所为 古人哲先知之 亦拘其物 事类有以无谋告 知者 汤不谢 汤又详经曰 故已有 简宣亦奏业居等事 天子果已汤怀炸面期 始始八倍不择汤 汤句自道无此 不服 于是上始诏与择汤 与至 让汤曰 君和 不知分也 君所至一灭者 几何人矣 经人言君皆有状 天子重至君欲 欲令君自慰 何多以对部位 汤乃为书谢约 汤无尺寸弓 其刀比例 陛下姓志为三公 无以赛 则 然谋献汤罪者 三长使也 遂自杀 汤死 家产值不过五百斤 皆所得奉赐 无他也 昆帝诸子 欲后葬汤 汤母曰 汤为天子大臣 被乌恶言而死 何后葬呼 宰义牛车 有关无果 天子闻之 曰 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乃静暗珠三长使 陈相亲嫡自杀 出田信 上席汤 烧千其子安 是 赵宇忠费 以儿为庭位 使条侯已为宇贼身 夫人 吉宇为少福 比九卿 宇库吉 至晚劫 是亦多 利物为严峻 而予至家缓 而名为平 王温书等后起 智库于雨 雨亦老 喜未艳相 数岁 乱辈有罪 免归 后汤十余年 已受促于家 义纵者 何东人也 为少年时 常与张刺公聚公飘位群道 纵有解许 以一姓王太 后 王太后问 有子兄弟为官者呼 解约 有地无行 不可 太后乃告上 拜 亦许帝纵位中郎 补上党郡中令 至感行 少运戒 现无不适 举位第一 千位常灵吉 常安令 执法行至 不必贵妻 以补案太后 外孙修成君子众 尚以为能 千位何内都位 至则足灭 其豪然是之属 何内道不时宜 而张刺公义位郎 以永汉从军 赶身入 有宫 为暗投侯 宁臣家居 尚玉以为郡守 玉使大夫红约 臣居山东 为小历时 宁臣为济南都位 其智如郎牧阳 臣不可使致名 尚乃拜臣为官都位 遂于 关东历历郡国出入官者 好约 宁剑如虎 无执宁臣之怒 义宗自河内千位南阳太守 闻宁臣家居南阳 即 宁致官 宁臣侧行宋淫 然宁慎盛 拂慰礼 致郡 岁岸宁市 竟破岁其家 臣作有罪 疾孔 暴之属皆 王 南阳立民众族一击 而平氏朱强 杜衍 杜周未 纵雅找之力 任用 千位停使 君术出定香 定香立民乱败 于是喜纵未定香太守 纵致 掩定香玉 忠仲最清晰二百余人 吉兵克坤帝私入香 是一二百余人 纵义不拘 约 为死罪解脱 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 其后郡忠不寒而立 华明左立位致 适时赵宇 张汤以申克为九轻以 然其至上宽 辅法而行 而纵以应及毛至位至 后会五诸前白经起 名位奸 经师由慎 乃以纵位又内使 王温书为中位 温书至恶 其所为不先言纵 纵必以气灵之 败坏其功 其至 所诸杀甚多 然取位小至 坚义不 圣 知指使出矣 立之至矣 斩杀附数位物 言奉以恶用矣 纵连 其至放至兜 上性顶 呼 并久 以而促其性甘全 道多不至 上怒曰 纵以我为不负行 此道乎 闲之 至东 阳可方受告明 纵以为此乱名 不立补其为可使者 天子闻 十度是智 以为废 格聚是 弃纵是 后一岁 张汤一死 王温书者 阳灵人也 少师追埋未奸 以而是补献停长 数费 未立 以治愈治庭 使 是张汤 千位遇使 都道贼 杀伤甚多 烧千至广平都尾 则郡中好感任历史于人 以为爪牙 皆把其因重罪 而纵是都道贼 快其意所欲得 此人虽有百罪 伏法 及 有必 因其事宜之 亦灭宗 以其顾其照之交道贼 不敢敬广平 广平身位道不时宜 上 闻 千位河内太守 宿居广平时 皆知河内豪奸之家 即往九月而至 令郡居司马无石匹 未亦自和 内至长安 不立如居广平时方略 补郡中豪华 郡中豪华相连坐千余家 上书请 大者 智族 小者乃四 家境莫入长赃 奏行不过二三日 得可是 论报 至流血十余里 何 内皆怪其奏 以为神速 近十二月 郡中无声 无敢夜行 也无犬吠之道 其颇不得 失之旁郡国 离来 慧春 温书顿族探约 皆呼 令冬月一展一月 族无事已 其 好杀伐行为 不爱人如此 天子闻之 以为能 千位中卫 其智复放 河内 喜诸名或华丽 宇从事 河内则阳阶 麻雾 关中阳干 臣信等 亦纵为内使 但未敢自制 及纵死 张汤拜后 喜为庭位 而隐其为中卫 隐其者 东郡池平人 以刀笔梢千至御史 是张汤 张汤树称以为联武 使都盗贼 所战伐不必贵妻 千位官内都卫 深圣于宁城 尚以为能 千位中卫 立名义凋臂 隐其目强绍文 豪恶力浮逆 而善力不能为智 以故事多费 抵罪 尚父喜温书 为中卫 而阳谱以严酷 为主角都卫 阳谱者 以阳人也 以千夫为力 河南守岸 举以为能 千位御史 使都盗贼 关东 致放以其 以为敢自行 烧千至主角都卫 列九卿 天子以为能 南越返 拜卫楼传江 君 有功 封江凉侯 为寻至所赴 居久之 病死 而温书父 为中卫 为人绍文 居庭昏昏不便 至于中卫 则兴开 都盗贼 宿习关中 俗 知豪恶力 豪恶力 敬父未用 卫方略 立科查 盗贼二少年 头像 购告 严奸 至伯格 常以慕斯 盗贼 温书为人 善事有益者 即无益者 视之如奴 有益家 虽有奸 如 山 福范 无益者 贵妻必轻如 五文桥底下 护之华 以熏大豪 其至终未如此 奸华 穷智 大抵尽弥烂玉中 行论无出者 其找牙利虎而观 于是中卫不忠中华以下皆福 有侍者为游身玉称智 智数岁 其力多以全赴 温书及冬月孩 亦有不忠义者 做小法的罪免 适时天子方 欲做通天台而为有人 温书请赴中卫脱促 得数万人坐 尚说 拜卫少福 其卫又内使 智如其故 奸邪少尽 做法师官 赴卫又辅 行中卫士 如故操 遂于 会晚君发 赵真豪利 温书逆其利华成 吉人有便告温书 受缘其前 他兼利 是 罪至足 自杀 其时两弟及两婚 加亦各自作 他罪而足 光禄徐自卫曰 悲夫 夫 古有三足 而王温书 罪至同时 而五足乎 温书死 加值累千金 后蜀岁 隐其亦以怀扬都未病死 加值不满五十金 所诛灭 怀扬甚多 即死 仇家御烧其尸 尸王去归葬 自温书等以二位置 而郡守 都为诸侯两千十余位置者 其至大抵净放温书 而 立明亦清犯法 盗贼资起 南阳有梅免 白震 楚有阴中 杜少 其有徐伯 燕赵之间 有奸卢 犯身之暑 大群智数千人 善自豪 功成义 取库兵 誓死罪 妇乳俊太守 都为 杀两千十 为习告献去巨石 小群以百数 略鲁相礼者 不可胜数也 于是天子 使使御使忠臣 臣向常使都知 游福能尽也 乃使光路 大夫范昆 诸福都未及故九轻章 得等衣袖衣 持节 虎福发兵 以兴及 斩首大部 或至万鱼籍 即以法诸通饮时 坐莲珠 郡 胜者数千人 数岁 乃颇得其取律 散促失亡 富聚党祖山穿者 往往而群居 无 可奈何 于是坐 审命法 约群道 其不发掘 发掘而 补福满品者 两千十以下 至小吏 主者皆死 其后小吏 未诸 虽有道 不敢发 恐不能的 坐客类府 府义使其不严 故道 贼敬多 上下相畏逆 以文词必法焉 简宣者 洋人也 以坐使无害给氏河东首付 魏将军轻使买马河东 建宣无害 言 上 真卫大旧臣 官室便 烧迁至玉使吉忠臣 使至主父 眼吉至淮南反玉 所以为文身 抵 杀者慎重 称为感爵仪 数费数起 魏玉使吉忠臣者 及二十岁 王温书免中卫 而 宣卫左内使 其至米言 是大小皆官其手 自不属献明朝食物 官吏令臣不得善摇 统 以众法神之 居官数年 一切郡中卫小至便 然独宣以小至大 能应立行之 难以为经 中匪 魏又浮风 坐愿臣信 信王葬上临终 宣使梅令格杀信 立促格信时 射中上 灵院门 宣下立抵罪 以为大逆 当族 自杀 而杜舟任用 杜舟者 南阳杜掩人 义纵位南阳守 以为爪牙 举位庭位使 是张汤 汤树言其 无害 治愈使 使暗鞭尸王 所论杀慎重 奏事中上义 任用 与简轩相鞭 更为忠臣 十余岁 其至与轩相放 然重持 外宽 内身刺骨 轩位左内使 周位庭位 其至大放张汤 而善后四 上所欲己者 因而献之 上所欲侍者 九戏呆问而为 见其冤状 克有让周曰 君位天子绝平 不循三尺法 专以人主意 只位欲 欲者固如是乎 周曰 三尺 安出哉 前主所侍者位律 后主所侍书位令 当时为侍 何谷之法乎 至周位庭位 赵玉亦亦多矣 两千十戏者心故相应 不减百于人 俊立大府举之亭 为一岁至千于张 张大者连歹正案数百 小者数十人 远者数千 近者数百里 慧玉 立英则如张告和 不服 以吃略定之 于是文有歹皆亡义 欲久者至更属涉时有余岁 而相告言 大抵竞抵已不到以上 庭位及中都官兆玉 歹至六七万人 力所增加十万余人 周中费 后卫执经吾 逐道 补治桑红阳 为皇后昆弟子克申 天子以为尽力无私 千位玉史大夫 家两子 家和卫首 其至报库皆甚于王温书等以 杜周出真未亭史 有义马 且不全 及身久任世 至三公列 子孙尊官 家资类数据万矣 太史公约 自治都 杜周十人者 此皆以库列未深 然治都抗旨 隐是非 真天下 大体 张汤以知阴阳 人主语据上下 时数便当否 国家赖其便 赵宇诗据法首证 赌 周从于 以少言为重 自张汤死后 网密 多底言 官室尽以冒废 九卿路路奉其官 救过 不善 和侠论 神莫之外乎 然此时人中 其怜者足以为仪表 其污者足以为戒 方 略教导 境尖止邪 一切亦皆兵兵 只有其文无焉 虽惨酷 私称其位已 至若属守逢当 报错 广汉里 真善哲人 东郡谜谱俱向 天水落必推弦 河东主广望杀 经兆无忌 逢 亦应周复至 水恒盐 凤浦及迈寝 何足数哉 何足数哉 所引述赞 太上师德 法令滋起 破孤未援 敬报不止 监伟私赤 惨酷原始 汝寿扬威 苍鹰测事 五文巧地 怀生何事 史记大碗列传 大碗之机 剑自张谦 张谦 汉中人 剑园中卫狼 事实天子问匈奴将者 皆言凶 奴破越是王 以其头位隐气 越是顿逃而 长愿仇匈奴 无语共及之 汉方欲是灭狐 闻 此言 应欲通使 道弊更匈奴中 乃目能使者 千以狼应目 使越是 与唐义是胡奴干 副句出隆兮 经匈奴 匈奴得知 传义丹瑜 丹瑜留之 曰 越是在吴北 汉何以的 往事 无语使越 汉肯听我呼 留千十余岁 语妻 有子 然千池汉 结不失 居匈奴中 一宽 千英语其属 王相越是 西走数十日 至大碗 大碗闻汉之饶财 语 通不得 见谦 喜 问曰 若欲何之 谦曰 为汉使越是 而为匈奴所必到 经 王 为妄使人导送我 臣的志 反汉 汉之路 以王财物不可胜言 大碗以为然 浅千 为发祷义 抵康居 康居传至大越是 大越是王已为虎所杀 立其太子为王 既成大 下而居 得肥饶 少寇 至安乐 又自以远汉 殊无报复之心 千从越是至大下 进步 能得越是要领 留岁于 海 并南山 欲从枪中归 父为匈奴所得 留岁于 丹于死 左骨离王宫 其太子自立 国内乱 千与胡七 及唐义父 巨王归汉 汉拜千位太中大夫 唐义父为奉使 君 千为人强力 宽大信人 满宜爱之 唐义父顾胡人 善舍 穷极舍 禽寿给时 初 千行十百余人 去十三岁 为二人的孩 千身所致者大腕 大跃士 大下 康居 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 据为天子言之 约 大腕在匈奴西南 在汉正西 去汉可万里 其俗土著 羹田 田道卖 有葡萄酒 多善马 马汉血 其先天马子也 有城郭乌氏 其属义大小七十余城 众可属十万 其 兵宫茅其舍 其北则康居 西则大岳氏 西南则大夏 东北则乌孙 东则淤 于田 于田之西 则水皆西流 驻西海 其东水 东流 驻炎泽 炎泽前行地下 其南则何远出 燕 多玉石 何驻中国 而楼兰 孤师亦有成锅 灵炎泽 炎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匈奴 右方居炎泽以东 至龙西长城 南阶枪 立汉道烟 乌孙在大碗东北可二千里 行国 随处 与匈奴同俗 控贤者数万 赶战 顾服兄 奴 吉胜 取其基属 不肯网朝会烟 康居在大碗西北可二千里 行国 与越士大同俗 控贤者八九万人 与大碗邻国 国小 南基市越士 东基市匈奴 眼菜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行国 与康居大同俗 控贤者十余万 林大则 无涯 盖乃北海云 大月市在大碗西可二三千里 居归水北 西南则大夏 西则安息 北则康居 行国 也 随处已喜 与匈奴同俗 控贤者可一二十万 顾石墙 轻匈奴 及冒盾力 攻破越 是 至匈奴老上单于 杀越士王 以其头位隐气 使越士居敦煌 其连间 即位匈奴所 拜 乃远去 过晚 西及大夏而成之 岁都归水北 魏王亭 其余小众不能去者 宝南 山腔 号小月市 安息在大月市西可数千里 其俗土著 耕田 田道卖 葡萄酒 称义如大碗 其数 小大数百城 地方数千里 最为大国 临归水 有事 明商谷用车及船 行旁国或数千 礼 已因为钱 钱如其亡面 亡死者更钱 孝亡面焉 画阁旁行以为书记 其兮则调之 备有眼菜 黎轩 调之在安息西数千里 灵溪海 属师 耕田 田道 有大鸟 卵如蚊 人众甚多 往往有小军长 而安息一熟之 以为外国 国善选 安息长老传闻条之 有若水 西王母 而未常见 大厦在大碗西南 二千余里归水南 其俗土著 有成乌 与大碗同俗 乌大长 往往 陈义智小长 其兵若 未战 善甲氏 及大岳氏西喜 功拜之 皆臣处大厦 大厦名多 可百余万 其都约 蓝氏臣 有氏犯甲诸物 其东南有身独国 签约 陈在大厦时 见穷竹杖 属不 问约 安得此 大厦国人约 无甲 人往事之深独 深独在大厦东南可属千里 其俗土著 待与大厦同 而卑诗属热云 其 人民成像以战 其国陵大水淹 以千度之 大厦去汉万二千里 居汉西南 今生独国 又居大厦东南数千里 有属物 此其去属不远矣 今时大厦 从羌中 险 羌人恶之 少辈 则为匈奴所得 从属一境 又无口 天子济闻大碗籍大厦 安息之属皆大国 多其物 土著 颇与中国同业 而兵若 贵汉财物 其北有大跃士 康居之属 兵墙 可以陆仪设立朝野 且臣得而以亦属之 则广得万里 从九亦 至书俗 威得便于四海 天子欣然 以千言未然 乃令千英属 兼未发兼使 四道并出 出芒 出 出喜 出 穷 博 皆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必低 左南方必习 昆明 昆明之属无君常 善寇 道 折杀略汉史 中末的通 然文其兮可迁于里有成相国 名曰颠月 而属甲间出误者 或至焉 于是汉以求大下道使通颠国 出 汉欲通西南移 费多 道不通 罢之 吉章 千言可以通大下 乃富是西南移 千以校位从大将军及匈奴 知水草处 君得以不乏 乃封千位博望侯 世岁元朔六 年也 其明年 千位位位 与李将军 俱出右北平及匈奴 匈奴为李将军 军师王多 尔千后其当斩 蜀未数人 誓岁汉遣票其破匈奴 西蜀万人 至其连山 其明年 魂邪亡律 其明将汉 而京城 何西西并南山 至言则空无匈奴 匈奴时有后者道 而西已 其后尔 年 汉即走单于于墓碑 事后天子树问千大夏之数 千计师侯 应言曰 陈居匈奴中 闻乌孙王号昆末 昆末之父 匈奴西平小国也 匈奴攻杀其父 而昆末生气于也 乌贤肉飞其上 狼罔如 之 单于怪以为神 而收藏之 集状 使将兵 术有功 单于父以其父之名 于昆末 令 长守于西 昆末收养其名 攻旁小义 空闲数万 其攻战 单于死 昆末乃律其重远袭 忠立 不肯朝会匈奴 匈奴遣其兵籍 不慎 以为神而远之 应积熟之 不大功 经 单于心困于汉 而顾魂邪的空无人 满以俗贪汉财物 经成以此时 而后毕露乌孙 昭以 义东 居顾魂邪之地 与汉结昆地 其事一听 听则是断匈奴又毕也 寄连乌孙 自其 西大厦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天子以为然 拜千位中郎将 将三百人 马各二品 牛羊以万数 积金必博之数千巨万 多池杰富史 道可史 使一之他旁国 千祭至乌孙 乌孙王昆末见汉史如丹于礼 千大残 之满一滩 乃曰 天子至赐 王不败则还赐 昆末其败赐 其他如故 千玉使只曰 乌孙能东居魂邪的 则汉 浅翁主为昆末夫人 乌孙国分 王老 而远汉 为之其大小 素服属凶奴日久矣 且 又敬之 其大臣皆为狐 不欲以喜 王不能专制 千不得其要领 昆末有识于子 其中 子曰大陆 强 善将重 将重别居万于其 大陆兄为太子 太子有子曰曾取 而太子早 死 临死为其父昆末曰 必已曾取位太子 无令他人代之 昆末哀而许之 醋已曾 取位太子 大陆怒其不得 代太子也 乃收其诸昆帝 将其重判 谋功曾取及昆末 昆末 老 长孔大陆沙曾取 与曾取 万于其别居 而昆末有万于其自辈 国众分位三 而其大 总取基属昆末 昆末亦以此不敢 专约于千 千应分 潜负使使 大碗、康居、大岳氏、大夏、安息、申独、于田、于、吉诸旁国 乌孙发导义送千孩 千与乌孙遣十数十人 马数十匹报谢 因令亏汉 知其广大 千孩道 拜位大行 列于九卿 岁于 醋 乌孙使既见汉人重负后 归报其国 其国乃亦重汉 其后岁于 千所遣使通大夏之 数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于是西北国使通于汉乙 然张迁凿空 其后使往者皆称伯望侯 乙为执于外国 外国有此姓之 自伯望侯迁死后 匈奴闻汉通乌孙 怒 欲及之 及汉使乌孙 若出其难 抵大碗 大岳氏相属 乌孙乃孔 使使献马 原得上汉女翁主位昆帝 天子问群臣义计 皆曰 必先纳聘 然后乃前女 初 天子发书意 云 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 明曰 天马 即得大碗汉血马 义状 跟明乌孙马曰 西即 明大碗马曰 天马 云 而汉使驻令居以西 出至九泉郡以通西北国 应亦发使底安息 眼菜 黎轩 调之 深度国 而天子好晚马 使者相望于道 诸使外国 一倍大者数百 少者百于人 人所 积操大放 勃忘猴时 其后一席而摔少烟 汉律一岁中时多者十余 少者五六倍 远者八 九岁 近者数岁而返 逝时汉季灭月 而属 西南夷街镇 请立入朝 于是至一周 月席 桑科 沈黎 问山郡 玉德街 以前通大夏 乃遣时博石昌 吕月人等岁十余倍 出此出郡底大夏 接 复必昆明 魏所杀 夺必财 忠莫能通至大夏淹 于是汉发三辅罪人 因巴蜀士数万人 遣两将军郭昌 魏广等网及昆明之遮汉使者 斩首鲁数万人而去 其后遣使 昆明赴 魏寇 静莫能得通 而北道九泉底大夏 使者既多 而外国亦焰汉壁 不贵其物 自伯望侯开外国道已尊贵 其后从力促皆真上书 言外国奇怪厉害 求使 天子为其 绝远 非人所乐网 听其言 与杰 慕立民无问所从来 为具备人重浅之 以广其道 来还不能无清道必悟 即使师指 天子为其席之 则复暗致重罪 以激怒令赎 复求使 使端无穷 而侵犯法 其力促益 则复甚推外国所有 言大者与杰 言小者为父 顾望 言无形之徒皆真孝之 其使皆平仁子 私陷官机物 欲见是以私其力外国 外国亦艳汉 使人人有言轻重 渡汉兵远不能治 而尽其食物以苦汉使 汉使发掘积怨 志向攻击 而楼兰 孤师小国尔 当空道 攻劫汉使王辉等游慎 而匈奴其兵 时时 这及史西国者 使者 真辩言外国灾害 皆有诚意 兵若一及 于是天子已故前 从彪侯破奴 将属国其集郡 兵数万 至凶河水 寓以吉胡 胡皆去 其明年 吉孤师 破奴 与清其七百余先至 卢 楼兰王 遂破孤师 应举兵威已困乌孙 大碗之属 还 封破奴为浊野侯 王辉述使 为楼兰所苦 言天子 天子发兵令 挥左破奴即破之 封辉为浩侯 于是九泉列停张治愈 门以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 汉浅宗室女将都翁主王妻乌孙 乌孙王昆末以为右夫人 凶 奴役浅女妻昆末 昆末以为左夫人 昆末曰 我老 乃令其孙曾娶妻翁主 乌孙夺马 其妇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初 汉使至安息 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营于东界 东界去王都数千里 行笔制 过数 时辰 人名相属甚多 汉使孩 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 以大鸟乱及离轩善绣人县 于汉 即晚西小国欢前 大义 晚东姑师 汉 苏谢之属 皆随汉使献见天子 天子 大悦 而汉使穷何元 何元出于田 其山多玉石 采来 天子暗谷图书 明河所出山约坤 轮云 事时上方数寻寿海上 乃兮从外国客 大都多人则过之 散财伯以赏赐 后聚以饶 给之 以懒事汉赴后焉 于是大湖底 出其戏诸怪物 多聚观者 行赏赐 九池肉灵 令外国客 辩官仓库 辅藏之机 见汉之广大 侵害之 及家其选者之功 而湖底其戏碎增 辩 甚甚一心 自此始 西北外国始 更来更去 晚以西 皆自以远 上交自艳然 未可处以礼姬迷而始也 自乌孙以西 至安息 以敬匈奴 匈奴困越事也 匈奴史持丹于一性 则国国传颂时 不敢留苦 及至汉史 非出必搏不得时 不适处不得其用 所以然者 远汉 而汉多才 物 顾必是乃的所欲 然以为匈奴于汉时焉 晚左右以葡萄味酒 妇人葬酒至万余时 酒者数十岁不败 苏是酒 马是墓许 汉使取其时来 于是天子使种墓许 葡萄肥饶的 吉天马多 外国使来众 则离公别关旁 竟种葡萄 墓许极旺 自大晚以西至安息 国 虽颇一言 然大同俗 香之言 其人皆深眼 多须寻善是假 真分诸 俗贵女子 女 子所言而丈夫乃绝阵 其地皆无私欺 不知住前戚 吉汉使王促将 叫住做他兵器 的 汉黄白金 者以为弃 不用未必 而汉使者网继多 其少从律多 尽熟于天子 言曰 晚有善马在二师臣 逆不肯语 汉使 天子记好晚马 闻之甘心 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 及金马 以请晚王二师臣善马 晚国饶汉物 相语谋曰 汉去我远 而言水中数败 出其北有狐寇 出其南伐水草 又且往往而决议 伐食者多 汉使数百人未备来 而常伐食 死者过半 是安能治大军 呼 无奈我贺 且二师马 晚保马也 遂不肯与汉使 汉使怒 妄言 追经马而去 晚贵人怒曰 汉使至亲我 遣汉使去 令其东边玉城遮弓杀汉使 取其财物 于是 天子大怒 诸常使晚瑶定汉等言晚兵若 臣以汉兵不过三千人 强弩射之 即进鲁破碗 以 天子以常使着野侯攻楼兰 以七百齐先制 鲁齐王 以定汉等言未然 而遇侯宠击 李氏 拜李广利为二师将军 发属国六千齐 及郡国二少年数万人 以往法晚 其至尔 师臣取善马 顾号 二师将军 赵使臣为军阵 顾号侯王辉使导军 而李多位校尉 至军事 事岁太初元年也 而关东皇大起 非西至敦皇 二师将军军 既吸过盐水 当到小国孔 各奸臣首 不肯给时 公之不能下 下者得 时 不下者数日则去 彼至玉臣 是智者不过数千 皆几罢 公玉臣 玉臣大破之 所 杀伤甚重 二师将军 宇多 使臣等计 至玉臣尚不能举 旷至其王都呼 引兵而孩 往来二岁 还致敦皇 是不过十一儿 使使尚书言 道远多乏时 且士族不换战 换机 人少 不足以把晚 远且罢兵 一发而复往 天子闻之 大怒 而使使这玉门 约君有赶入者 者斩之 二师孔 应流敦皇 旗下 汉王卓也 致兵二万余 于匈奴 公卿及义者 皆援霸及 宛军 专利公胡 天子乙 夜诸宛 宛小国而不能下 则大下之属 清汉 而宛善 马绝不来 乌孙 轮头 亦苦 汉使乙 为外国笑 乃暗言法碗 由不变者 邓光等 射求徒才官 一发二少年级 鞭齐 遂于而出 敦皇者六万人 父思从者不语 牛十万 马三万余匹 驴罗陀他 以万数 多机梁 兵弩 圣社 天下骚动 传乡奉法碗 反五十余校尉 碗王城中无尽 阶级城外流水 于是乃 浅水 恭喜其城 下水空 以空其城 一发数甲促十八万 九泉 张叶北 至居炎 修图以为 九泉 而发天下七颗事 即载 给二师 转车人图相连 属至敦皇 而拜习马者 二人未知 屈校尉 被迫晚则 取其善马云 于是二师后复刑 兵多 而所致小国末不赢 出使给军 至轮头 轮头不下 公术 日 屠之 自此而息 平行至晚城 汉兵到这三万人 晚兵迎击汉兵 汉兵设败之 晚 走入宝城 其城 二师兵御行 攻御城 恐流行 而令晚亦生扎 乃仙至晚 绝其水源 已知 则晚故已忧困 为其城 公之四十余日 其外城坏 鲁晚贵人 勇将兼迷 晚大孔 走 入忠城 晚贵人相语谋约 汉所为公晚 以王无寡 逆善马 而杀汉使 金沙王无寡 而出 善马 汉兵已解 即不解 乃力战而死 未晚也 晚贵人皆以为然 共杀其王无寡 持其头 潜贵人使二师 约约 汉无功我 我竟出善马 自所取 而给汉军时 即不听 我竟杀善马 而康居之 就且至 至 我居内 康居外 与汉军战 汉军熟记之 何 从 适时 康居后 适汉兵 汉兵上盛 不敢进 二师与赵史臣 李多等纪 文婉成中 新的情人 知穿景 而其内时尚多 所为来 诸首恶者无寡 无寡头已至 如此而不许 解兵 则坚守 而康居后 汉霸儿来就晚 破汉军必以 军力皆以为然 许晚之曰 晚 乃出其善马 令汉自责之 而多出时时给汉军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 中马以下母聘三 千余匹 而立晚贵人之故 待遇 汉史善者明媚 蔡以为晚王 与蒙儿霸兵 中不得入忠臣 乃霸儿隐归 初二师其敦 黄熙以为人多 到上国不能时 乃分位数军 从南北到 校尉王申 申 顾鸿鲁湖冲国等千余人 别到玉城 玉城成首 不肯给时其军 王申申去大军二百 礼儿轻之 则玉城 玉城时不肯出 窥之申申 军日少 陈用三千人攻 陆沙申申等 军破 数人脱亡 走二师 二师令搜宿都未上官 捷网攻破玉城 玉城王往走康居 捷锥 至康居 康居文汉已破碗 乃出玉城王与捷 捷令四骑士 副首义大将军 四人相位曰 玉城王汉国所读 今生将去 促施大事 玉杀 莫敢先及 上规其事赵帝最少 拔 剑及之 斩玉城王 姬头 帝 杰等逐籍大将军 初 二师后行 天子使使告乌孙 大发兵并立即晚 乌孙发两千起网 持两端 不 肯前 二师将军之东 诸所过小国文婉破 皆使其子弟从军入县 见天子 应以为职焉 二师之法婉也 而军阵照使成立战 功最多 及上官节赶深入 里多未谋迹 军入狱 门者万余人 军马迁于匹 二师后行 军非法时 战死不能多 而将立贪 多不爱士族 清目之 以此物顾重 天子为万里而法婉 不路过 风广立为海西侯 又风声斩玉成 王者其是赵帝为新智侯 军阵照使成为光路大夫 上官节为少府 里多为上党太守 军 官立为九卿者三人 诸侯相 郡守 两千十者百余人 千十以下千余人 奋行者官过其 望 以事过行者皆处其劳 士族赐之四万金 法婉再返 凡四岁而得霸焉 汉以法婉 立妹菜为相王而去 仅耗岁于 婉贵人以为妹菜善于 使我国玉侠 乃香雨 沙妹菜立无寡昆帝约 禅封为婉王 而遣其子入职于汉 汉应使使路赐以正辅之 而汉发使使于 备至婉西诸外国 求其物 应封懒以法婉至威德 而敦煌至九全都位 西至盐水 往往有亭 而轮头有田醋数百人 应致使者互田激素 以给使外国者 太史公约 与本纪言 何出昆仑 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 日月所相必隐蔚光明也 其上有礼权 姚池 今自张千十大夏之后也 穷何元 恶赌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古 言九州山川 尚书尽之以 至于本纪 山海经所有怪物 于不敢言之也 所引述赞 大腕之机 原因勃忘 始究何元 炫亏海上 条之西入 天马内向 聪领无尘 延迟袭浪 旷灾绝育 往往停障 史记游侠列传 汉子曰 如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境 二者皆机 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至如已 述去宰相清大夫 服役其事主 功名聚者于春秋 故无可言者 吉若祭赐 原献 驴相 人也 读书怀读行君子之德 亦不苟何当世 当世亦孝之 故祭赐 原献终生空是彭户 贺一书时不厌 死而已四百余年 而弟子智之不倦 经游侠 其行虽不诡于正义 然 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以诺必成 不爱其躯 复世之 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经 其能 修法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及 人之所使有也 太史公约 习者于顺 炯于锦灵 依隐赴于顶祖 复说逆于 复显 屡上困于集经 宜无置顾 百里饭牛 种泥味筐 菜色尘 彩 此皆学士所未有 道人人也 犹然遭此资 旷以忠财而设乱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胜到灾 彼人有言曰 何之仁义 以想其利者未有得 故伯以丑周 饿死守阳山 而闻 五不以其顾贬王 直 敲暴力 其徒送亦无穷 由此观之 窃勾者诛 窃国者侯 侯 知门人亦存 非虚言也 经居学或报纸 此之意 久辜于世 其若悲论财俗 与世审服 而取荣民哉 而不依之 图 摄取于然诺 千里送亦 为此不顾事 此亦有所长 非狗而已也 顾事穷穷而得为 命 此其非人之所谓 贤豪奸者邪 陈始相取之霞 与祭赐 原先比全量力 效功于当世 不同日而论矣 要以弓箭严信 辖客之意又何可少哉 古不依之霞 弥德而闻矣 竟是炎灵 梦长 春生 平原 信灵之徒 皆因亡者清 属 即于有土 倾向之父后 招天下贤者 显明诸侯 不可谓不贤者已 比如顺风而呼 身非家籍 其意机也 智如驴像之霞 修行底名 身失于天下 莫不称贤 是为难而 然如莫皆牌并不载 自秦以前 匹夫之霞 湮灭不见 于圣恨之 以于所闻 汉兴有 诸家 田仲 王公 巨梦 郭姐之徒 虽时汉当世之文网 然其思意连携退让 有族称 这 名不虚立 是不虚负 智如彭党宗强比周 社才一平 豪报清零孤弱 自愈自快 游侠义丑之 于悲世俗不查其意 而为以诸家 郭姐等令 与豪豪之徒同类 而共孝之也 鲁诸家者 与高祖同时 鲁人皆以儒教 而诸家用侠文 所藏活豪是以百数 其余 庸人不可甚言 然中不乏其能 兴其得 诸所常诗 唯恐见之 正人不善 先从平见识 家无余才 依不顽采 食不重位 臣不过取牛 专屈人之极 圣己之思 既应托既不 将军之 极不尊贵 终身不见也 自观以东 莫不严谨缘娇焦焰 楚天仲以侠文 喜剑 富士诸家 自以为行福吉 天仲以死 而洛阳有巨梦 周人 以商谷为资 而巨梦已任 狭险诸侯 吾楚反时 调侯为太位 乘船车将至河南 得巨梦 喜曰 吾楚举大事 而不求梦 无知其无能为以 天下骚动 宰相得知 若得亦敌 国云 巨梦行大类诸家 而好伯 多少年之戏 然巨梦母死 自远方送桑盖千尘 急巨 梦死 家无余时经之才 而弗离人王梦 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事实济南闲事 陈周雍亦以豪文 景帝文之 使使尽诸此数 其后代朱白 凉寒无 辟 阳狄薛凶 闪寒如 纷纷复出烟 郭姐 指人也 自温伯 善乡人者 许父外孙也 姐父已认侠 孝闻时诸死 姐为人 短小惊悍 不饮酒 少食鹰贼 楷不快意 身所杀甚重 以驱戒交报仇 葬命作奸飘功 修筑前绝种 故不可胜数 是有天性 迥极长的托 若预设 即戒年长 更折截未减 以得抱怨 后失而薄望 燃其自喜 为侠益胜 既以证人之命 不经其功 其因贼者于 心 促发于 雅字如故云 而少年目其行 亦折未报仇 不使之也 姐姐子 父姐之事 于 人影 使之脚 非其刃 墙壁贯之 人怒 拔刀刺杀 姐姐子 亡去 姐姐怒曰 以嗡 薄之意 人杀无子 贼不得 弃其施于道 扶藏 欲以辱解 解使人为之贼处 贼囧 自归 据以时告解 解曰 公杀之故当 无而不值 遂去其贼 遂其解子 乃收而 藏之 诸公文之 皆多解之意 亦复焉 解出入 人皆必知 有义人读几句 是知 解潜人 问其名信 刻欲杀之 解曰 居 亦污 至不见尽 事无得不休 也 彼何罪 乃因蜀未使曰 是人 无所及也 至见更 实托之 每至见更 数过 力辅求 怪之 问其故 乃解 使托之 积聚者 乃肉 谈谢罪 少年 闻之 寓意 目解之行 洛阳人 有相愁者 亦中 贤豪 居奸者 以时数 终不听 客乃 见锅姐 姐 夜见 愁家 愁 家屈 听 姐 乃 未愁 家约 无闻洛阳诸公 在此间 多不听者 今子信而听姐 姐奈何 乃从他献夺人 亦中 贤大夫全乎 乃夜去 不使人知 曰 且无用 待我去 令洛阳 豪居其间 乃听之 姐直恭敬 不敢乘车入其献亭 知旁俊国 为人请求是 事可出 出之 不可者 各宴其义 然后乃敢长久时 诸公已故严重之 真未用 义中少年级旁进县贤豪 夜半 过门常食于车 请得姐客舍养之 即喜豪富茂林也 姐家平 不中资 利孔 不敢不喜 为将军为严 郭姐家平不 忠喜 上约 不依权至使将军未言 此其家不平 姐家遂喜 诸公诵者出千余万 指人阳记主子未献愿 举喜姐 姐兄子断阳愿头 由此阳氏与郭氏未愁 姐入官 官中嫌豪之与不知 闻其身 真交欢姐 姐为人短笑 不饮久 初未常有 其 以幼杀阳记主 阳记主家上书 仁幼杀之却下 上文 乃下力不解 解王 至其母 家是下阳 深至临近 临近 吉少公 宿不知解 解冒 应求出官 吉少公 已出解 解转入 太原 所过则告主人家 立足之 机智及少公 少公自杀 口诀 酒之 乃的姐 穷智 所犯 为姐所杀 皆在社前 至有如生事使者作 克遇郭姐 申曰 郭姐专以兼犯公 法 何为贤 解克文 杀此生 断其蛇 立以此则解 解时不知杀者 杀者亦尽绝 莫知为谁 立奏解无罪 玉石大夫公 孙宏一约 解不依未认侠行权 以牙自杀人 解 虽服之 此罪胜于解杀之 当大逆无道 遂足郭姐温伯 自逝之后 魏辖者极众 敖而无足数者 然关中常安凡众子 怀里照王孙 常灵高 公子 西河郭公众 太原鲁公如 林怀而常青 东阳田君如 虽魏辖而轻轻 有退让君子 之风 至若北到瑶氏 西到诸渡 南到仇景 东到照他 与公子 南阳照 调之徒 此道 直居民间者 而何足道哉 此乃乡者诸家之修也 太史公曰 吾氏郭姐 壮貌不及中人 言语不足采者 然天下无嫌语不孝 知语不 知 皆目其身 言辖者皆引以为名 燕曰 人貌荣名 岂有记乎 于戏 习哉 所引述赞 游侠豪聚 积极有声 全行周礼 立哲公卿 朱家托记 巨梦定清 吉人之难 免愁于梗 伟哉温伯 人貌荣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照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